那个不受宠的小灾心太可怜了 妈妈一年前病死 爸爸又找了一个阿姨 遭后妈诬陷后 被狠打一顿 会在雪地里一天一夜奄奄一息 将死之际 素宝听到了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指引她打通小舅舅电话 八个大老舅舅强势赶到 突然一声尖叫滑破目色 伴随着喷喷喷的声音 一个大肚子女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林家总裁林峰急忙上前着急问我 你怎么了 女人双腿间流出赤目的鲜血 一张脸惨白惊恐道 风哥好痛 我们的宝宝 快救救我们的宝宝 众人一片惊呼 连忙围上去 林家老夫人心慌不已 连声问道 怎么回事 沐庆星流着泪 看向楼梯上方 所有人都抬头 只见楼梯最上面 站着一个三岁半左右的小女孩 见众人看来 他不由得抱紧怀里的小兔 林家老爷子大怒 是不是你亏了庆星 小女孩敏纯 不是我 我没有 沐庆星伸手拉住老爷子的衣角 一边哭一边劝道 不怪肃宝 他那么小什么都不懂 不是故意的 这一句话 直接坐实了肃宝的罪 林峰双目阴寒 问也不问 就直接说道 把他丢 关到小哥楼去 等我从医院回来再收拾他 小女孩哭着喊道 爸爸 我没有 小肃宝被人拖到了楼上 肃宝抱紧了怀里的小兔子 蜷缩在角落里 肃宝真的没有推人 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 小肃宝嘴唇冻得发紫 不住的哆嗦 只能闭着眼睛喃喃 妈妈 肃宝没错 肃宝不认 小肃宝想着 揪紧过偶 兔子大夫 晕了过去 四日早晨 林峰一脸愤怒 一把揪起昏迷的小肃宝 直接扔在了外面的雪地里 小肃宝被冰寒刺激的一个哆嗦 艰难地撑开眼 他本能地说道 爸爸 我呃 林峰冷笑道 你把清新肚子里的弟弟害死了 你还有脸在这里说呃 我林峰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儿 说着 两指粗的棍子 哼一声落在小肃宝身上 小肃宝顿时踩叫一声 被冻僵的小肃宝 眼底没有一丝神采 已经说不出话 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 我就不是你爸 你认不认错 小肃宝双手捂着脑袋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林峰一听更愤怒 不是你难道还是你阿姨自己摔的吗 他都怀孕六个月了 摔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林峰越看他这个样子越恼火 做错了事 还一副倔强样子 做给谁看 他不由的想起医院里 母亲心大出息 医生下了两次病危 可他在生死之际 却还跟他说不要责怪素宝 他也只是怕弟弟出生后 自己没人爱 不是故意要推我的 林峰越想越愤怒 一边打一边骂 还狡辩 他每说一句话 棍子就落在素宝身上一次 他打得太狠了 连自己手机掉出来了都不知道 直到把素宝打得摊在雪地里 他才对 还遭后妈诬陷后 被狠打一顿 跪在雪地里掩引一息 将死之际 素宝听到了一个声音 指引他打通小舅舅电话 八个大佬舅舅强势赶到 你就在这里给我跪着 你阿姨什么时候出院了 你什么时候再起来 林峰说完 丢下棍子走了 他最近已经够烦了 公司出了一个大漏洞 求人办事求了半个月 连人影都没跪 如今儿子又流产早雕 真是倒霉 一连两件事弄得他焦头烂 他怎能不恼火 只能一顿毒打 全都发泄在小素宝身上 小素宝的兔子 早就被打烂了 他艰难的想爬起来 可啪一声啪在雪地中 他觉得他可能要死掉了 死掉了 是不是就可以见到妈妈 这时候 小素宝耳边 却响起一个模糊不清的声音 小素宝 快给你小舅舅打电话 你小舅舅叫苏一生 电话是159 小素宝睁开眼 看到雪地里 有一只黑色的手机 求生的本能 让他拼命爬过去 小素宝哆哆嗦嗦 僵硬的手指不听使唤 不知道努力了多久 才把电话拨出去了 与此同时 京都一座四合院老宅子里 苏老爷子正在训话 一年又过去了 苏一生 你说今年能把主任 医师考下来的吗 苏家八兄弟 眼观鼻鼻关心 苏一生摸了摸鼻子 突然老爷子话风一转 陡然问道 还有 找了四年了 都没找到你们妹妹了 苏家八兄弟脸色一变 全都抿唇不语了 我只有锦玉这一个女儿 又从小患病 四年前 病情就已经影响到了脑子记忆 走丢的这四年 该怎么过 苏一生无比自责 那天她要抢救一个重症患者 就那一次 苏锦玉就走丢了 爸 都是我的错 明明我是她的主治医生 怪我没看好她 书房陷入了沉寂 这时候 苏一生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苏老爷子有规矩 开早会的时候 不能开机 苏一生连忙拿起手机 立刻要管我 苏老爷子冷视 接 苏一生咳了一声 爸 是陌生号码 苏老爷子把茶杯一哥 冷声道 接 给我开免提 老四老三同情地看了苏一生意 苏一生只好接了电话 打开扩音 一个小小的声音 就这样猝不及防地 闯入他们耳朵里 喂 是小舅舅吗 我是苏宝 我的妈妈是苏锦玉 你是我小舅舅苏一生吗 文言 苏老爷子手里的笔掉了下来 电话那边 稚嫩的声音继续 小舅舅 苏宝好冷 好 苏宝没有推阿姨 可他们都不信 爸爸让苏宝在门口跪着 但苏宝好冷 小舅舅 你可以来接我吗 说到最后 小女孩的声音越来越弱 众人的嗓子仿佛被掐住了 一时间竟发不出半点声音 电话那边风雪乎乎的声音 还能隐约听到 稚嫩的声音却戛然而止 苏一生终于反应过来 抓着手机 几乎要贴到嘴边去 失控急吼 苏宝 你在哪里 你告诉小舅舅你在哪 那边却没有任何回应 苏老爷子慌慌张张的站起来 刚刚那刻板严肃的样子 一下子不见了 好像一下子就变老了十岁 快给我查 查这个号码 查定位 这个女孩三岁半 被后妈诬陷 惨遭生父抛弃 真实身份曝光后 没想到 自己有八个爸总舅舅 小素宝电话没打完就晕了过去 手机掉在雪地 不知道过了多久 凌冲出来找手机 看到素宝一动不动 他抬脚踢了踢 死了也挺好 他没好气地说到 四年前他捡到了一个女人 烂女人身上衣服破破烂烂的 他一时好心 就把她接回了公屋 结果女人洗干净后 他发现 他进长得很漂亮 什么都记不得的样子 也有点呆呆傻傻 他一时迷了心窍 竟觉得他可爱 还和他生了这个小灾心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恶心 素宝身上 一点自己的影子都没有 林峰拿了手机直接走了 吴总好 想问一下 您认识京都苏家的人吗 这不是公司遇到了点麻烦吗 外面的风雪很大 素宝趴在雪地里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他脑海里还有点意识 可很用力 都睁不开眼睛了 他给小舅舅打电话后 那边一点声音音 所以他们也是不要他的事吗 那妈妈呢 等他死后 妈妈看到素宝这样 是不是也不要素宝 素宝动子嘴唇抿了抿 一直在心底重复 妈妈 素宝不哭 素宝很乖 就在这时候 林家别墅外面 一个男人的影子 踹开了林家的大门 苏一生焦急地巡视一圈 电话里 素宝说他在门口跪着 突然他脸色一变 在门口看到了一个小雪堆 他猛地冲过去 终于看到雪堆下面 一个小小的身影 素宝 你醒醒 素一生连忙把小家伙抱起来 在看清素宝小脸蛋的那一刹那 他就已经肯定了 这是他们家的素宝 因为这张小脸蛋 跟他们妹妹小时候 几乎一模一 素宝只感觉自己 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里 那个人还脱下了衣服 将他包裹住了 小素宝艰难地睁开眼睛 终于看清楚眼前的男人 和妈妈长得有点像 是醒舅舅 小素宝唇脚吸动 薇若问道 你是小舅舅吗 素宝没有推人 素宝几乎是本能地呢喃着 已经没有了任何之觉 苏一生不由地业恶 素宝 小舅舅来了 小舅舅接你回家 他不敢想象 这样的素宝 是怎么一个人撑过来的 苏一生抱起素宝往外走去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林家人都没来得及反应 上车后 苏一成问道 怎么样 苏一生着急地说快去医院 匆忙下楼的林峰 并没有看到苏一生 把素宝抱走的一幕 在看到车里的男人时 顿时惊讶 苏一成 苏氏家族的现任掌门人 苏氏集团说一不二的冷面总裁 面对货真价实的传闻级人物 他们恨不得化身舔狗 林家的危机 对于林家来说 是灭底之灾 但只要苏一成一句话 林家就能立即起死回生 他立刻跑上去 林峰满脸追笑 苏总请留步 什么风把您刮来了 您大驾光临 我林家蓬毙生辉啊 苏一成面无表情 眼神犀利地打量林峰 这就是素宝的父亲嘛 林峰说话的功夫 收到消息的林老爷子 林老夫人和那些庸人们 都出来迎接了 一个个脸上 推着热情的笑容 他眼底脸上 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 韩生说道 林家 很好 说吧 都不屑再多说一句 就开车走了 林家人一脸猛逼地站在原地 这个小女孩太惨了 被无良后妈诬陷 当成扫把心赶出家门 冰死之际 扒得舅舅赶来救场 把我抱上了车 紧接着就开车离去 林家人一脸猛逼地站在原地 内心茫然又惶恐 林峰叫人来问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当听到苏家人起出洞 把素宝接走了 还说是他的小舅舅 林峰如遭雷劈 刹那天忽然想明白了什么 苏家有八个儿子 一个女儿 其中那个女儿 从小身体不好 从未在世人面前出现过 这么说的话 四年前他捡到的那个女人 就是苏家最珍视的 唯一的女 林老夫人嘴唇哆嗦 竟然是苏家的孩子 我们快去把素宝接回来 林峰烦躁地吼道 怎么见 现在是我们想接 就能接回来的吗 林老爷子沉思了一下说道 苏家再震怒 也不能否认 你是素宝的父亲 你不过是在教育他时 下手中了点 只要解释清楚 那么以后就是大富大贵 等着他们了 苏家人接到素宝后 没有回京都 而是立即赶往最近的医院 南城最好的医院里 向来清冷的顶层VIP 现在已不忙乱 苏老爷子拄着拐杖 不停地来回走 一边问道 怎么还不出来 苏一诚看了看时间 沉声道 爸 你先坐好 苏一深含着脸 将检测报告递给苏一诚 苏家人看过之后 一个个都压抑着心底的目 手臂 小腿 甚至肋骨都骨骼了 浑身上下无数个地方重伤 严重地方甚至不得不切除 一个才三四岁的孩子 他们也吓得去手 我早晚要费了临风 这么小的孩子 却要承受这样的磨难 苏一诚早就把林家查清楚了 本身说道 林家的产品被查出涉嫌走私 陷入危机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找关系 想让苏家帮他 苏家老爷子咬牙怒道 老子不弄死他就不错了 还帮他 苏一诚问道 那他们为什么打素宝 苏一诚含声道 林总的妻子穆庆星 从楼梯上摔下流产 林峰认为是素宝推了穆庆星 正说着的时候 林家人寻着痕迹找来了 苏一诚的助理匆忙走进来 一声说道 苏总 林家的人来了 说要看自己孙女 但这层VIP有门禁 他们在最外层 进不来 苏一诚冷笑一声 冷漠地说道 把这层楼外面的暖气关了 窗户打开 让他们走 素宝耳边 都是机器滴滴滴的声音 有人说话 但很模糊 素宝 小素宝 喂 小书包 快醒醒 嗯 你再不醒我救 又是这个声音 是谁 素宝睫毛颤了颤 终于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 雪白的墙面 床边围着一群人 他抿唇 小心地看了一圈 苏一声最激动 第一个开口 素宝 你醒了 我是小舅舅啊 你之前就有打过电话 还记得吗 素宝若声问道 小舅舅 你们是来接我的吗 苏一声点了点头 是的 我们来接素宝回家 这个三岁半小女孩太惨了 被后妈诬陷 惨遭父亲毒打 冰死之际 突然冒出八个霸套舅舅 将他抱走 苏老爷子喉咙像是 被堵住了一般 深吸一口气才说道 对 接素宝回家 以后谁也不能欺负你 谁欺负你外公 跟他没完 素宝转动脸珠子 看了一圈 素宝不确定 回家后 他们还会抛弃我吗 会不会打我 会不会不给我吃饭 看小素宝沉默了 苏家几着男人急得不行 苏一辰迟疑了一下开口 素宝在担心什么 苏一声叹了口气 他俯身靠近病床边 爱怜地摸了摸素宝的脑袋 温生说道 素宝跟小舅舅说说 素宝叫什么名字 素宝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 素宝没有名字 素宝就叫素宝 爸爸说 懒得给我取名 要等阿姨生下弟弟后再说 他暗暗压下心底的怒意 又问道 那素宝能不能给小舅舅说说 素宝在担心什么 素宝终于转回眼神 有些吃力的转过头 看着眼前这个自称小舅舅的男人 素宝扁了扁嘴巴 小舅舅 回家后 素宝有饭吃吗 会打我吗 这话一说出来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什么 小素宝竟是在害怕被打 所以 他在临家的时候 到底是被虐待成了什么样子 苏一声抓着素宝的小手 贴在自己脸上 哑声道 素宝乖 回家后素宝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没有人会打你 你看 这是大舅舅 这是二舅舅 三舅舅 他们都很厉害 我们都会保护素宝 再也没有人能伤害素宝 素宝小手紧紧抓着被子 久久不语 那要是知道他不肯认错后 真的还会喜欢素宝吗 就在苏家众人 以为他不会再说话的时候 他忽然说道 小舅舅 素宝没有推人 爸爸和爷爷让素宝认错 素宝不认 可是他们不信素宝 说是素宝害死了弟子 苏一诚冷静地说道 大舅相信不是你 你不认破是对的 苏一声也点头 错的是他们 素宝没错 素宝做得很好 素宝听了这话 突然嘴巴一扁 眼泪就巴搭流了下来 舅舅 外公 谢谢你们相信素宝 你们真好 小人好像终于有了诉说委屈的人 哭着说出了这些话 就好像忍了好久好久的眼泪 终于不听他的话 全都自己跑了出来 小女孩被后妈诬陷 惨遭父亲毒打 女孩身份曝光 身后居然有八个爸总的舅舅 苏一诚看着手中的资料 将小妹苏锦玉的消息告诉了众人 京都和男士隔了两千公里 四年前 病重失忆的苏锦玉 不知道怎么去到了男士 被林峰捡到带回了家 而后苏锦玉生孩子时 直接病危 差点没挺过来 或许是因为孩子的缘故 又奇迹般地撑了两年 病逝后 只留下素宝一人 我们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妹妹 就这样病死在一乡 甚至没有一个名寸 无人得知 林峰甚至连名寸都不给她一个 还敢那样对待素 苏宝尔沉不住气地问 大哥 就这样便宜林家人吗 仅仅是破产怎么够 苏一诚慢条丝里地 解开袖口的扣子 慢慢地把袖子挽了起来 淡淡说道 八个揍一个够不够 听到苏一诚的话 苏家几兄弟眼神一亮 眼底都露出一丝痕迹 苏一诚转了转手腕 把手指关节按的啪啪作响 老五苏宝尔 是做工程建筑的 皮肤比较黑 本身就是个暴躁性格 当即冷笑一声 温文尔雅地急着苏岳飞 声音温和 法治社会 怎能明目张胆地打人呢 他侧头拦住一个护士 你好 你们科室有麻袋吗 护士猛了一瞬 我们药房有蛇皮袋 不过也有纸箱子 他以为他们是要装东西 纸箱子肯定比麻袋好 苏岳飞微笑 谢谢 麻袋就可以 地下停车场 林峰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路 我先回去了 你记得手好 苏总他们出来了 就立刻通知 那个我字还没出口 林峰就感觉眼前一黑 被人套了麻袋 紧接着 噼里啪啦的拳头就落了下来 他不经大叫 你们是什么人 快助手 林峰被打得惨叫连连 毫无还手之力 只有挨揍的分 助手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宝峰集团的总裁林峰 敢得罪我 信不信 苏家八兄弟踩着林峰 往死里打 打人这种事 其实根本不用他们动手 做坏成其他事情 他们也不懈动手 苏一辰冷笑一声 抬起手做了一个停的手势 林峰见他们停下 以为对方胖了 然而这时候 一根木棍狠狠砸到了他身上 地下停车场里 全都是林峰的惨叫声 VIP病房里 耳边又出现了那个声音 素宝 小素宝 小树包 是谁 素宝睁开眼睛 病房里静悄悄的 小素宝的手揪紧了被子 有些紧张地看向声音发出的方向 你到底是谁 他心底有一点点怕 那声音寻寻善诱 我是你师父 他叫师父 素宝小脸皱了皱 完全没有上当 素宝闷闷说了一句 我才没有师父 还有 我是小素宝 不是小树包 男人责了一声 一点都不好骗了 此时病房旁边的桌子上 坐着一个正常人 看不到鬼魂 年轻男子的脸色很苍白 双眸漆黑深邃 力量高挺 偏偏纯色珠红 眉宇间带着一股邪气 显得妖影不已 我真的是你师父 你妈妈还在的时候 把你过给我做徒弟了 你妈妈叫苏锦玉 你叫素宝 我说的对吗 女孩将死之际 听到了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指引他打通小舅舅电话 八个大佬舅舅强势感到 重获新生的小素宝 只想有口饭吃 却不想被八个大佬舅舅宠上天 素宝不信 素宝根本不认识你 妈妈才不会把我给你 如果你真是素宝的师父 素宝为什么看不见你呢 男子自顾勾勒勾唇 小孩子别想那么多 等以后师父帮你开了天眼 你自然就能看见我了 你不认识我很正常 我不是你们这个时期的人 我叫纪长 生前是个大人物 素宝诧异的看向旁边的一堂空气 鸡肠 为什么叫鸡肠 素宝忽然问道 鸡肠 大人物也会死吗 死人也能当师父吗 鸡肠竟无言以对 感觉这个小娃娃有点难搞 素宝 你可能不记得了 但我真是你师父 你妈妈走前 还让你给我个拜理呢 虽然那时你也看不见我的本体 你想想 师父在两天前还帮过你 就是叫你给小舅舅打电话的时候 还记得吗 素宝抓着被子 眼眸微微垂下 既然你是我师父 为什么一直没有管我呢 妈妈死后 不管素宝是哭还是疼 都没有人理素宝 即常一愣 随即抓起素宝的小手 心底有些不是滋味 以前是师父没办法 要不是你两天前濒临过死亡 我到现在都不能跟你说话呢 素宝要怪 以后师父都会护着你 我可以教你很多东西 让你不再被人欺负 你先好好休息 师父晚点再来 这个东西 当是师父送你的店面 素宝只觉得 手上微微一热 有一条红绳戴在了他手上 那么素宝再见 这时病房门被推开 苏一身轻声道 素宝 好点了吗 小舅舅给素宝带来了奶黄包 不知道素宝喜不喜欢 苏迎尔突然挤进来 素宝 五舅舅的炒牛肉面才好吃 苏老爷子一拐杖打在他小腿上 训斥道 素宝才刚醒 怎么能吃得了牛肉面 他拿起粉肠递过去 要不要先吃点外公的粉肠 这个蒸得很软 很好吃的 苏月飞说道 还是先喝粥吧 满满身子 素宝抿着臀 看了一圈 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 外公我想吃粉肠 素宝这算是有家人了吗 素家人仿佛再次看到了 苏锦玉小时候的样子 一转眼 就已经过了十天 一声惊叹 真不可思议 这么重的伤 居然十天就痊愈了 简直得有魔法一样 素先生 你们今天就可以带他回去了 素宝惊喜 魔法 难道是鸡肠肝的 素宝抬起头 小舅舅 我的小兔子 难道是落在邻家院子里那个 素一身张了张嘴 素宝 小兔子他不见了 小舅舅给你买新的好不好 素宝扁了鞭嘴 眼底有些泪花闪烁 又很用力地 不让泪珠子掉下来 他声音很小很小 可是 那是妈妈送给素宝的 素一辰推门进来 就看到素一身 把素宝快惹出的样子 皱眉冷声问道 怎么回事 素一身一脸冤枉 大哥 不是我 是月儿留给素宝的小兔子 落在邻家 素一辰一顿 随后他当机立断地说道 素宝 大舅舅带你去找小兔子好不好 素宝心想着 除了小兔子 我还要把小五也接走 邻家 邻峰和邻老爷子 坐在一楼客厅沙发上 昔日辉煌的别墅 现在一片狼藉 之前的东西都被搬走了 邻老夫人在一旁痛哭 你怎么就借了那么多高利来 这下可怎么办 邻峰被打到住院那一天 邻家就破产了 所有的不动场 都被抵押了不说 他们现在住的别墅 也要被强制之际 邻老爷子生气迅事 哭什么哭 早知道现在 当初你怎么不对素宝好一点 邻峰烦躁大吼 别说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两位老人全都闭了嘴 后悔的肠子都亲了 这时候沐庆星走下楼 爸妈 风哥 你们别急 只要有这只兔子在 素宝还会回来的 沐庆星手里拿着一只兔子 正是素宝那只不恶兔 这是他妈妈留给他的唯一练习 对他可重要了 我刚刚把兔子捅好 还清洗过了 素宝回来 一定很开心的 邻峰高兴地说道 辛苦你了 等我们翻身了 这次他流产当然不是素宝推的 而是他自己摔下来的 还好我提前弄掉了肚子里的孩子 不用绑死在邻家这条船上 这次要是能傍上 苏家八子中的一个 也不枉我的一片脾心 小女孩年幼丧母 被后妈诬陷 身份曝光后 直接被八个舅舅宠上了天 而此时的素宝 正要赶往邻家的后院 带走英武小五 却不知 后妈早已埋足多时 邻家别墅门前 八个身姿挺拔的男子下了车 后面被扶下来的是苏老爷子 早就等在门口的邻家人看苏家人 立刻迎上去 林峰做出一脸懊悔和心疼的样子 素宝 以前是爸爸错了 你原谅爸爸好吗 爸爸那天教育你时 也是心急 才下手中了些 我也是为你好呀 素英尔顿时感觉 那天下手太轻了 等会一定给废了他 素宝听到这熟悉的语道 小小的身体 条件反射的往小舅舅身后躲 素一身冷冷问道 少废话 素宝的 那只小兔子呢 林老夫人说 素宝脸上露出一丝欢喜 把那只不偶图包在怀里 小兔子 素宝来接你了哦 素宝绝不会抛下你的 小舅舅 可以陪素宝去一趟树林吗 素一身点了点头 两人来到后院 素宝看着小树林 喊了一声 小五 小树林里传来一声鸟叫 一只鹦鹉转了一圈 却没有飞过来 反而扭头飞走了 素宝凑到素一身耳边小声说道 小舅舅 小五好像怕你 素一身也不由得压低声音 素宝 舅舅叫人来抓好不好 我们直接带小五回去 素宝摇了摇头道 不行 小五不是坏鸟 抓小五他会怕的 小舅舅站着不要动 素宝再走进去带他出来 素宝朝里面走了一点 小五嘎嘎乱叫 有傻 有傻 素宝认真说道 小五 小舅舅不是傻 素宝不知不觉走远了一点 这时候听到一声轻响 他下意识看去 却见到一双熟悉的眼睛 正盯着他 素宝 你总算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接小五的 素宝吓得一哆嗦 立刻要跑 木庆星却抓住了他的胳膊 素宝刚想大叫 却被木庆星捂住嘴巴 素宝怎么了 好不容易见到阿姨 就不能高兴一点吗 木庆星不知道素一身 就在小树林外面 捏着素宝的脸转过来 素宝 阿姨没有了宝宝 你说 你是不是得负责呀 素宝呜呜地摇头 要是你救救他们问起来 你得承认 是你推了阿姨 再帮阿姨说些好话 懂吗 不想素宝突然张嘴 狠狠咬在木庆星手臂上 木庆星惊呼一声 下意识扬起手 朝素宝脸上扇去 眼看巴掌就要落在素宝脸上 素宝手腕上的红绳 忽然发出一道微光 带着素宝的手 朝木庆星打去 下一秒 木庆星却轰一声飞了出去 摔在了灌木丛里 与此同时 素宝被小舅舅抱了起来 素一身有刹那间的怀疑 我都没怎么用力 他怎么就被踹飞了 素宝 你没事吧 素一身冷冷地看着木庆星 已经敢打素宝 他抱着素宝一步步向前 木庆星慌了 该死的 素一身什么时候来的 他连忙摆手 素先生你误会了 我也算是素宝的妈妈 怎么可能打他呢 素一身用手掌 捂住素宝的耳朵 将素宝的小脑袋 压在自己怀里 不给他看接下来的场面 一脚踩在了木庆星脸上 素宝的妈妈 你也配 木庆星啊的一声惨叫 素先生 放过我吧 我错了 素一身随即又在木庆星脸上 捕了一脚 冷冷地说到滚 树上的鹦鹉 扑朗朗飞了过来 打死 木庆星哪里还敢吭声 捂着脸就跑了 把木庆星赶走后 素一身还得陪着素宝骗你 可是不管他用什么办法 都骗不到这只鹦鹉 素英儿和苏月飞 苏洛见小素宝久久没有回来 寻着找到了后院 于是就见识到了 一大一小哄一只鸟的奇葩场景 搞清楚事情原委后 几人总算明白了 原来素宝执一回凌驾的 目的就是这只鹦鹉 素英儿冷吃到 我真的扶你了老八 一只鹦鹉都哄不下来 垃圾 果然 树上的鹦鹉摇摆着唱起来 老八老八 树上啊 苏英儿抬起手臂 看我的 苏英儿一边拍自己的手臂一边喊 是一鹦鹉快到他手臂上来 素宝瞪大眼睛 五舅舅好像大猩猩啊 苏月飞嘴角一抽 苏洛抱着手臂 哄个鹦鹉而已 都把自己逼得反阻了 素宝捂着嘴头笑 他好奇地打量五舅舅苏英儿 五舅舅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喷火龙 但好像也没那么凶了 小奶团悄悄打量这几个舅舅 小舅舅和三舅舅都比较温和 一个温文尔雅 一个像太阳一样温满 四舅舅看着嘶嘶文文 却又像得大反态 他们就是妈妈的哥哥们了 素宝好像喜欢上这些舅舅们了 不然 素宝的视线和苏洛的视线对上了 他立刻转过头 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苏洛勾了勾唇 小家伙 胆子可真小 老五 你也别白费劲了 这鹦鹉只有素宝能哄下来 小奶团歪着头 哄撇着这只鹦鹉 眼看就要落在素宝肩膀上 林老夫人的声音突然传来 大舅哥你们在这里 鹦鹉受惊地转了个方向 素宝下意识地往素一身身边躲 凌风笑眯眯的说道 对这鸟不能太客气 打个麻醉它就下来了 素一身寒声道 这里不需要你们帮忙 请你们离开 素一臣抬手一挥 身后黑衣保镖立刻冲上来 拖着林家几人往外走去 两位老人嘴里嚷嚷着 这里可是我们自己的别墅 没了林家人的捣乱 小素宝继续哄着鹦鹉 小舅舅不是坏人 小五快过来 我们要走了 你要是不下来 就见不到素宝了 这时 鹦鹉终于扑上瘟过来了 爪子一伸 踩在了苏一身头上 苏一身嘴角一抽 趁着他不注意 一把抓住了他的脚 别墅门外 林峰看到他们出来了 立即迎进去 现在他必须要在素宝身上 掌突破口 素宝 爸爸平时是严格了点 可都是为你着想呀 苏银儿每个冲过去 一把揪住林峰的脖子 将他往叠书大门上 狠狠一撞 这狠的 众人仿佛听到 西瓜落地那清脆的开瓢声 你特么还有完没完了 你算什么东西 还爸爸 你就不配做素宝的爸爸 这个三岁半小女孩 被后妈诬陷 被父亲虐待 幸好八的舅舅及时出现 姚身变为苏家小公主 被宠上天 苏一身抱着素宝 五哥 你慢慢来 我们先去车上等你 苏银儿抓起林峰的头发 一次又一次 将他往墙上撞 既然你当不好爸爸 就别再当爸爸了 说完 一脚踢在男人的最弱处 下一秒 林峰的坦叫 回荡整个别墅区 苏银儿把林峰 就跟扔死狗一般扔在地上 转身静止离开 林老夫人朝林峰身边跑去 儿子你没事吧 妈这就打电话送你去医院 林老爷子立即阻止 打什么电话 我们现在哪还有钱看病 林老夫人都要心疼死了 儿子 你就忍忍 这疼一会也就过去了 就在这时候 外面突然冲进来一群人 林总好踩头啊 欠我们的八千万 什么时候还啊 原来这些是催收公司的 他们纷纷围组林家人 林老爷子呵斥 你们想干什么 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们可是京都苏家的亲家 回应他的是 苏家车子开走时的尾气 催收的几个大汉 哈哈一笑 好大的名头啊 你看人家苏家离你们吗 还不上钱 就拿房子来抵 你们可以滚了 为首的黄毛抬手一挥 身后的小混混 立刻冲上来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你们林家沦落到这地步 也是活该 这边坐在车上的苏依晨 神色冰冷冰着手机 然后发了条信息过去 不 让他们生不如死 苏宝安静地坐在车子里 一手抱着他的薄兔子 一手抱着鹦鹉 苏老爷子放缓语气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和蔼可亲 苏宝啊 咱们回家了哈 我们家在京都 等会要坐飞机哦 忽然 苏宝问道 外公 我们也能带妈妈的骨灰回家吗 苏老爷子心酸点头 当然要带 我们一起回家 天空 云彩好像就在他身边 跟着一起飞 他趴在飞机窗户上往外看 苏岳飞温润笑道 苏宝在看什么 苏宝扭头 三舅舅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吗 苏一身点头 我们正在飞机上 苏宝忽然问道 那妈妈在不在这里 坐得近的苏岳飞 苏一身愣住 苏宝垂眸 默然看着外面的天空 妈妈死了 不是去了天上吗 我们等会能看到妈妈吗 苏宝好想妈妈啊 众人默然不语 扭头看向了外面 眼泪悄悄在眼眶里打转 苏医生把苏宝抱在怀里 苏宝睡吧 睡着了就可以在梦里见到妈妈了 苏宝嗡了一声 窝在苏医生怀里 眼泪悄悄地掉了下来 小舅舅也骗人了 苏宝明明都睡着了好多次了 可一次都没有见到过妈妈 苏宝不知不觉睡着了 手腕上的红绳 发出微弱的光芒 不仔细看 根本没人能看出来 梦里的苏宝 身体轻飘飘的 感觉自己像是飞在空中 周围有棉花糖一样的白云 围绕在她身后 苏宝小心伸手 摘了一点点放进嘴里 双眼一亮 是甜的呢 这时候她身后 传来一个温柔又熟悉的声音 苏宝 苏宝瞪大眼睛 立刻转身看去 只见妈妈站在她身后不远处 寒泪看着她 妈妈 苏宝猛地扑过去 被妈妈紧紧抱在怀里 苏锦玉温柔地摸着她的小脑袋 苏宝乖 以后外公和舅舅们 才是你的家人 要开开心心的好吗 还有 外婆身体不好 苏宝可以替妈妈 好好孝顺外婆吗 苏宝眼泪豆子巴拉巴拉掉 我知道了 妈妈 苏宝一定会照顾好外婆的 苏锦玉笑了 想说什么 但身体发出微微的光芒 渐渐地变透明 苏宝 妈妈爱你 永远爱你 睡着的苏宝嘴里喊着妈妈 小小的脸上全都是泪痕 此时 在苏宝的身边飘着一个 谁都看不见的一个人 这回师父可不欠你妈妈 这个三岁半小女孩 被后妈诬陷 惨遭父亲虐待 身份曝光后 直接被八个爸总舅舅 宠承小公主 而解决完临家后的苏家人一行人 正打算带着苏宝 回京都苏家庄园 飞机降落在京都国际机场 看到苏宝还睡着 苏老爷子舌的眼神 苏医生抱起苏宝 低着脚往外走 由于怕吵醒苏宝 他还维持着刚刚的姿势 拱着腰 就在这时 鹦鹉大叫一声 偷小孩了 偷小孩了 苏宝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 他们无语地看着绿的发光的鹦鹉 死鸟 想得顿了是吧 小奶团睁着迷茫的双眸 看起来有点呆难 苏医生抱着苏宝 宝贝 我们已经到京都了 马上就回家 没回神的小苏宝 茫然地点头 苏家的车子 早就在机场外等着了 四辆家常把劳斯莱斯 整齐地停在路边 你的路人纷纷回头 天美路 快拍照 这是哪家的公主千金 羡慕 同样是人 人家怎么那么会投胎呢 好大的排场啊 众人正议论着 就见巴的身子挺拔 气宇炫耀的男子走了出来 为首的是一个老者 其中一个男子 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 肩上还站着一只绿皮鹦鹉 此刻鹦鹉正兴奋地唱着歌 穷哈哈 叶叉叉 哈利波特骑着扫把飞 sorry sorry 这鹦鹉的气质 跟场面稍微有点不服啊 只见巴的男子脸都黑了 迅速带着萌娃上车 长长的豪车 缓缓使离机场 某某记者说道 家人啊 咱就是说 今天咱长见识了 你们看四辆家常版劳斯莱斯 这是什么家庭啊 相对于素宝的待遇 林家人显得不要太惨 林家破产破得十分彻底 别的上市公司破产 老总好歹还有一点点钱 买个小房子什么的 林家人钱都被执行了 一切都被冻结 直接睡了天桥底 林老夫人一口气 怎么都喘不顺 太不像话了 她自己倒是想服了 却忘记自己的爷爷奶奶 未不熟的小白眼狼 不孝子孙 木庆星心底越发的极度 不平衡 没想到她争了两年 机关算尽 终于坐上林太太的位置 如今却落到了这样的下场 我绝不允许自己的人生 就这么完了 我绝不认输 她眼底闪过一丝毒辣 打开手机 在某平台上 发出这样一则消息 震惊 苏家小小千金心思恶毒 因极度把后妈推下楼流产 后妈两次大出血 捡回一条命 罪魁祸首 却坐豪车高调回京 这边 车子很快抵达苏家庄园 素宝在董事 毕竟也是三岁半的孩子 看着眼前的庄园 小小的脸蛋上 福性正惊 这就是妈妈小时候 长大的地方吗 小舅舅 这里是妈妈的公主成宝吗 苏一身鼻尖微酸 点头N了一声 以后也是素宝的成宝 苏老爷子对庸人说道 苏宝以后 就是咱苏家的小闺蜜 小千金 姓苏 两排庸人站立在庄园两边 脸上洋溢着笑脸 欢迎小小姐回家 苏老爷子苦恼 苏什么好呢 要赶紧给小奶团取个名字了 苏老爷子乐呵呵地 牵着小素宝 素宝 外公带你去看看房间 素宝点头N了一声 楼上 素宝从没见过这样的公主房 抬头认真问道 外公 这真是我的房间吗 好大 一旁的苏一身问 怎么样素宝 还喜欢吗 素宝重重地点头 喜欢 谢谢外公 谢谢小舅舅 素一身摸了摸他的头 不用谢呀 素宝 等会哥哥姐姐们放学回来了 跟你玩好不好 素宝一脸疑惑 素一身解释道 素宝 有三个哥哥 一个姐姐 是大舅舅和二舅舅的孩子 素一身觉得 素宝在林家太孤单了 现在需要有同龄孩子 一起成长才行 素宝懂事的点头 他忽然仰头问道 小舅舅 可以给素宝纸和话评吗 素宝要给哥哥姐姐们送小礼物 眼底悄然浮起了一丝期待 素宝也有哥哥姐姐了 这个三岁小女孩有多惨 被后妈诬陷 被父亲虐待 好不容易被八个舅舅找回 却又被舅母和姐姐欺负 苏家庄园外 一个穿着优雅的女人 牵着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怀里 抱着两个精致的洋娃娃 女人叮嘱道 韩韩 你等会见到素宝妹妹 记得要把一个洋娃娃送给她 知道吗 韩韩一听这话 立刻就闹脾气 我不 我两个都要 所有玩具统统都是我的 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庄园里跑 女人一脸无奈 拿她没办法 只好转身 对身后磨磨蹭蹭的小男孩说道 苏子溪 你也快点 素宝妹妹在家等着了 谁知道苏子溪也撇嘴多道 我才不要妹妹 一个动不动就抢玩具 一说就哭得韩韩已经够烦人了 我才不想再要一个妹妹 她说完也走了 韩韩跑到自己的房间 她抓起洋娃娃 狠狠地砸在地上 一顿乱水 不给就不给 我就算是把洋娃娃摔坏了 也不给妹妹 门外 素宝鼓起勇气 敲了敲韩韩的房门 素宝迟疑着喊了一声 姐姐 我是素宝 素宝给姐姐送礼物来了 韩韩猛地打开门 一把推开她 你走开 讨厌鬼 谁要你的破东西 门外的素宝速不及防 身体向后倒去 苏老爷子压住火气 韩韩 妹妹来找你 是想跟你做朋友 你怎么能打人呢 老二这个孩子特别的娇气 每次稍微说句重话 他就哭闹 果然 韩韩眼泪立刻就出来了 我才不要把洋娃娃给妹妹 苏子林的妻子韦婉 听到动静上来 蝶忙说道 爸 你冷静点 韩韩还小不懂事 苏老爷子训斥道 还小就要教 这个问题 我不只说过一次了 你们怎么教的孩子 小小年纪就这么蛮横 长大了 如何在社会上生存 韩婉低头 我知道了爸 苏老爷子生气地牵着素宝走了 韩婉心底很不适滋味 觉得老爷子说话太重了 我的小孩我自己会教 老爷子凭什么来指手画脚的 女孩本就该抚养 放纵一点有什么不好 微婉摸上寒寒的头 寒寒乖宝贝不哭 妈妈给你买新的洋娃娃 苏老爷子带着素宝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鹦鹉看到素宝回来 呼啷翁翅膀想飞过来 却被脚链给拉住了 素宝安慰道 小五乖哦 等舅舅 给你做好房间 就会把你放开了 素老爷子看小奶团 低声的安慰鹦鹉 心疼得不行 素宝 姐姐平时都这样 你不要太难过 素宝不知道 大人非要为了礼貌 把喜欢的东西给别人呢 自己的东西就是自己的 小素宝笑了笑 没事的外公 素宝理解姐姐的心情 素宝也不喜欢 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 素老爷子一愣 素宝这么小 他却好像什么都懂 这时 素老爷子看到一幅画 这张画是你画的吗 提到画 素宝小脸立刻变得专注 点头嗡了一声 素宝喜欢画画 以前在爸爸家 素宝画了好多画 那这画的是什么 可以和外公讲讲吗 素宝画身小讲解人 这是两个小朋友 去骑一森林里玩 外公你瞧 素老爷子想 要是素宝的话 能录得了那位大师的影 也许能让他 好好代代素宝 爷孙俩正乐此不彼 看着画作的时候 身后传来庸人的声音 老先生 小小姐 老夫人回来了 素老爷子摸了摸素宝的头 走吧 素宝我们去看看 你外婆 楼下 苏子凌推着轮椅 素老夫人抬头 就看到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奶娃 被素老爷子牵着 从楼上下来 素宝正脱素老爷子的手 趴在扶手上往下看 外婆 素宝回家了 素老夫人瞬间如同被人掐住了嗓子 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唯独眼里饱含泪水 忍不住无声落泪 这就是月儿的孩子啊 还真是和月儿小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素老夫人叶耿 素宝 小素宝跑到素老夫人面前 外婆 素老夫人听着这一声外婆 气不成声地将素宝抱在了怀里 外婆的小素宝 这些年你辛苦了 素宝答应妈妈了 要好好照顾外婆 孝顺外婆 素宝一定要做好才行 老人哭得厉害 素宝伸出手轻轻地 拍着素老夫人的后背 不哭不哭 外婆乖 不哭哦 楼上 寒寒刚出门 就看到楼下抱成一团的 素老夫人和素宝 这个讨厌鬼 竟然还抢我的爷爷奶奶 寒寒发脾气 扭头就往楼上跑 结果路过素宝的房间 听到了嘎嘎的叫声 熊哈哈 夜叉叉 哈利波特 骑着扫把嘎嘎嘎 寒寒意识被吸引了注意力 直接推开素宝的房间门 结果就看到了 一只翠绿的鸟 站在一个架子上 她双眼一亮 这个三岁小女还有多坦 被无良后妈诬陷 又被父亲赶出家门 好不容易被八个舅舅找回 却又被舅母和姐姐欺负 好漂亮的鹦鹉 小五看到冲过来的寒寒 惊得嘎嘎乱叫 熊孩子来了 救救我 维婉听到这话 不由得皱眉 这鹦鹉平时是怎么叫的 一点教养都没有 寒寒 你干什么呢 我们快下楼吧 奶奶在楼下等着呢 寒寒固执的说我不 我要鹦鹉 委婉拿她没办法 只能好言相劝 这是妹妹的鹦鹉 妈妈待会去给你再买一只好吗 寒寒剁讲道脾气 不要 我就要这只 她一边说 一边爬上凳子 抬手就去抓小五 受惊的小五拼命扑腾想飞 却被她一把揪住了脖子 小五很怕生人 救命了 顿鸟了 寒寒费好大劲 都控制不住鹦鹉 她老是扑腾 爪子还把她手臂都抓伤了 她痛得大叫一声 楼下众人这时 也正好听到楼上的动静 素宝二话不说 就往楼上跑 素老爷子反应过来 怒急训斥苏子凌 又是寒寒 叫你多花些心思教育教育孩子 你都在干什么 木了少话的苏子凌 急红了脸 憋不出半个字 众人连忙跟着上楼 寒寒抓着鹦鹉就乱摔 哦 不听话 打你 素宝刚进来就看到这一幕 顿时小脸都气红了 猛地冲上去 住手 不可以打小五 寒寒见素宝乖抢鹦鹉 他就觉得自己的东西被抢了 猛地推开素宝 是我的 小五是我的 素宝急得不行 反手也推了过去 小五是素宝的朋友 才不是你的 众人怎么也没料到 一向很乖巧听话的素宝 就突然炸毛 素宝眼底含着眼泪 可倔强的一声不吭 委婉又急又怒 下意识斥则道 你不想叠姐姐鹦鹉 你可以说啊 怎么可以打人呢 素宝小嘴巴抿得紧紧的 眼眶发红 是姐姐先打我的 他打你你就能打回去 你不知道 小孩子要懂得谦和礼让吗 够了 素老爷子一声怒吓 打断了委婉的话 韩寒懂得 让别人谦和礼让了吗 明明是他先抢鹦鹉打人 你却批评素宝 委婉看向素老夫人 正急急忙忙 推着轮椅去关心素宝 都没有关心韩寒 委婉觉得心寒 韩寒被打了 却连一个关心他的人都没有 他们今天真是太过分了 委婉心疼的推着韩寒说道 韩寒乖 我们走 他带着韩寒 一声不吭的走了 素老爷子气得半死 我还说不得了是吧 难道你就意识不到问题 素子凌憋了半天 憋出一句话 爸你别生气 我去处理 不说还好 说了素老爷子更气 可眼前也不是气的时候 他连忙上去查看素宝 素宝抱着小五 眼底擒着泪珠 明明是韩寒姐姐先打小五的 素老夫人心疼的不得了 素宝不哭 素宝是外婆的乖宝宝 韩寒房间里 薇婉看自己宝贝女儿 手臂都被抓伤了 我大得很 素子凌 有你这样当爸爸的吗 明明是我们韩寒被欺负 你还这样 你看看他 手臂上都是血 他不去抢鹦鹉 能被抓伤吗 你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薇婉 以前的那些事 我一直没计较 但我的容忍也是有限度 此刻薇婉只觉得伤心透了 我做错什么了 心疼孩子也有错吗 你们一个个的 为什么都要针对我和韩寒 素一诚靠着墙壁 见素子凌出来冷漠地说道 老二你的事情 也该今早做个了断 我知道 我现在只是担心 离婚对孩子们有影响 你自己考虑好 需要帮忙的话随时找我 素一诚撂下一句话后 转身离开 这个三岁半小女孩有多惨 被无良后妈诬陷 又被父亲赶出家门 好不容易被八个舅舅找回 却又被舅母和姐姐处处针对 饭桌上 素老爷子提了素宝起名的事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都绞尽脑汁地想着 素宝说道 妈妈说素是一种骨子 却可后叫小母 素奈汉 适应性强 所以才给素宝取了素宝的名字 小家伙的声音奶声奶气的 小脸却严肃认真 感觉像是 把妈妈说过的话 笛子不差地背下来了 素老夫人笛子酸酸的 素宝的名字取得真好 既然妈妈叫苏锦玉 素宝也信苏好不好 素宝高兴地点头恩了一声 信苏 跟妈妈一起信 素老爷子笑道 苏什么好呢 素宝举其小手手抢答 苏素宝 众人不由地扑斥一声笑话 苏医生说道 叫苏素吧 素宝摇头 不含不吴 一听之下 好像在叫叔叔 众人一时犯了难 信苏又要保留素 有点难 名字的是不急 这段时间大家再想想 苏老爷又问道 素宝 你今年三岁办了是吗 素宝想了想 是的吧 妈妈说素宝是315打假 蹦出来的 老夫人顿住 315那就是一个星期后 这么说 下周素宝就四岁了 我们给素宝开一个生日会 买一个超级大蛋糕好不好 素宝双眼一亮 真的吗 韩寒看到所有人的关注点 都在素宝身上 又不高兴吗 啪一声把手拍在桌子上 哇一声哭了 我不要跟素宝一起吃饭 你们都不理我 苏子溪 苏和文 苏和文三个小男孩 同时翻了个白眼 又来了 他们为什么一个个 都不关心韩寒 小孩子本来就敏感 还都不理他 简直是冷暴力 委婉心底一酸 韩寒乖 妈妈在哪 妈妈里韩寒 好不好 却不想韩寒抓着碗 把里面的饭菜都掀了 哭闹不休 我不 我不许他跟我一起吃饭 我不要妹妹 这句话 让素宝想起了爸爸汹汹的脸 也是不让素宝吃饭 素宝吓得忍不住敏 这时 素老爷子压抑着怒火 谁教你可以把碗扔在桌上呢 老二 你这孩子怎么教的 不想吃就下去 韩寒看到爷爷这么凶 立马看向妈妈 苏子凌一声不吭 抱起韩寒就想走 谁知道韩寒撒泼打滚 气得他直接拎着韩寒后背的衣服 把他拎起来 朝楼上走去 韩寒立刻哭得更凶 我不要我不要 韩寒急道 苏子凌你干什么 有必要这样对韩寒吗 说完 韩寒就抱着哭道的韩寒 来到房间 这时 韩寒的外婆打视频电话过来 韩寒把事情说了一遍 韩寒外婆在那边气得很 你看 我就说了吧 以前苏家就只有韩寒一个女孩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都会当个公主宠着 现在那小丫头一来 他们就不会再宠韩寒了 闻言 韩寒更加烦躁 妈 可是亲手把后妈推下楼摔流产了 他那些舅舅们包庇他 也是护上天了 明明是他犯错 却硬是让林家破产了 韩寒外婆噼里啪啦一阵说 韩寒皱眉 你在胡说什么呀 韩寒外婆说道 怎么你不信 我把爆料视频发给你自己看吧 我先挂了 不一会 韩寒就收到了一段视频 看着上面的爆料 韩寒只觉得太恶心了 苏家怎么会把这样的小孩接回来 这个三岁半小女孩有多惨 被无良后妈诬陷 又被父亲赶去家门 好不容易被八个舅舅找回 却又被舅母和姐姐欺负 姐姐还抢她裙子 母女俩的对话一点都不避讳 韩寒把所有的话都听了过去 很快到了苏宝生日这天 苏宝穿着一身漂亮的裙子 怀里却抱着一个略显破旧的小兔子 被苏一辰带着下楼了 她的身后跟着苏家挤兄弟 没人看到 这些人身后还站着一个灵魂 即常依靠在楼梯栏杆上 勾成看着苏宝 还好赶上了 众人脸上都是惊叹 这就是苏家的小千金呀 好漂亮的裙子 好精致的小女孩 冷面总裁苏宝一辰 居然亲自牵着她 果然受宠 二楼 韩寒的外婆在一边煽风点火 这不是GYFY加限定团的裙子吗 听说国内就只做了这一件 要不是素宝 这裙子就是咱韩寒的了吧 韩寒站在二楼 看着被众心捧虑的素宝 嘴巴一嘴 转头就说道 妈妈 我也要那件裙子 委婉只觉得难过 韩寒乖 妈妈后面再给你买 韩寒又闹脾气了 我不 我就要那件 外婆都说了 那件本来就该是我的 委婉想把她暂时带回房间 可韩寒却猛地冲下我 委婉焦急到等等韩寒 这边花园里 素宝正开心地将手中一块蛋糕 递给苏格文 哥哥给你 此时遵照自己爸爸的吩咐 坐在素宝身边看小孩 他小小的脸上都是冷冷的表情 有点酷酷的 拨得他老爸真传 看着手中的说 头都没抬一下 我不吃 好吧 你不吃那素宝吃 这时候 耳边又响起那个声音 小书包别管他 快过来 师傅教你一个小本领 忽然一个小小身影 静止朝花园这边冲过来 讨厌鬼 韩寒二话不说 抓住素宝的裙子 把你身上的裙子还给我 素宝被他 拉扯地亮枪了一下 手里的蛋糕 掉到了自己的裙子上 他愣了一下 这是大舅舅送给我的裙子 下一命 韩寒挥舞着小手 一找 就打到了他脸上 是我的 就是我的 韩寒抢我的小五 还抢我的裙子 还打人 素宝顿时生气了 他也扬起小手 甩在韩寒的脸上 韩寒挖的一声大哭起来 你打我 你竟然敢打我 韩寒本想再上去打素宝 素贺文连忙伸手 牵住韩寒的手腕 他看向素宝 第一时间 确认素宝有没有事 素宝摇了摇头说 没事 这边韩寒哭闹的声音 尖锐又有穿透力 正在低声弹笑的大人们 顿时诧异地停了下来 素家的两个小千斤 怎么打起来了 素宝咬着唇 眼底有泪花 却倔强地不哭 是姐姐先打我的 委婉匆匆跑了过来 胡说 姐姐怎么可能打人 素贺文看着这样 不哭不闹的妹妹 不知道怎么的她 直接站出来说道 二婶 就是韩寒先打的人 不信你 问问别人不就知道 韩寒一听哭得更凶 是他先打我 素宝抢我的裙子还打人 素宝是个坏小孩 这时客人开始议论起来 原来素宝身上 穿的是韩寒的裙子 这孩子刚回素家 就抢姐姐的裙子 网上的那些 爆料不会都是真的吧 委婉指着雪儿问道 你来说 是谁先打人的 雪儿因为 刚刚素宝没有分给他蛋糕 居然撒起了谎 是素宝先打韩寒 素贺文偏头 看向雪儿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众人都相信雪儿的话 素小少爷 你别吓雪儿了 他只是说了真话而已 对啊 素宝小姐再这样下去 会被惯坏的 一人声刺起 素宝倔强地咬着臀 眼底有泪花却不哭 我没错是他们撒谎 裙子是大舅舅给我买的 刚刚也是韩寒姐姐先打人 素宝明明没做错 可为什么大人们 总说素宝的错呢 难道大人的世界 跟小孩不一样吗 委婉冲着素宝吼道 够了 明明就是 你先打人 你还要说什么 这时 苏一诚和素老爷子赶到了 苏一诚冷声问道 素宝先打人 这是你亲眼所见吗 素老爷子冷着脸 看向委婉 我相信 素宝不是这样的孩子 是谁说素宝错的 站出来让我看看 素老爷子已经很克制了 没有在外人面前 指责委婉 然而委婉却觉得 老爷子太平心 明明是素宝推了韩寒 却又包庇他 委婉冲动地说道 爸 凡事得讲道理 韩寒平时是娇气了一点 可是他不打人的 素老爷子气得半死 他打不打人 你还不知道吗 委婉眼圈都红了 我知道什么 我只知道 素宝来了之后 你们一个个都针对韩寒 韩寒到底做错什么 这是 苏一诚低声跟身后的管家说 叶书 去拿木布 把院子里的监控投影出来 让大家都看看 委婉顿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还要查监控 他们今天就真的要 逼死韩寒不可吗 这个小女孩 被无良后妈诬陷 被父亲扫地出门 好不容易被八个舅舅找回 却又被舅母和姐姐欺负 还好苏家 有护着自己的几个舅舅 众人看向大屏幕 就见韩寒跑到素宝身边说着 是我的 就是我的 与此同时 一个巴掌拍在素宝的脸上 还真是韩寒小姐先动的手 可是刚才雪儿不是说 是素宝小姐先动手的吗 怎么反过来了 众人又看向雪儿 雪儿仗红了脸 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叫白口莫辩 躲在自己妈妈身后 呜呜地哭 雪儿的妈妈尴尬地笑了下来 小孩子嘛 可能记错了 有人说道 雪儿都多大了 这还能记错 根本就是在故意误导人吧 委婉内心不平衡 大哥你们怎么能这样 韩寒还这么小 他自尊心往哪里放 这心理阴影的多大 苏一辰像是失去耐心了 韩寒 你觉得你这样对吗 你应该对妹妹说什么 韩寒偷偷瞥一眼素宝 我错了 可是刚好视线和素宝对上 韩寒哭得摇头 我不要说 我不要 韩寒一哭 委婉只觉得心疼 你们怎么可以当众批评小孩子 这让孩子怎么受得累 苏子凌立刻阻止 还欲想开口的委婉 你最好闭嘴 否则现在就回去签字 素宝有些羡慕地看向姐姐 韩寒姐姐 其实应该不坏的 她和素宝不一样 有妈妈的宠爱 有妈妈 宠爱的宝宝 应该是幸福快乐的才对 可为什么姐姐总是不快乐呢 素一生摸着韩寒的小脑袋 韩寒 你能不能跟大家说说 你为什么打素宝 韩寒细了细鼻子哽咽地说道 我想要裙子 要是没有妹妹在 那条裙子就是我的 韩寒外婆连忙凳 哎呦喂 你瞧瞧这孩子 想要什么 就跟我们说嘛 不就是一条裙子嘛 素宝喜欢就给素宝了 是我们韩寒不懂事 素一生无语了 什么叫素宝喜欢就给素宝了 是你跟韩寒说 这件裙子是他的 这时 素一成接过助理递过来的文件 他举着手中的文件 这是这件星空裙的定制数据 大家可以看看 完全是按照素宝的身材 身高定制的 韩寒比素宝高 根本穿不上他 所以 星空裙子一开始 就是做给素宝的 韩寒外婆下意识地一慌 委婉却气得咬牙切齿 众人一愣 这才想起这个问题 对啊 韩寒小姐根本穿不上这件裙子 那裙子怎么可能是他的 委婉有点下不了台 说素宝有 而韩寒没有 归根结底 还不是因为你们偏心 韩寒才会闹起来 素一成冷吃一声 翻开定制合同的第二页 素宝定制了星空裙 韩寒当然也有 这一页就是韩寒裙子的数据 众人看向委婉的眼神微微变了 小孩也不懂事 肯定是大人跟他说过什么 他才会以为裙子是自己的吧 有人眼尖瞄了一眼 惊叹道 韩寒小姐的裙子 比素宝小姐还贵了五十万 这就不能说是偏心了 也不知道他妈妈 是怎么教小孩的 委婉只觉得脸上火辣辣 下不来台 素一身走到韩寒面前 温和的说道 韩寒 你现在明白没有 你也有自己的裙子 如果你想要跟素宝一样的 叔叔和大伯 也可以给你定制 韩寒也不哭不闹了 吸着鼻子 我明白了 害羞的朝着素宝道歉 素宝对不起 没关系的韩寒姐姐 这时 素老爷子让素和文 将韩寒妹妹先带回去 然后转头看向委婉 呵斥道 你对我回去好好反省 韩寒外婆又一个劲的挨优位 亲家萧萧气 小婉不是故意的 她就是爱你心切 素老爷子冷笑 都不想你这个亲子 委婉尴尬提了 妈 不要说了 我们走 委婉尔委屈的一边走一边 擦着眼角的泪水 韩寒即便有错 也该有我这个当妈的来管 他们有什么资格 替我管教韩寒 何况素宝不也打了人 说到底 苏家不就是偏心 与此同时 苏家庄园门外 林家夫妇在门外嚷嚷着 保安大哥 你误会了 我们是素宝的父母 来给孩子过生日 保安表示 他们没有邀请韩不能进去 林峰拿出证件给保安看 我真的是素宝爸爸 我叫林峰 委婉压抑着不满 和难以发泄的气馁 这时候 却看到庄园门口有人在那儿 委婉眼神微闪 他就是素宝的亲生父亲林峰 还真是和爆料照片里一模一样 韩寒被害得这么惨 素宝凭什么幸福快乐 今天就该让大家都好好看看 素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小孩 让他们进来了 门卫愣了一下 二夫人 要不还是和老先生说一下吧 委婉咒没 怎么 我的话是不好使了吗 这个小女孩 被无良后妈诬陷 被父亲扫地出门 及时被苏家八个大佬舅舅找回 成为苏家的团宠公主 恢复身份后 扎爹后妈找上门跪求原谅 第一次有这么多给她过生日 素宝不由得开心起来 刚刚闹得不愉快 不知不觉 烟消云散 素老夫人和蔼地说道 素宝来 许个心愿吧 素宝双手交握 闭上眼睛 心底无比虔诚 素宝希望妈妈在天上快快乐乐 还希望素宝可以再见到妈妈 希望外婆身体越来越好 大舅舅的生意兴隆 小家伙在心底 把外公外婆舅舅们都念过了 唯独忘了自己 然后开开心心地睁开眼 素一声抱起素宝 让他吹蜡烛 素宝用力地吸了一口气 腮帮子鼓地跟个河豚似的 呼的一声吹气 周围人都高兴地拍手 纷纷祝贺素宝生日快乐 这时候却想起一个十分突兀的声音 素宝 素宝看到两人的刹那 小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素宝的嘴角不由地明起来 素宝爷子脸色难看 怒喝道 谁让你们进来的 出去 怎料林峰和沐青星扑通一声 双双跪了下来 林峰一脸懊谣 素宝 以前都是爸爸的错 爸爸对你的关心太少了 那天也是因为你小妈肚里的弟弟腰折 爸爸才没控制好 你看 爸爸平时都不打你的 沐青星声音柔柔弱弱 素宝 你回来吧 害死弟弟的事 小妈不怪你 素宝扁了扁嘴 勇敢地为自己争辩 爸爸 你说谎 你以前也会打素宝 你一直都会打素宝 林峰暗自咬牙 我是你爸爸呀 那不是在教育你吗 众人看看苏家人 又看向林峰和沐青星 众人很快弄明白了 原来他们就是网上爆料中 素宝的父亲和后妈 这是故意来气人的吗 明知道小孩生日 还选了这么个时候 另一个人说道 也不能怪他吧 准备出事的孩子被害死 一时没忍住 下手中了点也可以理解 京都的人只听说林峰打了素宝 并不知道当时素宝有多严重 所以他们觉得可以理解 苏银儿性子急躁 咬牙问道 大哥 这种人不扔出去 还等着过年吗 却被苏逸臣抬手一挡 扔出去 那岂不是便宜了他们 原本想过完素宝生日再解决的 没想到两人自己送上门了 他双手插斗地朝沐青星走去 一副王者气息 沐青星 你说是素宝推你 害你流产的事吗 你是不是觉得 事发时林家没有监控 所以可以肆无忌惮 怎么什么都听不懂 这时 小五飞到素宝的胳膊上 苏一臣看了鹦鹉一眼 素宝 带小五过来 素宝听话地抱着小五 小奶团还软萌萌地安慰 小五没事大 大舅舅不吃鸟 苏一臣一对 冷硬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些 小五 把你那天听到的话再说一遍 鹦鹉顿时扑扔翅膀 下一秒 模仿了沐青星的声音和语调 素宝啊 阿姨没有了宝宝 你说 你是不是得负责呀 要是你就这么问起来 你得承认 是你推了阿姨 再帮阿姨说些好话 懂吗 沐青星脸色一僵 这只该死的鸟 既然把我那天的话给记下来了 众人也愣住了 那只鹦鹉的语调语气 怎么跟那沐青星一模一样 它是从美学来的 难道沐青星流产 还另有内幕 这个三岁半小女孩有多惨 发货妈诬陷后 被狠打一顿 谈遭养父抛弃 真相曝光后 八个大老舅舅拿出证据 瞬间打脸养父母 沐青星见众人怀疑的眼神 眼眶一红看向苏益晨 苏先生 你怎能仅凭一只鸟就怀疑我 我拿自己的骨肉去陷害素宝 有什么好处 忍得不错 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 那天发生了什么 你也输一回生二回熟 立刻把优盘里的东西投影出来 只见 视频里站着大肚子的沐青星 以及抱着兔子的素宝 素宝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裙子 离沐青星还有半米的距离 素宝啊 听小妈的话 站好别动 素宝乖巧的N了一声 突然沐青星往后一倒 自己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视频看得很清楚 素宝完全没碰到沐青星 沐青星被震住了 不可能 林家没有监控 这哪里来的视频 林峰看到这个视频 比沐青星还震惊 你不是说是素宝催你的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沐青星百口莫辩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素一辰接过聂书手中的资料 不记得了是吗 他从卷宗里拿出一份材料 丢在林峰的脸上 这是一名医师收钱 帮沐青星假造病例 而被处罚的通告 你的流产早有预谋 手术中两次大出血是假的 怎么样 记起来了吗 沐青星再想洗白 也没得洗了 身子一软 瘫在了地上 林峰他双眼赤红 沐青星 你早就想离开我了是吧 你见我们林家有难 又怕有了孩子 不好整下家 所以才借素宝来把孩子弄掉 沐青星到了这种时候 还死不承认 不是的 风哥我没有 林峰心底十分恼火 可转念一想 这何尝不是自己的机会呢 素宝啊 都是爸爸错啊 爸爸被最信任的人蒙骗了啊 就是因为他这样骗我 我们才有那么多误会 以后爸爸会弥补你的 好吗 苏一辰动动手指 你把素宝打成这样 也算误会 念书又拿出几份文件 投影到目不上 是素宝的抢救病例 上面清晰地写着 呼吸骤停 休克 左肋骨第三 第四 第六 第七肋骨骨折 肛骨骨折 右手手臂骨折 左脚前脚外弯处 组织不可逆动伤 切除左脚小脚趾 及组织腐肉三厘米 紧接着是一段视频 不知道是哪个邻居偷拍的 素宝穿着一件裙子 跪着趴在雪地里 林峰用一根两指粗的木棍 敲打在素宝的身上 短短几行病例报告 却无不招视着 当时素宝被打得有多惨 众人不由地愤怒地看向林峰 这哪里叫教育 简直是往死里打呀 他还被自称爸爸 这么大的雪天 让孩子跪在雪地里 这不是人 是畜生吧 苏义晨示意聂书继续 聂书又放出一张 盖勒公章的通缉令 林氏集团在一年前 查出大宗走私 现在已经查明并取得证据 昨天正式发表通缉令 所以林家根本不是 被苏家报复而破产的 是自取灭亡 这时 众人又议论起来 那网上那些假爆料 也是他们放出来的 这也太恶心了吧 这种人不配活在世上 快报警把他抓走 林峰一拼报警顿时慌了 我就是对苏宝在不好 他也是我生养的 没有我 他能出现在这世上吗 你们苏家这是忘恩负义 苏义晨居高临下 冷冷地看着林峰 苏宝还真不是你生养的 这是DNA检测结果 你不是苏宝的亲生父亲 林峰脑子顿时轰的一声 第一反应是 自己唯一的一条路 也被堵死了 不可能 我既然不是苏宝的亲生父亲 我养了他三年 他就这样对我 穷途末路的林峰把心一横 我要让苏宝跟我一起死 让你们苏家后悔一辈子吧 说完就直接冲着苏宝扑去 哪知道林峰还没冲到苏宝面前 就被苏义晨一抬脚 狠狠地踹了出去 急得警察立刻上前 前驻穆庆星 又将林峰按倒在地上 将手铐上 临上车的林峰后悔不已 要不是穆庆星 我那天怎么可能去打苏宝 又马会沦落到这一步 林峰想着想着 就红了眼 陡然一脚 揣在前面的穆庆星后背上 穆庆星腹不及防 脑袋狠狠撞在了车门上 顿时惨叫一声 她头上很快渗出西瓜汁 软踏踏地倒在地上 竟然被林峰一脚踹死了 穆庆星的鬼魂 慢慢从身体里飘起来 表情茫然 很快反应过来 自己死了 顿时尖叫一声 我就这么被踹死了 不行 我还要去帮个富豪做富豪太太呢 怎么能这么别屈地死 这个三岁半小女孩 被扒的大老舅舅带回家 将无良养父母绳之以法 并让所有人都知道 素宝是他们苏家的小公主 苏老夫人抱着素宝 我们回去吧 所有人都同情地看着素宝 一切真相大白 想到之前的恶意揣夺 他们神色都有些善善的 外婆是心疼素宝吗 没关系的外婆 素宝没事 小奶团露齿一笑 纯智真诚 明明受伤最严重的是她 第一个反过来安慰别人的也是她 苏老夫人眼眶泛红 素宝怀里抱着一只不偶兔子 还腾出一只手 摸摸苏老夫人的头 外婆怎么哭了 外婆别哭哦 素老夫人强忍着泪水 恩了一声 外婆不哭 苏一辰走到素宝面前问道 素宝 你今天难过吗 素宝摇摇头 不难过呀 做错事的是爸爸 又不是素宝 该难过的是爸爸才对了 苏一辰一正 虽然她年纪很小 可她好像什么都懂 苏一辰心底一软 摸了摸素宝的小脑袋 素宝说的对 素宝没错 这个生日宴 他们已经没心情再办下去了 苏一辰举起酒杯 温文尔雅的笑道 各位 今天的生日宴会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赏脸 我再次谢谢大家 从今天起 素宝就姓苏了 叫苏紫苏 我们苏家以后 绝不会让素宝受一点委屈 众人连忙复合 苏先生太客气了 能参加宴会是我们的荣幸 然后陆陆续续离开苏家庄园 往外走时 他们还忍不住低声议论 被苏家八个大佬舅舅罩着 不得不说 素宝小姐真的很令人羡慕 这才是真正的小公主 雪儿揪着自己妈妈的衣服 想到素宝穿着 星空群时的闪耀亮眼 她也羡慕 更多的是眼红 这时候 雪儿妈妈忽然发现 还有一些人没有 然后就听到劳院士 在那边说是 准备收一个小徒弟 听到这话 顿时眼睛亮了起来 劳院士可是权威的国画大师 向来超然事外 绝不会亲密露面 今天居然说要收徒弟 还是小徒弟 要是我家 雪儿能被劳大师看上 我可以挺胸抬头吹上一年 雪儿 劳院士来了 等会你好好表现 雪儿双领一亮 妈妈我明白 雪儿绘画天赋高 作品还被收入进了国画院 劳院士要收徒弟的话 当属雪儿无疑啊 雪儿妈妈牵着雪儿 走到劳院士面前 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劳院士到底是哪个小朋友 这么幸运 能得到您的青睐啊 劳院士笑呵呵 是一个小孩子 用色鲜艳 想象诡诀炫灿 奇异 这是我这几十年来 见到过的最好苗子 雪儿妈妈听得心底狂喜 果然是在说雪儿 劳院士居然还专程跑一趟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雪儿敏感地察觉到妈妈的高兴 心地也高兴起来 就想着在劳院士面前表现一下 劳爷爷您好 我是蓝小儿 我很喜欢您的画作哦 您是我道相 劳院士这才发现 还有个小孩在这儿了 谢谢你啊小朋友 劳院士好高兴 果然是看上了我们 他正要再说什么 就在这时候 苏一身和素宝朝这边走来 劳院士您来了 闻声 劳院士转过头 苏先生 这位小朋友就是素宝吧 素宝点头 走到面前后 扬起小脑袋 脆生生的喊道 老师好 我叫素宝 劳院士一愣 又随即哈哈一笑 好好好 小素宝好呀 你今年几岁了 素宝一顿 小眼神悄悄看了老爷爷 这个老爷爷 脑子好像有点不灵光哦 素宝刚过四岁生日 当然是四岁了 劳院士突然感觉自己 被一个小奶团比试了怎么回事 对对 你看老师都傻了 小素宝笑颜弯 没事的 素宝有时候也会变傻哦 雪儿妈妈和雪儿站在一边 心底越发的嫉妒了 小女孩身份曝光后 不仅有八个大佬舅舅宠上天 还被国画大师抢得收徒 素医生表示 老爷子还在屋里等着劳院士 劳院士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素宝的话 就准备跟着一起去 雪儿一听愣住了 不是要说我当小徒弟吗 雪儿揪着手指 有些焦急说道 劳爷爷那我呢 劳院士诧异看他 你也很乖 爷爷先忙了 于是 劳院士就跟着苏家人走了 雪儿妈妈心底气愤不语 但纵然心底有气 也不得不忍着 苏家人的确厉害 但劳院士是什么人 不是有钱就能请个动态当老师的 雪儿妈妈安慰着雪儿 他们可以坐着等一等 苏家别墅二楼书房 苏老爷子告诉素宝 这是咱们国内绘画里面最厉害的大师哦 快叫老老师 素宝再次乖巧道 老老师好 老头子打心底 喜欢这个乖巧的小孩 素宝 可以跟我说说 你这些话吗 说到话素宝 仿佛小脸上都亮了 素宝点头恩了一声 就十分认真的 开始说自己的奇幻事件 苏依晨见一个老的一个小的 都趴在桌上看着话 老头听得入迷 时不时哈哈一笑 苏依晨脸色不由的缓和 素宝这下 也终于算是有朋友了 虽然是个老朋友 与此同时 另一边 苏子凌质问妻子 林总是你放进来的吧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苏子凌话不多 只有委婉单方面的指责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你做爸爸的 为什么不保护自己女儿 你知道 韩韩有多可怜吗 苏子凌领唇一声不吭 将一张离婚协议书 狠狠地砸在桌子上 最后冷冷丢下几个字 离婚吧 委婉愣愣住了 你说什么 苏子凌却已经转头出去了 委婉间叫着我不同意离婚 绝不会同意 这边 素宝把姥姥师送出门 小家伙很高兴 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 虽然年纪差别很大 不过素宝已经把这个老朋友认下了 外公说的没错 的确是老朋友 素宝挥舞桌上 向老朋友道别 老院士看着眼前的小奶团 也挥了挥手 没想到来一趟 还能收个这么灵气的小徒弟 他心花怒放 老院士坐在车上 还忍不住翻看手机里的照片 是素宝的话 这时路边上站着两个人 老院士下车礼貌地问了一句 请问你们是 老爷爷 我是之前入选了 国画少儿组第一名的蓝雪儿呀 您还记得吧 哪知道老院士 根本不知道蓝雪儿是谁 雪儿顿时一愣 老爷爷怎么会不记得我 您不是来收我做学生的吗 老院士又坐回车上 不好意思 我已经收了徒弟叫素宝 你应该也认识 雪儿还没反应过来 老院士的车已经扬长而去 留下的母女俩一致认为 老院士之所以会收素宝 是因为砸钱了 送走老师傅 素宝回到房间 洗素干净换上睡衣 毛茸茸的粉色睡衣 帽子上戴着两个长长的兔耳朵 将小奶团显得可爱极了 素老夫人慈祥地看着这个几懂事 又令人心疼的含 有什么事的话 记得暗床边的灵 素宝点头 乖巧的和外部说晚安 目送素老夫人出去 这时 季长飘了过来 想到刚刚书房里那个老头 竟把他的小徒弟抢走了 这个女孩惨遭养父母抛弃 及时被八个大佬舅舅找回 不仅宠成小公主 还认了师傅 学会悬门之术 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季长依靠在一边 想到刚刚书房里那个老头 竟把他的小徒弟抢走了 这年头 当师傅还有竞争了 小书包 师傅今天给你开天眼好不好 开天眼后 你就能看到师傅了 法术你知道吧 休一生能丢出一个火球 素宝扭头我才不学 我要跟老朋友老师学画画 这才是小朋友该做的事 季长喝了一声 你觉得小朋友都该做哪些事 素宝爬到床上掰着手指 吃饭睡觉 画画跟小五 所以素宝小朋友 现在该睡觉了 季长嘴角一抽 要不是因为答应了苏景玉 我才不在这球一个小屁孩呢 季长走到床边 乃至素宝直接翻身背对着他 小书包 你忘了在天上 妈妈陪你万卡红花梯时 是这么跟你说的了 他是不是说 要你跟着师傅好好学本领 学了本领后 就能时常见到妈妈了 小素宝眉头皱起 那天陪我玩彩虹滑滑梯的是你 才不是妈妈 妈妈在抱过素宝之后就走了 季长一愣 你怎么知道 师傅笨死了 师傅的大脚丫都露出来了 妈妈的脚脚才没那么大呢 季长无了个大雨 不能吧 我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正在他以为素宝难搞的时候 素宝忽然又问道 不过师傅 学了本领 真的能见到妈妈吗 那当然了 素宝又坐了起来 小身板直直的 小手手抓着被子 神色认真 好吧 那素宝跟师傅学 这个师傅看起来比小五 还笨的样子 就先原谅他吧 季长有些意外 突然说学 他其实还没想好怎么教呢 他想了想 那我先来帮你开天眼 天眼就是人的第三只眼 开了天眼以后 你就能看到许多常人 看不到的东西了 季长嘴里一通胡扯半天 小书包的天眼还在 所以只要打开后 就能看到师傅 文言 素宝连忙拉起被子 将自己裹起来 素宝不要开天眼 素宝才不要长三只眼睛 会变成二郎神 好丑好丑 要是二郎神听到 还不得裂开 天眼不会显现出来的 他隐藏在你的双眼中 所以素宝不用担心 素宝松了一口气 那还行 季长继续说道 来 跟师傅一起默念 气沉丹田 凝神于眼 巴拉巴拉 素宝跟着默念了一遍 然后小素宝 竖然睁开了眼睛 就看到房间里 突然多了一个白色的身影 嘴里问道 师傅 我怎么还是什么 都看不见呀 季长悬浮在半空边掏耳朵 开天也没那么容易的 我见过最有天赋的人 也用了七七四十九天 一边说着 一边把手指凑在鼻子边 嗅了嗅 素宝眨眨眼 问道 师傅 你为什么要闻屎 季长痴笑一声 胡说 师傅哪有 等等 你看见我了 季长震惊了 才念了一遍口诀就成功了 素宝这天赋不是逆天 简直是变态啊 素宝睁大眼睛看了一圈 窗户上还挂着一个阿姨 双目直勾勾地盯着她 于是手指着 师傅 这个阿姨是谁啊 她长得好丑 忌长眼底闪过一丝暗盲 忽然心态 这次还真是收了个不得了的小徒弟 小书包 让师傅看看你能有多少情意 我们把这个丑女鬼收了 女鬼气愤得很 你可以侮辱我的鬼哥 但不能侮辱我的容貌 她尖锐地叫一声 猛扑过来 乖素宝 跟师傅念 蒙着勿扰 一掌山跑 小素宝跟着念 玩儿呢 我就只是路过而已 居然拿我现场教学 也太过分了吧 忌长垂眸看向这个 只学了一遍就会的素宝 心想 这次果然是挖到宝了 她手里突然凭空出现一个 只有指甲盖大小的葫芦 挂在了素宝手腕的红绳上 素宝做得不错 这个魂壶给你 以后你可以用她来帮师傅收鬼了 素宝盯着小葫芦 师傅 为什么要收鬼鬼 忌长没有回答 而是十分敷衍的 让她这个小孩子 别问那么多 素宝撇撇嘴 转头看女鬼 阿姨 你是谁啊 为什么这么丑 女鬼使出吃奶之力 都挣脱不了 生无可恋的说道 我是你二舅舅 以前工地里搬砖的女工 叫你没 这不是做坏事被报应了吗 素宝一愣 你对二舅舅 做了什么坏事 女鬼不知道为啥 嘴里的话仿佛不听使唤 一五一十的说了起来 六年前你二舅妈 说给我两万块钱 让我给你二舅舅的茶里撒点盐 我就照做 然后刚拿到钱 工地楼顶就掉下来一大块板材 把我砸死了 素宝疑惑 为什么要给舅舅的茶家点盐呢 记长眯了眯眼 丑阿姨要睡觉了 小孩子别问那么多 说完把女鬼塞进了小葫芦里 红绳发出一道微弱的红光 很快消失在素宝手腕里 看着手上的小葫芦 素宝冲着里面的女人说了句 丑阿姨晚安 那个小女孩仅有四岁 被八个大老舅舅宠成小公主 不仅认了师父 学会悬门之术 还可以召唤出鬼魂帮他打工 众人一大早起来 就发现素宝被卡在棱杆上 苏子凌连忙说道 我现在就打119 素宝一愣 消防员在他心目中 就像拯救世界的超人 是他的偶像 怎么能让偶像看到自己这样蠢 不服样子呢 他立刻反对 二救者不要打 素宝可以自己出来的 你们等我一下 他深吸一口气 用力一把 小脑袋咚的一声 撞得有点疼 楼下苏家几兄弟 紧张地商议着 如何才能将素宝安全 把小奶袋拔出来 而身后不远处 委婉站在门口冷夜看着 看到苏家其他人反应迅速 一个个都无比关心的神色 心底又不舒服了 不就卡在二楼上 至于这么紧张吗 此时 技常套在栏杆上 悠哉悠哉地 看着卡子的小萝卜头 素宝 你有师父给的红手绳 直接把栏杆掰断不就好了 师父别想骗素宝 素宝怎么可能掰断栏杆呢 你不是是怎么知道 正一片紧张中 无人看见素宝的两只小手 手手抓着栏杆 使出吃奶的劲儿 用力一扒了 铁栏杆顿时一弯 生生被素宝掰弯了 素宝小脑袋一缩 轻轻松松脱困 哇 素宝真的出来了 苏家众人一愣 看着那弯掉的铁栏杆 苏家几兄弟都震惊了 苏一辰面不改色 挡在了素宝前面 把那弯掉的铁栏杆挡住了 维婉脸色狐疑 居然还跟防贼似的防住 不就是个小孩吗 搞得跟谁想看他似的 这件事谁都不要说出去 素宝 以后不要在别人面前 把大力气表现出来 知道吗 素宝懵懵懂懂的点头 突然 苏英尔窜出来 手里拿着一个大钳子 来了来了 素宝不怕 五舅舅来救你了 素宝抬头表示不用了 素宝已经出来了 素英尔见到那弯掉的铁栏杆 人都愣着了 苏一身压低声音 刚刚那时说了 把那铁栏杆都剪了 别让其他人知道 素宝这么厉害 跟五舅舅去工地怎么样 苏洛无奈 素宝你去那里干嘛 工地危险 闲人免禁 素宝不闲 素宝是甜的 大家一愣 果然小孩还是小孩 五舅舅苏盈儿猛汉少女心 素宝最甜 走吧 五舅舅带你飞 小素宝到房间 换上了一件小背带裙 背着一个十分可爱的猫目包 正开开心心的准备下楼 就见维婉上来了 二舅妈早上好 看到素宝跟自己打招呼 维婉恩了一声 素宝小心的偷偷打量 自己这个二舅妈 她忽然发现 二舅妈脸上蒙着黑雾 师父 二舅妈脸上的是什么呀 气场飘在一旁跟她解释 那是死气 你昨晚开过了天影 所以才能看到 只有杀过人 并且在那人死的时候 曾待在死者身边过 才会沾上这样的死气 素宝一听 杀过人顿时吓了一跳 这时 楼下的二舅舅 问她好了没有 要出发咯 因为二舅舅 是一个建筑设计师 平时也喜欢待在工地 所以素宝跟着二舅舅 来到工地 看到正在建的体育场 不由地挖的一声 好漂亮的体育场呀 这是老天爷爷的 超级超级大手表 掉下来散了巴 苏子林一愣 欣喜地看着素宝 这是她设计了好久的 灵感就取决于机械手表 素宝回头问道 这是二舅舅设计的 二舅舅好棒棒 坐在旁边的技场 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来小素宝师父 教你怎么育鬼 他抬手 把葫芦里的女鬼拎出来 手指和中指捏起 迅速在他额头上 画了个鬼符 这个叫打工符 画上后女鬼 给你乖乖打工 一早上就被拉出来的 女鬼表示 你能讲点道理 大白天的叫鬼出来打工 这打的不是工 而是我的命的 一般来说 鬼不能白天出现的 厉鬼可能厉外 但也只能藏在阴暗地带 只有恶鬼能大白天在外面走 像这个丑阿姨就不行 等会车门一开 他就会魂飞魄散 能不能别总说我丑 所以现在师父 来教你一魂术 简单来说 就是把这个丑阿姨 附着到某件物品上 让他能在白天行走 素宝 你先找个东西 最好是轻的 能随风飞的东西 继常说着 下意识地看了鹦鹉一眼 素宝跟着看向小五 嘴里嘀咕 轻的还要能飞的东西 自碎小女孩认了个师父 学会悬门之术 还可以召唤出鬼魂 帮他打工 但是丑阿姨 不能在白天行走 素宝只好找个轻的 能随风飞的东西 来让丑阿姨附在上面 继常下意识地看了鹦鹉一眼 素宝跟着看向小五 女鬼看到他抓住了的东西 等等 你该不会让我附在 装鸟屎的塑料袋上吧 素宝拿着塑料袋抖了抖 丑阿姨别怕 袋子里只有一坨鸟便便 一点都不脏 素宝帮你拿纸巾便便 女鬼嘴角抽搐 有没有搞错 活残的只能混屎袋子了 素子凌以为她说的 丑阿姨是塑料袋 不由地按道一声 孩子就是虫真 继常在一边说道 一魂数有点难 跟开天眼相比难的 不是一个本集 小数包你先试试 在塑料袋上面 继常问能记住吗 素宝歪着头 小脸上都是纠结 他伸出小手 捏着手指数 好多字呀 而且师父还念得好快 继常看他这小样 就忍不住勾唇 没关系 记不住就算了 那字还没说出口 就见女鬼嗖一声 从塑料袋里飞了出来 素宝一脸茫然 奇怪这丑阿姨 怎么飞出来了 哦我知道了 素宝刚刚被反了 继常已经彻底被震住了 我曹 这个小数包 居然一次就成功了 而且反着杯也能成功 这个时候 车子停下 苏子凌说到了我们下车吧 素宝刚下车 一阵风忽然吹来 素宝手里的塑料袋 呼一声就窜了出去 看素宝 好像想抓住袋子的样子 素子凌表示没关系 工地里有保洁阿姨 素宝无辜的捏了捏手指 可是 素宝还没帮丑阿姨 把便便拿出来啊 另一头 维婉和他妈妈正在吃早茶 我们一大早就这苦瓜脸 维婉把素子凌 要跟他离婚的是说了一遍 还说我教不好韩寒 而且 我感觉子凌已经知道 当年我们只是 李梅下药的事了 韩寒外婆拉着维婉站起来 知道了又怎么了 李梅失踪了那么多年 她能查出来什么 妈带你去工地找子凌 于是母女俩就往工地赶去 工地里 维婉忽然看到 空地上有个塑料袋打转 不知道怎么的心肩一跳 维婉心底一阵发毛 忽然看到打转着的塑料袋 突然停下 她有一种被塑料袋盯上的错觉 后脖子嗖嗖发了 忽然不知道 哪里来的一阵风 扑一声呱过 那个塑料袋 朝维婉扑来 砸在了她脸上 鼻息间传来一阵臭味 一坨不知道是什么屎的东西 扑在了她脸上 维婉呼吸一致 喷一声摔倒 眼看就要被一个塑料袋捂死 忽然一只手伸过来 把塑料袋扯了下去 韩寒外婆心底也开始发毛了 母女俩下得脸色煞白 我们快点 维婉汗毛直竖 一口气跑到了苏子凌的办公室 苏子凌正看她的图纸 就见维婉冲了过来 想扑到她怀里 她不由的皱眉 后退两步 维婉本来就做好了 扑进她怀里的准备 苏子凌这一让 她直接扑到了地上 维婉捂住鼻子 狼狈地爬起来 愤恨地说道 苏子凌 你干什么 韩寒外婆连忙上前 哎呦喂 子凌 小婉是你老婆啊 哪有老婆 扑过来去让开的 这种头怀送抱就免了 维婉觉得丢脸急了 正要说什么 忽然看到素宝 说面话的东西 猛地顿住了 维婉背体振振发凉 李梅几年前 就被我砸死了 素宝怎么会知道 她的样子 素宝端端正正地 坐在椅子上 看了看没了 素宝拢起手 小声问道 师傅 二九妈是怎么了 记长摇头 没救了 看到她脸上的鸟屎没有 她被李梅孵过 死气有加重的迹象 素宝立刻又瞥了一眼 没有屎啊 不过有点臭臭的而已 维婉一顿 可恶难道那袋子 真的装过屎 素子凌冷声说 你们没什么事的话 可以走了 别打扰大家工作 两个保镖 不等韩寒外婆说什么 拉着他们就往外走 被拖到外面 维婉烦躁得不行 刚刚素宝那张画像 不仅让她觉得害怕 更不安的是 素宝怎么会知道李梅 所以就让母亲先回去了 工地后面 维婉鬼鬼祟祟的 走到一尊铜像前 查探了一下 看到没有什么异常 才微微松了口气 然而不等她回头 就听到有人 在叫她的名字 维婉下的脸色一白 拔腿就跑 再看这个女人 被一个装着鸟屎的 塑料袋子追着跑 维婉下的那叫 一个魂飞魄散 素宝趴在楼上 茶水间的大玻璃窗前 歪头看着远处 空旷工地跑不去的风扑子 小五 那个人好像二舅妈哦 小五也跟着歪头 二百五 二百五 小素宝纠正 是二舅妈 不是二百五 二舅妈加二舅妈 等于二百五 不对啊 算错的情况下 她也不能等于二百五 小五歪着头 二加二等于五 素宝身后 有两个小姐姐 看到慈景惊呼一声 好可爱 她还跟鹦鹉算数学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我刚从外面回来 怎么我们办公室 就多了一个孩子 是素老师的吧 他们抬手指了指 只见茶水间里面 苏子凌正满头大汗的泡奶粉 此时 她如做实验的科学家似的 仔细看水杯的刻度线 这时候玻璃窗外啪一声 一个塑料袋贴了上来 小素宝一了一声 丑阿姨你回来了 女鬼欲哭无泪 太没人性了 让鬼大白天的去外面打工 把我收进魂湖里去 我要被太阳给晒散了 百无聊来的季长 躺在一边晒着太阳 放心吧 本大人不让你死 你再怎么晒也死不了 素宝却抬头 师傅不要装逼哦 装逼被雷劈的 季长吃笑一声 正要说什么 外面的万里晴空 突然响起一道门 一道细小的闪电 划过蓝天 季长心底突突跳 这么灵验 巧合吧 素宝抬起手臂 小手手压在玻璃上 抓了抓 搜一声 女鬼已经回到魂湖里 这时 苏子凌拿着泡好的奶粉 拿给素宝 素宝结果甜甜地 道了一声谢 虽然他有两个孩子 但很少跟孩子相处 他也承认自己 并不是个好爸爸 这一刻 他忽然有些愧疚 摸了摸素宝的脑袋 闷不吭声地来了一句 素宝 你觉得二舅舅 要跟二舅妈离婚吗 素宝抬头看着他 人为什么要结婚 结婚了又要离婚 真搞不懂大人们 明明一开始 不是选好了吗 为什么最后又不要了呢 苏子凌被问得一时哑然 因为那时候 二舅妈肚子里 怀了你子溪哥哥 所以我们才结婚呢 可惜我后来才知道 当初我是被人下了药 才会神志不清地和委婉 素宝皱眉 觉得更费劲了 那为什么二舅妈肚子里 会有子溪哥哥 二舅舅喜欢二舅妈吗 苏子凌摇摇头 不喜欢吧 他板着一张奶蒙的小脸 一脸严肃的样子 二舅舅又不喜欢二舅妈 又跟他生了子溪哥哥 二舅舅是不是别人所说的渣男 苏子凌张了张嘴 竟无言以对 素宝善解人意的拍了拍苏子凌 没关系的二舅舅 素宝懂 素子凌一脸猛 不是 你懂什么了 他正要说话 这时候苏英尔来了 素宝在这里闷不闷 五舅舅带你去工地玩 苏子凌不同意了 工地这么危险地方 闲人免禁 苏英尔不在意的说道 咱素宝不是闲人 那是小小总监知道不 素宝肯定的点头 没错的 素宝一点都不闲 说完 两人就离开去了工地 忽然素宝指着广场中心的雕塑 五舅舅 那个是什么 刚刚二舅妈 好像就是在这里玩的 苏英尔看了一眼 那是凤凰图团的雕塑 你二舅舅设计的玩意 继常飘在一边对素宝说 那个雕塑里藏的东西 你问五舅舅有没有大锤子 我们破开看看 素宝仰起小脸 就问五舅舅 有没有那种超级超级大锤子 可不可以给素宝看看 不是五舅舅跟你吹 要说全国工具最全的是谁 绝对是你五舅舅 五舅舅有四千把锤子不同样 继常见素宝半天没回来 就问他们在干嘛 素宝头也没回来说的 看个锤子呀 继常飘过去指点小素宝 小书包 拿那个把这铜像锤了 苏英尔看素宝摸着大锤子 素宝喜欢这个吗 这是中宫拆枪锤 可厉害了 素宝跃跃欲试 五舅舅 借你锤子用一下哦 苏英尔一时忘了 那天他掰弯铁栏杠的事 第一反应就是他拿不起来的 然而就听小奶团黑了一声 猛地抡起大锤子 轰的一声砸在了雕塑上 小奶团一边抡 嘴里一边喊着 八十 八十 只听里面哗啦一声 不知道什么东西掉了 仰起一阵粉尘 看得素宝顿顿时目瞪口呆 这个四岁小女孩 拎起大锤子 居然砸起了雕塑 带里面灰尘散去 没想到里面筋线一双断手白骨 白骨手掌成握着的姿势 手里面还握着一包 被牛皮纸包着的东西 苏子凌立刻抱住素宝捂住他眼睛 苏英尔立马让二哥 把素宝先送回去 素宝说到我不回话还没说完 素宝乖 这里不是小孩子能停留的地方 回去跟外婆在家玩 二舅舅和五舅舅处理点事情 记住了 要是警察叔叔问起 你就说 刚刚那雕塑 是五舅舅一时失手砸坏的 素宝疑惑 是这样吗 警察叔叔又不是坏人 为什么要骗警察叔叔呢 素子凌一时哑然 接着说 你听二舅舅的就是了 素宝点了点头好吧 素宝回到家 就小声地询问师傅 我们为什么要骗警察叔叔呀 警察叔叔又不是坏人 记长盘悬在半空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翻看 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警察叔叔不是坏人 暂不排除有坏人打听到 你想想 别人要是知道 你力气那么大 把你切片研究怎么办 文言 素宝惊恐地看着外婆手中的苹果 顿时连连摆手 素宝才不要切片 素老夫人刚拿着削好的苹果过来 结果就听素宝说 不要切片 他呜了一声 不切片不切片 直接整个吃吧 直到素老夫人把苹果递过来 他才明白 原来外婆说的是苹果 记长见小家伙猛逼的样子 不由地勾了勾唇 他抬手把女鬼 从魂湖里抓了出来 问她的手为什么在那 女鬼悠怨着说 那天被砸死的时候 手砸断了 可惜还没来得及花泥 就是因为没有这支手 我怕没全尸投不了好胎 这些年才一直在外面飘着 记长翻看着一个本子 继续问她 那你知不知道 维婉让你投给苏子林的那包盐 并不是盐 女鬼默然隐隐约约猜到 维婉大概是想趁药效期间 怀上苏子林的孩子 好顺理成章地嫁入苏家吧 记长冷笑一声 善啊 终有报 就是因为你做这种 媚着良心的事 才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 不过你放心 等警察在包前的油纸上面 提取到维婉的指纹 那维婉就完了 一旁 素宝正在专心致志地吃苹果 苏老夫人乐呵呵地 让素宝慢点吃 外婆去厨房给你拿芙蓉蛋羹 素宝乖巧地道了声 谢谢外婆 客厅里没了大人 素宝忽然歪头 把苹果喝塞进小五嘴巴里 给你吃个大屁 小五甩着头 把苹果喝甩掉在地上 嘎嘎叫着 臭不可闻 臭不可闻 正笑的时候 忽然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 一个女孩子 动不动就说什么屁股 让别人听到会怎么想 维婉刚从外面回来 心底正不痛快 眼底满是厌恶 就是因为这小东西 我和子玲的关系 才会突然恶化到这种地步 素宝脸上的笑容收敛 叫了生二舅妈 维婉皱眉 别叫我二舅妈 我们家有你这样的小孩 真是倒霉 素宝不由得想起 奶奶经常说的话 说我是扫把心灾心 见到我就倒霉 人倒霉是因为他影子歪 所以才会倒霉 不关素宝的事 以前每次爷爷奶奶 或者爸爸倒霉的时候 他们的影子就是歪的 维婉一听 顿时恼火起来 跟长辈怎么说话呢 我跟你讲道理 你就给我好好听着 现在教育你 还不是为你好 素宝却说 二舅妈只是为自己好 还不是为素宝好 维婉恼火了 他居然还敢顶嘴 忽然想到 今天是十号老夫人 和老爷子在疗养院 那岂不是教训他的好机会 于是他朝着素宝走去 素宝你过来 素宝摇头惊恐地 看着二舅妈 被死骑带住的人 素宝跟小五把腿坐跑 维婉一愣 看他居然还敢跑 在后面怒斥道 给我站住 素宝一边跑一边说 谁站住了 谁才是傻呢 另一边厨房里 苏老夫人把蛋羹拿下来 庸人无妈正说着 老夫人 这些事让我做就行了 苏老夫人摇头 素宝好不容易回来 我要亲自给他做 这时候 却见一个小小的身影冲进来 外婆在后面追着 维婉拉长了声音 素宝 你逃不掉了 火有点阴森森的味道 苏老夫人的脸色顿时异了 维婉刚跨进厨房 结果 就看到苏老夫人 一脸寒意地盯着自己 终于看这个四岁小女孩 看着姐姐哭闹 不但不安慰 还让姐姐继续加油 这个盆哭不满的话 明天还可以起来继续哭哦 维婉表情有些慌乱 妈你怎么在 没想到我会在 是趁着我不在 就想欺负素宝吗 维婉连忙解释 是素宝乱扔苹果盒的 所以就教育了一下她 没想到她不听她 还顶撞着背 这才一路追了过来 素宝连忙辩解 我才没有顶撞涨废 苏老夫人 把手里的隔热手套摘下 狠狠地丢在了维婉脸上 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欺负素宝 都欺负到我这里来了 给我滚出去 还有从今天起 我们苏家没有你这种的媳妇 维婉双眼一红 咬牙切齿说 你们就宠着她吧 总有一天要宠坏 说完一扭头 气呼呼地离开 小东西明知道 苏老夫人在厨房里 故意惹了我 就往厨房跑 小小年纪心机这么深 苏老夫人看着维婉的背影 心底也气得不行 什么东西 自己孩子不交好 还有脸来教育素宝 素宝抬手 拍着苏老夫人的水杯 外婆不生气 这时 庄园里传来韩寒的哭闹声 苏老夫人让苏宝先吃 自己先去看看 此时维婉正在哄韩寒 回来的维婉 越想越觉得不安 生怕苏老夫人 真的一怒之下 把她赶出门 于是就跟韩寒说 让她去帮奶奶捶吹背 让她消消气 要是奶奶真赶妈妈走 韩寒就没人疼了 就在这时 吴妈推着老夫人 来到了韩寒的房间 苏老夫人冷眼看了韩寒一眼 或许也还气在头上 也可能是韩寒一次两次 总是用哭闹解决问题 她烦了 吴妈 拿个盆子给她 让她使劲哭 眼泪不把盆子揭满 就不许停下 韩寒吓得一抖 原本已经开始觉得害怕 不敢哭了 但却听自己妈妈维护自己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把韩寒吓到了 于是韩寒又是挖一声哭了起来 苏老夫人冷脸 别喊我妈 滚出去 也没给她时间思考 直接叫人把东西都拖出来 韩寒惊呆了 保镖连忙抓住她往外面拖 韩寒被赶出去后 韩寒早就被吓得停止哭泣 苏老夫人的脾气却上来了 你不是爱哭吗 继续哭 今天不把这个盆子哭满不许停 你怯我也怯 我还不信 治不了你这爱哭的毛病 韩寒是真的吓到了 果然又挖一声大哭 小家伙端着脸盆 一个劲地掉眼泪 那眼泪珠子不值钱 似的噼里啪啦掉进盆子里 她一边哭一边夜更抱 奶奶 我实在哭不出一盆了 我好渴 我想喝水 吴妈在一旁忍不住小笑 小小姐喝杯水缓缓 一旁的苏老夫人哼了一声 行了吴妈 别太惯着她 让她自己好好反省一下 韩寒眼眶红红的 明明以前只要我一哭 妈妈就会满足她所有要求 现在妈妈被赶走了 奶奶也不理我 原来哭也不是那么有用 正在最无助的时候 忽然一个小小的人影靠过来 素宝把一根棒棒糖递给她 姐姐给你 韩寒吸着鼻子 把脸一扭 我不要你的糖 素宝立刻把棒棒糖收到口袋里 好吧 那就不给你了 素宝好奇问韩寒姐姐 你的盆子还差好多 万一不装满外婆 不给你吃饭怎么办 要不你再多哭一点吧 韩寒顿时嘴巴一扁 眼泪又掉了下 于是韩寒一边哭一边说道 那你帮我举好 别让我的眼泪掉地上 两个小家伙急得满头大喊 怎么办 我好像哭不出来了 素宝立刻把桌面上的水杯拿起来 姐姐再多喝点水 眼睛里有水就能哭出来了 于是韩寒灌了一杯水 喝完缓给自己加油 好了 来吧 素一辰带着两个儿子回来 就看到客厅里 一边哭一边打嗑的韩寒 以及举着盆帮韩寒装眼泪的素宝 素宝嘴里还喊着姐姐加油 于是三个人满头问号 你们在做什么 素宝扭头飞快地向大舅舅解释 外婆让韩寒姐姐把盆子哭满 不哭满不许停 我们正在努力呢 韩寒可怜兮兮地看向苏一辰 大伯 我实在哭不出来了 你能不能跟奶奶说换一个小一点的盆 不对 盆子不行 要不跟奶奶说换成杯子好吗 苏和温的数学比较好 他手插着都走到韩寒面前 一个脸盆装满水 大约十升 一天哭一次也得要两千天 不算上蒸发的量 你连续哭五年都哭不满 那怎么办 我现在都哭不出眼泪了 素宝想了想 嘀嘀咕咕的安慰 姐姐别急 明天起来再努力吧 哭五年 好像也不是很久的 苏和温和苏和温皆是无语 只觉得两个妹妹 有点蠢蠢的 这个小女孩 从三岁觉醒后 不仅开了天眼 还跟着师傅学会了悬门之术 韩寒狼狈地拉着行李箱 来到妈家 韩寒外婆诧异地看韩寒 问她这是干什么 于是韩寒将素老太太 将她赶出家门 那是说了一遍 韩寒外婆一听 顿时气得不行 什么人啊这是 这样插手儿子儿媳的家务事 简直就是个嚼屎棍 片刻后 韩寒又冷静了下来 可现在子凌正闹着离婚 万一我真就这么被赶出家门 这些年的努力 不就白费了吗 要不晚些 我还是去求求她 为了孩子忍气吞声 我也认了 韩寒外婆却双眼瞪向她 求她干什么 一直以来 就是你太好说话了 才会被欺负 你该等着他们来求你 韩寒有些迟疑 求我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韩寒离开了你这当妈的 肯定会大闹起来 到时候 自家哪里搞得定 你等着吧 不出两天 他们绝对求你回去 等他们发现 没你不行之后 看他们还敢不敢 再让你离婚 韩寒拿不定主意 可又觉得 妈妈说的也有道路 于是便放下了心 晚上 没有了妈妈在身边 韩寒的确红了眼眶 不过她一想起 怎么哭都装不美的 也不敢再大哭大闹 吴妈觉得 她可怜 就让她快点睡觉 明天起来就好了 韩寒忽然转过身 抓起一个枕头 狠狠地砸在吴妈脸上 你又不是我妈妈 我才不要你呢 你出去 于是吴妈也只好离开 刚出门 就见苏老夫人在外面 旁边站着穿睡衣的素宝 苏老夫人看吴妈出来 就问她 韩寒是不是还在发明前 吴妈回老夫人的话 好很多了 你也别生气 小孩子嘛 苏老夫人哼了一声 就因为是小孩子才要管 一脸认真地问韩寒姐姐 你一个人怕不怕呀 晚上有鬼哦 要不素宝陪你吧 韩寒吓得瞬间瞪大了双眼 你怎么能这样 吓我 你这坏小孩 我不要你陪 你走 只听喷一声 韩寒把玩具熊扔出去 砸在了门上 素宝无辜地眨眨眼 我说的是真的呀 真的有鬼的 苏老夫人见状 摸了摸素宝的头 让她回去休息 别理韩寒了 于是素宝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趴在床上 既常飘到素宝面前 师父 素宝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 已经懂得很多事情了 人怎么可能会劈火球呢 看素宝不相信 于是既常继续说 开天眼就算了 也不乏天赋一笔 本身天眼就没关上了 但是法术不一样 这个需要对理论进行实践 有些倒是穷极一辈子 都劈不出一个火星 只能用俘虏点点火 你不信也正常了 我看小数宝肯定也是不行的了 而素宝知道 师父你是在用鸡匠的 素宝才不吃这一套 听完这话 既常整个人都骂了 这小孩明明就是个四岁小孩 怎么就这么难搞定 谁知素宝嫌他说太多 还不如直接变出一个火球出来 变出来素宝不就信了吗 既常嘴角抽了抽 表示自己虽然很厉害 但也是个阿飘 此刻素宝是明白了 也就是说 师父也不行 既常俯额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师父不行 我是怕吓到你知道吧 万一威力太大把你头发都烧没了 变成小光头怎么办 眼看素宝还要问 既常连忙打断的 好了好了 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 师父给你念一遍 你想学就学 不学拉倒来给我念 既常胡扯一碰 随后就问素宝学会了吗 素宝无了个大语 师父敢不敢念得再慢一点点 这个小萌娃三岁半拜师 不仅开了天眼 还学会了悬门之术 古人说教会了徒弟 恶色师父 素宝觉得 这话说的就是眼前这位 于是萌娃不满地说 师父你敢不敢念得再慢 这边 韩寒从小就没离开过妈妈 这回妈妈不在身边 正抱着被子偷偷地哭 一边哭 还一边下意识地摸了一把 发现有眼泪 却想起来拿杯子装 忽然一个白色影子飘过 韩寒吓得立刻看过去 刚刚那是什么 难道真的有鬼 突然面前多出一个白色的影子 举着手 眼看着朝他冲去 韩寒被吓得挖的一声哭喊 就在这时 房门忽然被打开 素宝的声音响起 韩寒也不知道他在叫什么 只见一个火球呼的一声 从素宝的水上飞过来 撞在了那个白影身上 紧接着一声淒厉的惨叫声响起 就见白影帮忙朝外面飞去 这时继常告诉素宝 这是一只恶鬼 原来鬼魂也是分等级的 那种只能在人间游荡 什么都干不了的 叫游魂野鬼 而带着怨恨非正常死亡的鬼 叫利鬼 利鬼很凶杀 有时能主动让人看到 还会对人索命 利鬼之上就是恶鬼 恶鬼是非正常惨死的鬼 中最凶恶的一种 带着强烈的执念 恶鬼有很多种 都是由人的爱恨贪嗔痴 凝结而成 比如爱哭鬼 胆小鬼 小妻鬼 文言 素宝似乎明白了 因为韩韩姐姐爱哭 所以她引来了一个爱哭鬼 既常赞许地看向素宝 接着说到 极其爱哭的人 容易招来爱哭鬼 边上的韩韩脑子嗡嗡的 完全下猛了 站起来哆哆嗦嗦地 朝素宝走去 下一秒扑在素宝身上 哇一声哭了起来 好了 韩韩姐姐别怕 素宝已经把鬼赶走了 忽然她像是想起什么 连忙让韩韩姐姐先别哭 素宝帮你拿水杯来 这么多眼泪 一定要接住 不能浪费了 于是韩韩强忍着 不让泪水流下来 你快点哦 素宝登登登地跑过去 拿了水杯 结果杯子 递到面前的时候 就掉下去两滴眼泪 两个门蛙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素宝迟一道 要不你再用力哭一哭 韩韩嘴巴一点 趁着自己还有情绪 一个劲地用力哭 最后素宝困了 先爬到了床上 姐姐 我们到床上躺着哭吧 这样不费劲 说不定就能哭出来了 一旁的技场嘴角抽搐 无语地探出一口气 第二天 素老夫人控制着电动轮椅 到素宝房间外轻轻敲门 素宝 起床了吗 外公正等着你起床哗哗 素老夫人轻轻推开门 忽然脸色一变 此时房间里空无一人 她惊慌失措地喊着 快来人 素宝不见了 正在迷糊瞌睡的 小五叔的伸长脖子 不嫌乱地嘎嘎乱叫 偷小孩 有人偷小孩 忽然听到素老夫人的大叫 素一臣连忙问怎么回事 素老夫人控制着轮椅 一脸焦急 素宝不见了 英武说 有人偷小孩 素一臣立刻吩咐聂书去掉监控 又让一旁的吴妈问一下早起的拥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吩咐完之后 立刻拿出手机 准备打 这时候身后一个软软的声音响起 大舅舅 你们在找什么呀 素宝一手抱着不偶兔子 一手揉着眼睛 打了个哈欠 众人一脸猛 素宝怎么跑到寒寒房间里去了 而且 寒寒居然起这么早 还没有闹起床气 等两个孩子吃过早饭 就来了书房 素宝正带着寒寒画画 素宝递给寒寒一张白纸 寒寒扭头哼了一声 我才不要你的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但还是接了不论 素宝奇怪 你不是不要吗 而寒寒嘴硬说我这张纸不够白 勉强用你的吧 不一会 素老爷走过来 问他们今天画了什么 有一边拿着手机 给老院士发视频 素宝拿过自己和解决的画的问老朋友 这时 我和解决画的画 您看得清楚吗 你们俩画的都不错 不介意我发出去吧 素宝扭头看寒寒 见他也同意 我们不介意哦 于是素宝拿着画 让老院士自己拍 边上的寒寒 眼睛里的光越来越亮 原来 被夸奖的感觉是这样的 以前除了妈妈 没有人夸奖过我 妈妈总说素宝是小坏蛋 可现在我却觉得 妈妈好像说的不对嘛 女孩 因为素宝不跟他玩 于是就想拉着寒寒 一起孤立他 被赶出苏家的委婉 终于按捺不住 回到苏家庄园 可惜门都没进 又被赶了出去 从幼儿园那边打听到 寒寒今天没上幼儿园后 就一直在苏家庄园外转眼 忽然委婉 透过这铁栏杆 远远看到了寒寒 发现他竟然跟素宝在一起玩 心底顿时不舒 这么好的孩子 跟素宝混一起 还不得被带坏了 于是他大声地喊着寒寒 妈妈来看你 寒寒正和素宝抓鱼 突然听到妈妈的声音 便扭头 我好像听到了妈妈在叫我 素宝立刻捂住他耳朵 不 你没听见 素宝看了眼铁栏杆外面的维婉 觉得二舅妈的死期越来越重 所以不能让寒寒姐姐过去 于是就拉着寒寒的手 快走 后面大怪兽 寒寒一听 顿时想起了昨晚上的桃源 当即头也不回 跑得比素宝还快 搜一声桃源 与此同时 嘴上还嚷嚷着 我才不要被大怪兽抓到 维婉听到这话快要气死了 果然是素宝这个小白脸 把寒寒给带歪了 吃晚饭的时候 素老爷子 怕素宝整天在家呆的闷 就建议明天去公园露营 素宝疑惑地问 露营是什么呀 素老爷子笑着与他解释 露营就是去到野外住 素宝更奇怪了 明明咱有家 为什么不住家里 听到这话的苏紫熙 失笑一声 比仪地看向素宝 真是个香巴佬 素老爷子脸色一板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给我过来 素紫熙立即做了个鬼脸 太上黄发话了 快跑 素老爷子有点头疼 老两家的这两个孩子 没有一个是好搞的 另一头 时刻关注劳院士账号的雪儿妈 发现劳院士发微博了 不仅晒了素宝的话 还晒了韩寒的话 什么东西 苏家也够让人无语了 花钱捧素宝还不行 现在连带韩寒也一起推上去 就硬捧呗 雪儿妈愤愤不平 这个位置本来应该是 我家雪儿的才对 雪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问妈妈 是不是因为雪儿那天 说了素宝坏话 她对那天说谎 被当众拆穿的是耿耿怀 雪儿妈安慰她 让她别想太多 就上兴去办了 爸妈带你去露营散散心 别去想那些事了 雪儿脸色一喜 总算变得开心了 次日 苏老夫人看了一圈 不由得轻叹 要不是素宝回来 苏家或许永远都没办法这么团人吧 忽然素宝跑到他身边 将手里的一朵花送给他 还说这是许愿花哦 另一边 苏盈尔和苏子凌正在拉帐筒打桩 桩子插进地里一段之后 就难以压下去了 苏盈尔摸着后脑勺 我的锤子呢 却见素宝举着工具箱跑过来 五舅舅 锤子在这里 苏子凌无语 露营还带一箱锤子的 你是第一个 素宝看着一排的锤子双眼发亮 怎么样素宝 五舅的锤子是不是都很微水 素宝猛的点头 炒鸡微水哦 苏盈尔更高兴了 素宝喜不喜欢 素宝也学着五舅舅炒鸡喜欢 不远处的苏益身 嘴角一抽 觉得自己乃萌可爱的小外生语被带歪了 一个女娃娃 竟喜欢锤子 素宝问二舅舅要捶哪里 素宝来帮你 老时又梦葫芦的苏子凌 下意识就指着这 要把庄子捶下去 于是随着小奶团子一声声 八十 八十 帐篷四个脚的庄子都被捶拾了 突然 一辆车子在苏家 选择露营地点前停了下来 雪儿霸一下车 惊喜地发现苏益尘已在 连忙伸出手 苏总 你们也在啊 雪儿妈妈觉得 这是个亲近苏家的好机会 于是对着女儿说 就在这露营了 雪儿仰起脸 一脸纯挚 我也想和素宝一起玩 突然苏一辰冷淡地撂下一句 我们人多 这里没位置了 意思就是你们别来了 雪儿爸有些尴尬 他看向不远处的另一块空地 没关系 我们在那边 反正都在这附近 过来也方便 雪儿装作看不出大人神色的样子 走到素宝面前 问你在玩什么呀 走姐姐带你去和文哥哥那边玩 素宝觉得 他的假笑跟后妈很像 于是就说 我才不要跟你玩 说爸立刻抱着工具箱转身走了 雪儿脸色一僵 我都没跟素宝计较 被抢名额的事呢 他怎么能这样 雪儿觉得 韩寒不喜欢素宝 那他就把韩寒拉过来 一起孤立素宝 看他怎么办 哪知道韩寒也是一脸比 谁要跟你玩 你算老几 说完就朝着素宝跑去 连在两个人面前碰壁的雪儿 只好走到河边 揉了揉眼睛 委屈地问和文哥哥 雪儿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素宝和韩寒都不跟雪儿玩 哪只素和文让他回去哭 别来烦他 他站起身离开 走的方向 正好是素宝所在的方向 雪儿咬唇 更觉得委屈和不公平 为什么他们都去找素宝玩 不跟我玩呢 就在这时 他听到身后 有人在叫他 这个女人 只因婆家不让他带走女儿 他就恶毒地 拉着女儿做不好的事情 让婆家人后悔 委婉把雪儿骗过去 说自己和素奶奶吵架了 让他帮忙 把韩寒叫过来一下 并嘱咐他 一定要悄悄的 雪儿在素宝生日会那天 他妈妈跟他说过 要讨好委婉案 所以他连忙答应 便跑到韩寒面前 悄悄跟他说了两句话 韩寒就疑惑看去 果然看到自己妈妈 在树林后冲他招手 韩寒从小跟着委婉 毕竟还是想他的 于是就跑过去一下 扑到委婉怀里 喊了一声妈妈 委婉眼眶红了 我可怜的孩子 两天没见到妈妈了 肯定很想他吧 韩寒这两天 有没有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韩寒摇了摇头 爷爷奶奶说 吃饭时间要好好吃饭 过了吃饭时间 就不给吃了 委婉忍不住抱怨 你爷奶奶也太狠心了 韩寒我们走 妈妈带你回外搏家去 韩寒迟疑了一下 回头看了看 妈妈我不走 我想在这里玩 没想到以前很黏妈妈的韩寒 现在居然不肯走 委婉的脸一下子就难看了 他们都这样对韩寒了 韩寒还是舍不得走 于是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 对着韩寒说 你难道不要妈妈了吗 这句话 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 是极具杀伤力 没想到韩寒却挣脱了 委婉的手 我就要在这里玩 为什么每次妈妈 都不让韩寒自己选择呢 还好了两天的韩寒 顿时又哭闹了起来 就在这时 苏家众人纹身而来 苏子凌冷冷地对着委婉好道 你闹够没有 委婉就被发现了 索性就不藏了 我怎么啊 我作为孩子的母亲 难道还不能来看待孩子吗 委婉牵着韩寒的手 你不是想要在这里玩吗 那妈妈就陪你 韩寒想挣脱都挣脱不开 于是说 我不要我要跟素宝玩 委婉心底恼火 素宝这种有心机的孩子 一回来就破坏爸妈的感情 你还跟他玩 他只会把你带完 还有你爷爷奶奶 不给你吃饭 这属于虐待小孩 等你长大了 千万别理他们 你记住了 只有妈妈是永远爱你 永远对你好的人 你长大了 只能对妈妈好 韩寒被委婉咬牙切齿的声音 吓得哇哇哭 这时候 他另一只手被抓住 苏子凌索性直接抢人 韩寒顿时觉得 自己要被撕开了 委婉嘴上说着放开 韩寒都疼了 却更拼命地拉着韩寒 反而是苏子凌放开了手 突然他的电话响起 他看得来电号码一眼 接起电话 请问是苏子凌先生吗 我们这边是 不知道电话里说了什么 委婉心底咯噔一声 一种不好的预感 苏子凌紧紧盯着委婉 十分冷漠 对着电话那边 说你们现在过来吧 素宝眼底 都是警惕和疑惑 二舅妈身上 怎么突然多了好多黑气 记长在一边解释 你还能看到这个 没想到 今天明明不是他们的死期 却又自行杀戒 素宝小脸上都是困惑 什么叫自行 就是这意思 即委婉听到阿瑟要来 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暴露 所以想让你们为此后悔吧 素宝连忙看向委婉 二舅妈要带着韩寒姐姐自己 这话一出 委婉脸色一变 没想到自己的目的 竟然被素宝拆穿了 他当即抱起韩寒 朝湖边冲去 苏老夫人心底一惊 快拦住他 然而苏家几胸的 知道了他的预谋 反应更快把他拦了下来 委婉的手放在韩寒脖子上 不要过来 六年前的事早就过去了 你们为什么要纠缠着不放 我就是想做苏家二夫人而已 我做错什么了 这时候 恰巧有一辆车开着 委婉一狠心 抱着韩寒 就朝那辆车冲去 苏子林心底一紧 小女孩用玩具 过家家的小铲子 扔在女人的头上 就将那女人 直接砸倒在了地上 还流出许多的西瓜汁 小女孩却说 自己只是用了一点点力气而已 眼看即将被迎面来的汽车撞上 突然 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 一个小小的锅铲 砸在维婉头上 把他砸的一个亮枪 就直接摔在了地上 维婉微微颤颤地捂着头 疼得直哆嗦 苏子林迅速上前 把韩寒抱了过来 苏宝抓住自己的小手手 有些不安的 对着大舅舅道歉 苏宝好像太用力了一点点 明明答应过大舅舅 不能在别人面前展现大力气 苏宝成看素宝不安的小脸 摸了摸他的脑袋安慰他 这时 远处传来 卫乌卫乌的谋底声 几个阿瑟 下车直奔维婉来 一脸冷肃地拿出代表证 维婉 你涉嫌六年前杀害你 证据确凿 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代表 维婉心底一惊 六年前的事找不出证据 如今更不可能找出证据 阿瑟又拿出一份文件 我们在油皮纸上 发现了你的手指指纹 而且牛皮纸里包着钱 我们对纸币上的序列号 进行侦查后发现 是你六年前在临线取出的 先是买凶给苏子凌先生投毒 之后又杀人灭口 证据确凿 带走 维婉心都凉了 都这么久远了 怎么还能查得到 被带上车的维婉 还不死心地 他在玻璃窗户上大喊 祈求着苏子凌 说寒寒还小 他不能没有我这个妈妈啊 车外 阿瑟问维婉后脑巢的伤势 怎么来的 苏一辰伸出手 指着一旁的苏子凌 刚刚起争执 委婉要带孩子自杀 老二情急之下砸的 这话一出 苏子凌一愣 随后连连点头 是我砸的 阿瑟一边记录一边问 用什么砸的 你们也别紧张 我就是记录一下 苏子凌闷不吭声地 捡起地上的锅铲 阿瑟一看 整个人都傻了 你确定 这小玩具能把人砸成那样 苏子凌斩钉截腿 说我确定 最后 做完笔录的阿瑟 带着小锅铲走了 苏宝敏唇 呆呆地看着走远的几车 苏宝的小锅铲 被抓去坐牢了 对不起 小铲铲 苏宝不是故意抛弃他 记长飘在一边 顺着他的视线 瞥了一眼 一把小锅铲而已 就算人家不拿走 也脏了 看着小奶团脸上的暗然 苏家人以为他难过了 毕竟当着孩子的面抓人 的确对孩子影响不好 刚刚寒寒就被带到一边去了 苏老夫人心疼的 问苏宝没事吧 苏宝摇摇头说 没关系大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而苏子凌失笑 不会再有新的了 这辈子 他都不会找第二个 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 苏月飞温柔地 摸了摸苏宝的脑袋 苏宝别想那么多 走吧 三舅舅带你吃东西去 文言 苏宝仰起小脸 问什么都可以吗 烤肉肉也可以吗 苏子凌推着轮椅过来 老夫人关心苏宝 就让他吃一串就可以了 烧烤热气 不能吃太多 苏宝小脸一垮 依依不舍得 看了旁边的烤肉一眼 跟烤串们依依道别 苏月飞却说 你就让他多吃点 上火了还有老八呢 小五一听到老八 立刻又摇头晃了嘎嘎叫 老八老八屁股开花 正走向河边走的苏一身 顿时一个猎起 他无语地瞪了鹦鹉一眼 就在这时 雪儿拿着草莓蛋糕 问苏宝要不要一起吃 他笑得很甜了 这世上没有哪个小朋友 能抗拒草莓蛋糕 更没有雪儿 收服不了的人 然而苏宝 却扭头说我不要 苏宝要留着肚子 吃三就着的烤肉肉 雪儿顿时觉得下不来台 一脸委屈地问苏宝 是不是不喜欢他 苏宝认真的 看着雪儿用力点头 对啊 上次他不是说过了吗 为啥他记不住呢 雪儿没被人 这样直白地拒绝了 立刻就跑了 嘴上还喊着 苏宝是个坏小孩 你欺负我 然而大家都没注意到 不远处的小树林里 树影轻轻晃动了一下 一个黑影在草地上蠕动 一台眸 满脸都是西瓜枝 他伸出手 朝苏家人所在的方向 抓了抓 黑子的手背上 布满横七竖八的血路 跟个鬼鹰似的 三岁半小女孩 被爸爸哄骗丢弃在路边 其实小女孩心里清楚 在爸爸转身就走的那一刻 小女孩就知道自己被抛弃了 继常终于逮到机会 漂浮在一边 小树包 上课了 素宝一听 连忙说 师父好啰嗦 每次一有空 就要给素宝上课 还光说些素宝听不懂的东西 然而继常依旧在他耳边念稿 现在听不懂没关系 以后用起来 你自然就明白了 今天师父给你讲玄门武术 也就是山 一 命 五 像 山指的是入山修道 包括炼丹 符咒 绿术 裁兵布阵等等 依旧很好理解了 传统中医 紫薇种术 神佛都属于一的范畴 小素宝的耳朵 顿时竖了起来 神佛 那素宝还要学跳大神吗 素宝才不要学 会被人抓走的 继常无语的看着面前的小奶团子 你跟谁学的 还知道跳大神 原来是以前林峰带素宝出门时 见过一个神经病 他就是说自己是神婆 在跳大神 最后被抓走 文言继常表示 他那样的确容易被抓 但真正高级的秘书 往往只需要简单的动动手指 总之 你只需要知道 学好后 能治好你外婆的病就行了 素宝当即端坐好 乖乖巧巧的像一个学生 素宝要学这个 素宝要求外婆 看到开始认真听课的乖宝宝 继常嘴角滑过一抹得逞的笑意 接下来就是给素宝讲课的时间 当说到解梦时 素宝连忙举手 算命解梦嘛 这个素宝也知道 也被叔叔抓了 还是跟爸爸出门那次 一个瞎子叔叔 说给素宝算命 结果叔叔来了 他一下跑得可快了 于是小奶团子小脸上都是纠结 师父 能学点不被抓的吗 听到这话继常无语的符额 你跟你那个便宜爹 到底去的什么地方啊 乱七八糟的 这让素宝随即又想到了从前 素宝也不知道 爸爸只说要去买烟 让我在原地等着 素宝等呀等 等了好久 爸爸都没回来 最后是叔叔把素宝送回家的 林宗这不是带他出门 是想遗弃他吧 继常脸上的漫不经心 顿时收敛 你就真的在那里等了 素宝点头 我就站在那块四四方方的地砖那里 很乖的 一点都没乱跑 可是爸爸 最后还是把素宝给忘了 素宝说到这里 小脸上的笑意 也慢慢收敛了一些 师父 爸爸其实是想把素宝丢了 对不对 其实素宝知道的 在爸爸转身就走的时候 素宝就知道自己被抛弃了 继常一时无言 真的是一个小傻子 然后心疼的摸了摸素宝的小脑袋 以后别人不要你 你也不要他知道吗 小素宝你记住了 抛弃你的人永远不值得原谅 他也不配让你爱人 素宝似懂非懂的点头 很快 小脸上又扬起了笑容 小孩的脸就如六月的天 说变就变 师父 那你教素宝中医吧 素宝知道中医 中医不会被抓 还能上电视 继常忍不住无脸 能不能三句不离被抓 上什么电视 他随口一问 师父不知道吗 就是那些卖神药秘方的节目 素宝就是看这些 才知道中医的 素宝立刻学着电视上的广告 背给继常听 一口气背完 便问起师父 不许是什么意思 继常嘴角一抽 乌有道 就是举重的时候举不起来 素宝顿时明白了 一脸向往 那可真厉害 继常说厉害就滚 那你知道 那些人后来都被抓了吗 素宝愣住 师父的东西 怎么都不正经 学什么都被抓 可是为了外婆 素宝也只能豁出去了 看素宝质嫩小脸上的表情 继常不用想 都知道他在想活了 我发现你对中医有些误解 看来师父得从头 跟你讲讲才行 中医 就是我们 就在这时韩寒打断了 继常好不容易 才逮到教学的机会 韩寒立刻把考好的 考串递给素宝 素宝高兴得的 接管到了生谢线 韩寒皱眉 不用谢我 我不是专门给你拿的 之前因为委婉的不高兴没了 现在心情还挺好 小女孩独自在树林里 背出个小男孩 别人都以为这是个小鬼 却不知 这其实是京都三大家族之一的 私家失踪过日的小少爷 此意然 苏老夫人 决定要带素宝去摘树梅 素宝好奇地问外婆 树梅是什么呀 外婆耐心地跟他解释 就是一种野果呀 外婆小时候还在乡下时 就经常去摘来吃 可甜了 素宝一听到可甜了 双眼马上一亮 外婆等等 素宝吃完就去 说话的同时 连忙把手中的烤串往嘴里塞 到了附近的树林里 素宝东张西望的问外婆 树梅在哪里呀 素老夫人指着前面 树梅一般藏在灌木层里 我们进去找找 忽然飞在前面的小五窜出来 慌慌扑穿着翅膀 嘎嘎叫着有小鬼 素老夫人不知道怎么的心底 经不由得紧张起来 连忙跟素宝说 你要是怕咱们就回去 素宝一听有鬼 根本就不怕 反而异常的兴奋 师父最喜欢鬼了 看技场往前面飘去 素宝撒腿就往前追 一边说道 外婆等一下哦 素宝去看看就回来 素老夫人一看 这还得了 便着急地追了上去 素老夫人刚刚还看到素宝在前面 一眨眼就不见了她的身影 空荡荡的树林里 只有她一个人 吓得素老夫人都快哭了 素宝 里面危险 快回来 突然灌木虫哗啦啦 她紧张地看去 却见素宝吭哧吭哧地 背着一个小鬼出来了 素宝茫然抬头 这才发现 素老夫人也进来了 她一脸惊吓的样子 她立刻 把身后的小鬼扔下 那小鬼砸在地上 哼的一声发出闷哼 素宝没管 跑过去抱住了素老夫人 素老夫人以为她害怕了 正要安慰 却听小奶团 奶生奶气地哄着 外婆乖 不怕不怕 素宝在这里呢 本来还不觉得什么 被素宝这么一搞 眼眶就红了 素宝别丢下外婆啊 万一你刚才有个什么意外 该怎么办啊 素宝一听更自责了 拍着素老夫人 是素宝不好 外婆对不起 想到答应过妈妈 要照顾好外婆的 刚刚却把外婆丢下了 素宝是个不负责任的渣海 就在这时 素家兄弟匆忙赶到 就看到抱成一团的两人 妈怎么回事 我们刚刚听到你在喊素宝 突然鹦鹉站在地上 一边拍翅膀 一边嘎嘎嘎 哟哟 有小鬼有小鬼 切个闹 素一身上前 用指尖拨了拨地上的小鬼 安慰着老夫人 说这是个小男孩 素老夫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问死了吗 素宝摇头说 没有死 刚刚素宝以为真的有鬼呢 结果跑过去一看 却是一个小哥哥 素一身上去检查他的呼吸脉搏 应该还有救 素家老七让六个联系医院 他们把小男孩抱回帐篷里去 毕竟没死 所以还是抢救一下 然后吩咐素宝照顾好外婆 此时的技长飘在一旁很高兴 刚刚还说叫你学医 现在就来了个实践案例 三魂气魄丢了一魂 这种病例就非常经典 待会师傅 就教你怎么救 素宝想学吗 小素宝恩了一声 救人一命 胜到七级糊糊糊 即长嘴角一抽 是七级糊糊 远处的雪儿爸爸 看到苏家一群人 抱着的什么东西 不由得奇怪 于是走上前问须不需要帮忙 他们营地里有药 苏一身果断拒绝 雪儿爸眼神一转 撇到了小男孩身上的衣服 有一串英文字母 男人顿时一愣 这串字母 在国内只服务于苏家 斯家和穆家 而穆家没小孩 这么说 这孩子就是京都三大家族之一的斯家 失踪多日的小少女 斯一 小女孩可以看到 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还可以与之交流 她的自言自语 让外婆一度认为 是小女孩之前 被无良后妈和爸爸虐待过后 分裂出的另一个人格 担心地认为 小女孩是患上了心理疾病 雪儿妈见苏家怀里抱着个小孩 于是问丈夫 他们抬走的小孩是谁 雪儿爸说 那是斯家的孩子 她身上穿着英文字母 就是斯家的 只是苏家人似乎还没认出来她 文言 雪儿妈眼底闪烁出兴奋的光 就是那个被人绑走后 失踪了好长时间的斯小少爷 斯家那么着急找她 要是我们现在联系斯家 说找到了他们的小太子 雪儿爸立刻打断她 你蠢吗 跟苏家抢功劳 人家苏家发现的人 我们去冒领功劳 这是把苏家和斯家都当傻子吗 雪儿妈一听这个 讨好斯家的机会要溜走了 顿时着急地说 那怎么办 雪儿爸撕走了片刻 有了 这几天 斯家找斯小少爷 有一个电话号码是办公不出来的 雪儿爸打了过去 做出着急的样子 请问是斯先生吗 我是蓝剑宇啊 是这样的 苏家的小千金 发现了斯小少爷 苏总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听到老公的这个说辞 雪儿妈不由的赞叹 自己老公真聪明 这样一下子就讨好了两家 苏家的帐篷里 此时季常正在交小素宝招魂 魂为羊 或为阴 人的三魂即主魂 绝魂 生魂 主魂即命魂是住身的 其他两魂常在外 所以容易丢 他现在就是缺了一魂 素宝养的脑袋 关注点却在其他方面 师父父 既然魂容一丢 为什么不把其他两魂拴在身边呢 继常一噎 挥手道 小孩子别问那么多 以后你会知道的 他怕素宝来十万个为什么 立刻接着说道 招魂前需要点一炷香 烧一盆火 再将失魂者的衣服 丢在火盆里 验出招魂咒 师父现在给你念一遍 右边列格小乌龟 又拿欧搭开胃 煞杯明沙乌吉 弟弟喇是喇屎 煞杯明沙乌吉 很长一段 继常一口气 念完后问素宝 记住了吗 素宝肯定点头 记住 继常赞许 不会是天素逆天的小家伙 那你念一遍给我听听 素宝便随即念了起来 右边那个小乌龟 有那么大的胃 萨杯明沙乌吉 弟弟拉屎拉屎嘞 萨杯明沙乌吉 继常一愣什么鬼 虽然发音差不多 但这怎么行呢 刚这么想 继常就发觉 周围空气隐隐流动 素宝这一段咒 还真起笑了 素宝小眉头皱紧 又问道 萨杯明是谁 为什么要杀乌吉 弟弟拉屎 为什么拉两次 继常嘴角一抽 不知如何回答 而一旁的素老夫人 只听素宝嘀嘀咕咕 她眼神微变 不由得担忧 素宝啊 你可以跟外婆说说 你是在跟谁说话吗 只听素宝说 我在跟师父说话呢 素老夫人一愣 更加担忧了 她怕素宝是小时候 被虐待过后 会分裂出另一个人格 看到另一个小伙伴 可是这属于精神疾病 这时继常却在一旁提醒素宝 师父不是跟你说过 不能对别人提起师父吗 素宝一脸纠结 可是外婆不是别人 看到素宝又自言自语了 素老夫人的心 都沉到了谷底 我可怜的素宝 难道真的就 怀上心理疾病了吗 素老夫人心疼的 一把抱住素宝 一边哭一边说 外婆的小素宝啊 你的命怎么就这么苦了 素宝别怕 你现在有外婆外公 还有这么多救助们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素宝一脸猛 好端端的外婆 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哭了 私家家主找上门来 将私一然接走 殊不知小男孩的命 差点就嘎了 雪儿爸妈两人 一脸着急的 在路边迎接私家家主 好像自己也是 参与者的样子 可是私家人 看都没看他们俩 就直接往 苏家帐篷那边去了 雪儿爸妈两人 神色善善 总觉得有点丢脸的样子 私家人怎么不理我呢 这边 一个气势冷硬 面色肃然的男人 走到了苏家帐篷前 素宝正好奇地 看着眼前这几个人 他悄悄问师父 那个叔叔身上 为什么会有黄色的光 做出了巨大贡献 便会金光加深 等离世时 就是功德圆满了 素宝明白了 又问 那金光中 为什么还会有死气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素宝也认识了死气 继常继续解释 因为他也杀人了 只不过杀的是坏人 所以 沾染的死气无法近身 被金光挽在外面 正在这时候 那个中年男人 已经走了过来 素宝也顿时恍恶 也就是说 这个叔叔是好人 专门打坏人的那种 于是便对着男人说 叔叔好 四叶微微一顿 这小丫头 居然不怕我 还冲我笑 男人面色冷硬 经常会有小孩 会被他凶狠的脸下哭 可眼前这小丫头 非但没有哭 还冲他脸开了 一个大大的笑脸 四叶回神 你好 你就是素宝吧 是你把毅然背回来的 素宝点点头恩了一声 眼前的小奶团子 可爱极了 四叶不由地多看了一眼 谢谢你 等毅然好了 我带他亲自上门打线 他身后的几个黑衣人 很快就把昏迷的小男孩 抱了出来 四叶跟苏一辰点了点头 正要走 素宝忽然急了 拱鼎 叔叔 小哥哥的并不一般 要是小哥哥醒不过来 叔叔记得 一定要来找素宝 四叶随意点点头 显然没把这句话听进去 本来还想在失地公园 露宿一宿 带素宝感受一下露营 但现在发生这件事 苏老夫人感觉的心底秃秃的 想到毅然都会被绑架 于是便决定先回去 次日 某私人医院底层 四叶鼻挺地站在 抢救室的门外 他旁边的女人 在抢救室面前来回夺步 正是四叶然的妈妈 温如云 四叶顿了一下 有些生疏的安慰 别担心 没事的 温如云名字温婉 实则性子急躁 里面抢救的可是我儿子 叫我怎么不担心 这时候 手术室的门打开 医生走出来 眼神十分凝重 四先生 四夫人 我们已经尽力了 还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温如云脚下一软 四叶立刻扶住他 不由地将他搂在怀里 刚送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做了一切检查 但都找不到病因 而四小少爷的呼吸 却越来越微弱 还有无缘因消瘦 从昨晚到现在 报售了有十斤 简直闻所未闻 恕我直言 再这么治疗下去 也是白白受苦 还是尽快带回家料理后事吧 温如云眼泪巴搭掉了下来 哽咽地说 医生真的就没有一点办法了吗 医生也不想说出这话 我们确实没办法了 请节哀 这时 四家老太太 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 果然从一开始 就不该信你们这帮佣衣 四家老太太 是个比较迷信的老人 说自己刚才请了一个大师 靠他的宪法 一定能把毅然给救回来的 四叶皱眉 老太太找过很多个大师 但最后都发现 那些大师是骗人的 见儿子不信 老太太顿时呵斥道 这次可不一样 这次我找的是云大师 云大师 你知道是谁吗 别人求到门上都求不来 云大师都已经得到成仙了 你懂不懂 四叶果断地拒绝不必了 忽然四叶脑海里浮现 小素宝的话 小哥哥的并不一般 要是小哥哥醒不过来 叔叔记得 一定要来找素宝 四叶像是下了什么决心 于是叫上妻子 我们带云然去苏家 老太太听了四叶的话 却更生气 你去找一个小丫头 有什么用 她能懂什么 你信不信 要是云然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也不活了 妈 云然是素宝就回来的 我相信她 男人撂下一句 就转身离开了 老太太看着离开的背影 目吼道 云大师 你们不信去信她 你们这是要害死亦然 小男孩被推出了手术室 医生走出来告知家属说 小男孩一夜报受十经 简直闻所未闻 若不想思想少爷受苦 建议还是带回家料理后事吧 而一家人 却直接将小男孩抱起来 往苏家赶 只因苏家 四岁小千金说 可以救小男孩 而苏家老太太 为了救自己的孙子 不知从何起来一个 穿着黄袍的老道长 云大师 你看能不能跟我去苏家一趟 闻言 他傲然说道 老道一般不入世俗 跟你来这一趟 已经是魄力了 四老太太前程点头 事事 都怪我那不孝 居然要去找一个小丫头 他又急又无奈地 把刚刚思叶说的话转束 又提及给云大师的香妙 做重新修气 广不善缘 云大师这才答应 你我也是有缘 老道就跟你走这一趟 看看是哪个黄口小儿 胆胆幸福思黄 四老太太感激不尽地 带走云大师 也往苏家转去了 另一边 素宝担心的温外婆 昨天的小哥哥醒了吗 素老夫人 说他也不知道 他昨天走了之后 就没消息了 素洛推了推金丝矿眼镜 轻笑一声 小家伙 这么关心人家 心想我们素家 才找回来的宝伴 才多久啊 就要被别的臭小子 拐跑了 四舅舅 救人一命胜到七级浮屠 知道吗 素宝看着眼前的四舅舅 长得真好看 就是一笑起来 怎么像坏人似的 素洛扑斥一声笑了 要不要来跟师傅学习算补 等你学会了 只要自己算算 就知道他怎么样了 素宝疑惑地看向师傅 技长盘膝坐在一边 昨天师傅 讲的悬门武术还记得吧 素宝扬言记得八 技长看了他一眼 十分怀疑 就这眼神记得个屁 然后他慢慢将基础学术教授与素宝 算补属于悬门武术的补 简单来讲就是 通过占补 六摇推断未来吉凶破福 师傅今天教你龟客算补 当然找不到的话 也可以用类似的东西代替 素宝忽然双眼一亮 素宝有乌龟壳 于是便带着技长 跑到一旁的假山水池里 师傅你看 这里就有只乌龟爷爷 这一刻 技长整个人都骂了 这是闹没啊 就算占卜用到龟壳 也不是活的乌龟壳啊 小素宝却已经把老乌龟抓起来 扔在了草地上 老龟滚了出去 龟壳顶在草地上转了几圈才停下 乌龟爷爷 把小哥哥的情况告诉素宝吧 技长心想这就开始了 嗯嗯 这样 一旁的技长嘴角一抽 哪样 素宝说 小哥哥没死 正在往我们这边来呢 还有个老骗子 小哥哥要受罪了 可能要活不成了 忽然老乌龟挣扎 伸出脑袋 咬住一棵小草 把自己翻了过来 素宝惊讶地说有反转 技长嘴角抽出的都妈了 什么反转就叫翻身 就在这时候 苏家庄园外 传来汽车引擎声 素宝站起来拍了拍小屁股 说是小哥哥来了 技长美好气地掐了掐手指 忽然一一声 然后惊恶地看向素宝 还真被素宝算中了 这时 素老夫人的声音音约传来 吴妈快去喊素宝 素宝跑得飞快 外婆我来了 素宝抬头看向思叶 叔叔 小哥哥怎么样了 温如云见到素宝的一刹那 就感觉抓住了救命稻草 毅然快不行了 素宝 求你救救毅然吧 毅然在思叶的怀里 已经没有了一点动静 素宝带领着众人 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道 对了 阿姨有戴小哥哥的衣服吗 温如云突然想起 车上有一件毅然的小衬衫 于是连忙跑去拿 素宝又让外婆帮忙找个铁盆盆 和一些纸钱 素宝要救小哥哥 文言无妈说 这些都在库房 我去给你拿 小女孩正在救这个 威命旦夕的小男孩 却被男孩奶奶拿拐杖抱打一顿 只因她不相信 一个四岁小女孩 能救自己的孙子 就在刚刚小男孩的父母 把她带到小女孩面前 小女孩便发现 小男孩头顶冒起了一炷香 于是便问一旁的师父 为什么小哥的头上会有香 纪长解释说 这叫头顶樱香 人死前都会有的 等这炷香燃完人也就死了 说完纪长的眉头都拧了起来 命危但命不绝的人 哪怕一脚 踏入鬼门关头上 也不会有樱香 难道这小子真活不成了 素宝知道樱香后 并不知道出现樱香是必死局面 只听到纪长那句话 樱香燃完人才死 她着急的正聊开始的时候 门口忽然传来气蠢吁吁的声音 住手 四老太太嘴上嚷嚷的 你这小骗子 竟敢拿我孙子的命来胡闹 我打死你 与此同时 拿着手里的管杖 就直接朝素宝的身上打去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 大家都没回过神 更没想到 老太太会拿管杖打人 素宝手飞被敲了一击 苏毅成看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一沉 我让你进来 是因为你孙子在这里 不是让你来打人的 四老太太很注重老幼尊卑 被苏毅成这个后生骂了 心底不舒服 说得好像谁稀罕买你们苏家似的 又偏头 看向自己的儿子 阿爷 带上亦然我们狗 谁知道司业 却冷冷说 要走你自己走 就在这时 一脸高深莫测的云大师走了进来 说来不及了 素宝也正一脸着急的 看着躺在地上的司毅然说 叔叔 再不做小哥哥 就来不及了 云大师这我没看的小素宝一眼 这小神棍绝学我 我说来不及 他也说来不及 小小年纪就不要脸 司老太太 一听来不及了 连忙催促云大师 求您 快救救我孙子 相比刚刚的遗老卖老 此刻却虔诚无比 云大师长叹一声 看你如此可怜的份上 老道便帮你爸 随即叫上身后的长风 弟子应为一声后 立刻开始布置神台 一旁的司老太太感激涕林 觉得自己的孙子 终于有救了 只见云大师的动作很快 他拿着一把桃木剑 嘴里喃喃着 召集神兵收腰 破血有开其咒 五雷猛将 火车将军 腾天倒地 急急如律令 忽然他弟子手里 拿着的铜锣 敲得当当响 这一番折腾 素宝看向司翼然 他头上的音箱 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素宝大声指责云大师 就是个骗子 他根本就没在施展法术 原来乌龟爷爷说的 有一节 是这个节 云大师却说 此等大不敬的话 还是少说为妙 本到刚刚做了法 不出五分钟 司小少爷就会醒了 他把桃木剑抱在怀里 一副室外高人的样子 素宝眼眶 都急出了眼泪 小哥哥不会醒的 他做的根本没用 这时四老太太拦在素宝面前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不许去影响云大师 忽然温如云急了 他冲了上去推开婆婆 我的儿子我做主 四老太太生气急了 放肆 身为儿媳 有你这样对待婆婆的 这时候苏一诚看了看时间 问云大师 你不是说五分钟人必醒吗 死夜也冷眼看着云大师 是你自己到一边凉快去 还是我来帮你 闻云大师的脸色 顿时难看起来 于是冷哼一声 自从我成前以来 还没有人敢这样对我 你们居然相信 一个小屁孩 我看你们是疯了 一旁的四老太太 也绝望地一边哭一边说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活神仙 你们这是要害死云然 要害死我孙子 四夜却不管母亲的哭闹 扭头问素宝 云然那边还来得及吗 叔叔相信你 一切终于准备好了 素宝把四云然的衣服 丢进了火盆里 盘膝而坐 小脸上都是认真 嘴上开始念起 右边那个小乌龟 有那么大个胃 沙乌鸡 萨贝宁沙乌鸡 记长一听 顿时皱起眉 什么沙乌鸡 这小丫头 当这是在过家家嘛 一边的云大师 板着脸斥责 小小年纪就这样 不懂装懂 还招摇撞骗的 简直是胡闹 云大师身后的弟子长风 也愤愤不平 就是啊 他要是能将思亦然就回 我道理吃翔 吃石金 话音未落 忽然火盆里的衣服 呼的一声站了起来 这一幕太诡异 众人的脸顿时一僵 长风的话已戛然而止 火盆里闪着绿色的火苗 思亦然的衣服 竖然直了起来 衣袖缓缓抬起 只有素宝脸上带着笑意 对着小衬衫挥挥手 乃声乃气地说着 小哥哥 赶紧回去吧 小衬衫忽然又落下 躺在地上的思亦然 手指微不可查地动了动 众人停止呼吸 盯着思亦然 温如云早就呆住了 浑身颤抖 死死地睁大着眼睛 生怕是自己的幻觉 云大师脸上文傲的神色 顿时凝固 不可置信地看向一旁 思小少爷刚刚动了 这怎么可能 长风一脸窘迫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不会吧 他还真把思亦然给就回来了 以苏家和思家的势力 要是他们叫真起来 我难道还真得吃石金想不成 四岁小女孩 使用招魂术 施法就思家小少爷 眼看音箱都已经完全消失了 也没看到小男孩醒来 本来就认为 小女孩是个骗子的恶毒奶奶 就把男孩的死赖 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 就在不久前速报 用师父所教的招魂术 就面前的男孩 但是半想也没见小男孩醒来 而云大师的徒弟长风 却松了一口气 看吧 我真是无语了 一个小孩你们也信 白白耽误了时间 要是刚刚给我师父再继续做法 说不定人都就回来了 云大师板着一张脸 一副高人的模样 训斥着长风 人死为大 你不可多走 而四老太太听了长风的话 终于忍不住哀嚎大哭 都是你 是你害死了我孙子 我要你赔我孙子的命 这是四叶立声呵斥自己的母亲 让其闭嘴 四老太太一愣 你竟敢凶我 我的命好苦啊 孙子没了 儿子也不笑 云大师站在一边听着这些吵闹 心里很满意觉得 就该是这样 谁叫你们不信我 我都救不了的人 要是被一个小屁孩就回来了 传出去 我的脸还往哪个 就在这时候 一声微弱的声音响起 吵死了 云大师脸上吻傲的神色顿时凝固 不可置信地看向一旁 只见思亦然撑着身体 虚弱地坐了起来 素宝开心地叫着小哥哥 你活不来了 素宝突然觉得 师父好厉害 原来师父教的 也不全是会被抓进去的东西吗 思亦然的视线 落在素宝身上 问到你是谁 我叫素宝 思亦然默默地记住了他的名字 温如云见状颤抖着去摸思亦然的脸 生怕是自己的幻觉 一边叫着亦然 一边又向素宝道谢 两九四老太太才从惊恶中回神 不愧是我孙子 真是福大命大 一旁的苏家人冷笑 就不好 就是素宝害的 就回来了 就是他孙子福大命大 思亦见站在身边的苏一辰 脸色阴寒 表示抱歉 今天给你们添了麻烦 回去后 我会处理好家事 他因为工作原因 常年在前线战场 没想到自己的母亲 竟然是这样胡搅蛮缠的人 说完 他就走到素宝身边 抬手摸了摸素宝的头 谢谢素宝 你以后要是需要帮助 随时都可以来找叔叔 无论何事 小家伙根本不知道 自己做了多大的事 又成了私家多大的恩情 他只觉得高兴 叔叔不用谢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嘛 思亦带着一家老小走了 云大师被狠狠打了脸 只觉得丢脸至极 从头到尾都没再坑一声 见私家人走了 自然也跟着要走 素宝忽然疑了一声 刚刚素宝好像听到 有人说 要吃石筋臭臭的 听到这话云大师盯着素宝 一脸长者训斥的模样 小小年纪就这般得理不饶人 你真觉得 是你救了私小少爷吗 老道劝你多计口德 长风也跟着附和 我是修道之人 若真是 你救了私已然 自会有天道让我去吃翔 轮不到你操心 说完就十分不高兴地走了 素宝眼底都是疑惑 本来就是我救的呀 不然还能是他们救的 怪不得好人叔叔要抓他们呢 机场摸了摸素宝的小脑袋 小叔宝别生气 师父刚才帮你算过了 他逃不过今天的结束 闻言素宝哑的小脸 素宝才没生气 素宝要算算 他们什么时候 才会被好人叔叔抓走 苏老夫人和苏洛此刻 都心情复杂 也都发现 素宝好像有点不太寻常 这时素老夫人说 自己之前问过素 他说他身边有个师 而苏依晨却说 不只是这个 你们有没有发现 素宝总是在像这样自言自语 只见素宝高兴的同时 嘴上还不停地 说着子宫学 玉堂学 素宝记住了 三人连忙看向素宝身旁的空气 不知道怎么的 总觉得头皮发麻 我怀疑是素宝小时候 在凌家被虐待 分裂出另一个人格 你们觉得 要不要请个心理医生 给他看看 素宝晨盯着小奶团 表示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这段时间 素宝跟着我 我来观察一下 明天是苏氏集团投资的 唐明盛世娱乐公司的 剪彩典礼 我正好带他去逛逛 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原来素宝刚刚的自言自语 是在跟师傅学按摩的手法 是想让外婆能够站起来 既常让她找机会 买一副银针 等按摩得差不多了 又开始针灸 到时候 你外婆跳广场舞都行 听到这话素宝 顿时双眼一亮 太好了 素宝一定要努力加油 让外婆早点跳上广场舞 这个女人带领丈夫和女儿 前往私家拜访 不料被赶出私家 就当丈夫以为 这两天又要白忙活时 女人将一张在私家 透来的邀请函 递给丈夫 苏家庄园大门外 私老太太满是歉意的 要送师徒两人回去 却被云大师拒绝了 这时的长风 却在一旁猛哼一声 老夫人你们私家实在不地道 我师父请神做法 千辛万苦帮私小少爷 招回了魂 结果就因为小少爷 魂游太久 过了师父预算的时间 你们就当是那小丫头的功劳 边上云大师还不要脸的说 自己不屑 与一个小孩抢功劳 就让他们私家好作为之吧 此时的私家老太太 也明白了过来 也就是说 私毅然是云大师就回来的 只不过延迟了一下 还让素宝捡了便宜 我就知道 他一个四岁小孩 他懂什么 私老太太连忙在云大师面前 又是道歉又是感谢 还拿出了一张卡印式 塞进长风手里 云大师这才缓和了脸色 便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 走在前面的长风吹着彩虹屁 还是师父厉害 这都能捞上一笔 又问他们 下一站去哪里 云大师让他准备一下 明天唐明盛事剪彩 请了我们去正场 长风刚高兴地点头 谁知下一秒 就被脚下的一个小石头 给绊了一个亮枪 就直接一个狗茶匙 在倒在粪坑里 徒弟在下面呼喊着 师父快救救 又一边呕吐不止 说下面全是屎 而云大师 眼看刚刚到手的黑卡沉下去了 着急地 就让徒弟赶紧潜下去 给捞上来 听到命令徒弟 强忍着令人作呕的便便 就潜了下去 晚上兰家人来到私家大门口 庸人走到老夫人面前汇报 说兰家来拜访 问要见吗 私老太太皱眉 因为昨天兰家打电话 时私老太太不在 所以庸人解释说 发现亦然的呀 那快让他们进来吧 一家三口提着礼物进了门 雪儿爸连忙说道 您就是私老夫人吧 晚辈蓝剑宇见过老夫人 对于雪儿爸的态度 私老夫人很满意 别客气快坐 昨天就是你们发现 我们家亦然的 雪儿妈笑了笑 不是的 您误会了 只是当时我们也在 就一起参与了救援 私老夫人眼底 顿时露出一丝赞赏 没有冒领功劳 蓝家人品性不错 坐在沙发上的雪儿 立刻乖巧地说道 私奶奶好 请问亦然哥哥好点了吗 雪儿又提出 想看看私亦然的时候 私老太太却拒绝了 其实是连她自己 都进不去私亦然的房间 于是说亦然已经好了 幸亏有云大师 把我们亦然就回来了 雪儿妈惊讶道 是神冬架上那个云大师吗 私老太太顿时感觉自己 和雪儿妈有共同话题 赞叹点头 是的 云大师不愧是已成现的高人 亦然已经断气了 可云大师硬是将他 从鬼门关拉回来了 雪儿妈一点不可置信 私小少爷能够顺利脱险 我们也放心了 就在这时 两个庸人将打包好的行李 拿到老太太面前 私老太太问他们 这是干什么 庸人说是先生 让他们把他送回老家去 私老太太呆住了 是不是温如云的意思 反了他了 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婆婆 却不料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 是我的意思 只见私爷冷利的眼睛瞪向母亲 你在这里只会给私家早乱 还是回乡下去养老比较好 私老太太顿时急了 阿叶我可是你亲妈 此时的雪儿爸更着急 心想他这好不容易讨好的老夫人 要是他就这么被赶走 今天岂不是白忙活了 于是站起来劝说道 斯先生 老夫人再不是 也是您的母亲啊 一家人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 私爷面色一沉 私家的是轮得到你们说话吗 来人 把他们赶出去 闻言雪儿爸顿时一慌 恳求斯先生 有话好好说 可最终还是被赶出了私家 雪儿爸不免有些可惜 这两天又白忙活了 可雪儿妈却说未必 因为她在私家偷到了 唐命盛世的邀请函 就在刚刚私夜和母亲争吵时 她顺手在茶几上偷走了邀请函 反正老太太被赶走了 斯先生又从不参加这类的活动 不如明天我们 就拿着这个邀请函 说是代表私家去的 怎么样 雪儿爸又惊又喜 还是你聪明 这个剪彩仪式大人物那么多 只要去讨好几个 拦架以后的路可就宽敞 假如你有这样一只鹦鹉 每天早上叫你起床 你还会有起床气吗 小五嘎嘎唱歌 左手指着月 右手取红线 哦哦哦 我和你 哎呀呀 高音完全拉不上去 这鸟声都劈叉了 素宝有些茫然的睁开眼 显得无比呆萌 是谁在拉屎 结果一转头 面前的小五正在嘎嘎嘎 原来是小五啊 拉不出来吗 叫得这么惨 小五立刻回到 我才没有拉屎呢 一旁的鸡肠嘴角一抽 完全是鸡同鸭脚 驴唇不对马嘴啊 素宝你还不快起来 换衣服 今天不是要跟大舅舅 去那个什么唐明盛世的剪彩吗 不一会 素宝换好衣服后 就连忙跑下楼 苏一辰正在一楼 表情肃然的开始凭会议 见素宝跑下来 他下意识的向素宝招了招手 慢点跑 过来吃早饭吧 他看了看时间有些差异 才八点就起来了 还挺早 苏一辰把包好的鸡蛋递给素宝 并温声的说早上要吃鸡蛋 苏氏集团的高层 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什么二季度的计划 早就震惊的抛之脑后了 不然苏一辰冷着脸 对着电脑说道 都哑了吗 二季度的计划呢 高层们这才慌忙的 开始说计划 片刻后 素宝吃完了 素一辰也十分高效地 结束了会议 男人带娃出门 是从来不会检查什么 于是素宝 便顶着一个鸡窝头 就出门了 唐明盛世剪彩典礼会场 素一辰的车子 缓慢地 停在会场入口处 这时素宝才意识到 一个严重问题 小手摸了摸脑袋 大舅舅 素宝不下去 素宝的脑袋 还乱七八糟呢 素大总裁 这才反应过来 小奶团现在 还顶着个鸡窝头没梳 他伸手揉了一把 他的头发 想把他头顶的呆毛铝顺 可惜根本压不下去 素宝纠结着 真的不要紧吗 素宝的头发跟鸡窝一样 素宝才不要 这样下去 小奶团的小脸蛋 都皱成了一团 那大舅舅给素宝绑一下 素宝连连点头 在小胖包里 翻出两根小皮筋 素宝的衬衫 解开了一个口子 西装外套也脱掉了 袖子还晚了起来 满头大汗的 跟素宝的头发奋战 此时的素宝催促道 大舅舅 好了吗 男人放弃了挣扎 沉默地看着素宝的 两根小辫子 马上就好了 大舅舅绑了那么久 一定绑得非常非常好康 素宝刚要伸手去摸 素宝立刻抓住他的手 挺好看的 不过别摸 一会给摸乱了 素宝很听话地点头 全然不知 自己被轻救就坑了 前面的司机 不忍直视地瞄了一眼 素宝成低咳一声 穿上自己的西装外套 与此同时 雪儿爸也认出了 前面的车子是苏宝成的 只是这车子 为啥停在门口五分钟 都不动物 雪儿妈因为偷了 苏家给四家的邀请函 就有些害怕撞见苏总 雪儿爸便安慰道 别怕 今天来的大人物那么多 这可是我们兰家的大好机会 说什么都不能放弃 他说着 就叫安全带结下 先下车见见苏总吧 只要是人 肯定喜欢别人拍马屁 我就不信他不行 于是雪儿一家先下车了 雪儿穿着一件长款公主裙 头发整整齐齐的 高贵的好像一个小王妃 看到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下车 现场的记者不由得眼神一亮 咔嚓咔嚓地抓拍 雪儿顿时微微弯了弯嘴唇 心底十分高兴 看来我今天选的裙子很漂亮了 我一定是现场最漂亮的小朋友 正想着 前面的苏宝成下了车 一瞬间 所有的相机都咔嚓咔嚓地对着他拍 雪儿乖乖巧巧地喊了一声 苏叔说好 苏宜成一顿 皱眉看了雪儿一眼 硬也没硬 就弯腰朝车内伸手 雪儿妈只觉得很难堪 雪儿爸低声安慰 没事 苏总可能没听到 此时见到苏宜成伸手进车内 似乎要扶着谁出来 都很激动 以为要见到传闻中的苏夫人了 记者们都紧张地举着摄像机 忽然一个小奶团蹦了下来 而苏宜成却牢牢地将小奶团抱在怀里 然后单手抱娃 迈着大长腿朝会场内走去 所有人不由地愣住 开个会都要把高层八层皮的冷面大口才 居然会宠溺地抱着一个软萌小奶团 虽然跟现场格格不入 不过不可否认很可爱啊 小千金好漂亮呀 看这里 记者的镜头 全都追着苏宜成和素宝去了 被冷落在后面的雪儿 本来很开心 但看到素宝被苏宜成抱着 万众瞩目 又觉得不开心了 雪儿极度地看着被众心捧约的素宝 心里不由的极度 就那乱糟糟的头发 穿着普普通通的裙子 她哪里可爱了 和我根本没有的比好吧 想到这 雪儿靠近素宝 然后故作惊讶的样子 素宝妹妹 你的头发怎么这么丑呀 是自己绑的吗 要不姐姐 帮你同心绑一下吧 说到这还掩嘴偷笑起来 姐姐三岁就会自己绑头发了哦 你看姐姐的头发漂亮吧 也是自己绑的呢 素宝一听这话 瞬间不高兴了 你的头发才丑 她双手抓着小辫子 这是大舅舅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帮素宝绑好的 素宝相信大舅舅 才不会丑呢 这时雪儿妈讨好的说道 素宝啊 你头发的确有点弄哦 雪儿姐姐帮你绑一个漂亮发型好不好呀 一旁的雪儿爸笑呵呵的说 是啊 你这头发谁绑的呀 跟鸡窝似的 忽然素一诚冷着脸转过头 表示素宝的头发是她绑的 你们有意见吗 雪儿爸妈 脸色顿时凝固 不可能骂 苏总是什么人 怎么会给小孩绑头发 素一诚不再理会兰家人 禁止抱着素宝 来到工作人员面前 询问蓝家是谁请来的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他们应该不在邀请名单中吧 文言 工作人员表示 能进来的都是有邀请函的 我这就去查 而苏一诚命令到 让人直接把他们请出去 谁知工作人员一番询问过后才知道 他们一家是代替私家人过来的 于是就让他们进去 并表示 让他们和苏总解释一下情况 工作人员又仔细地看了一下邀请函 确认是私家的 便让他们一家进去了 会场后台 一个工作人员 恭敬地带着一个道士和气弟子 刚进门的云大师 就开始环顾四周 一副高人的姿态 不错 会场布置辉煌大气 紫气东升 位置也是很不错的 其他没什么 就是中间的剪彩彩球 要往东边挪一寸 方可对应上今日的星辰吉时 工作人员笑着附和 最后说道 剪彩的剪刀 本倒给带了新的来 你们去拿红绳 黄纸和香竹来吧 听到这工作人员表示 您交代的是 他马上去办 然后将云大师请去一边休息 想着有他在 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这边小肃宝 被苏玉成牵着手 往会场里走去 正好看到两个叔叔 将巨大的仪式球 往东边挪了一点 肃宝问道 大舅舅 叔叔们为什么要把球挪动呀 那个大球球挪到一边 看着就不舒服了 苏玉成看了一眼 的确那个光球挪动之后 主持台两边就不对称了 于是苏玉成就吩咐身边的助理 让他们去把球给摆正了 文言助理马上就过去了 技长飘在一边摸着下巴 肃宝这天赋果然是逆天啊 什么都不懂 也能感受出不舒服 他就想着 这是个现成的例子 可以教教肃宝 谁知肃宝完全被面前小蛋糕 所吸引的注意力 苏玉成温声道 想吃什么 肃宝正要说话 忽然盯住后台的位置问道 师父父 你看那边那是什么 这是只恶鬼 没想到上次的爱哭鬼还没抓到 这么快 又来了一只恶鬼 走 小树包跟上去看看 招摇撞天的师徒二人 却不满当下的待遇 因为他们是受邀 前来正场子 却没给他们准备一个像样的休息室 于是长风不满地说道 这些人真的是 连个像样的VIP间 都没有给师父准备 太不像话了 坐了下来的云大师 却一脸高深和淡然 无妨 来这一趟 只是正好有缘罢了 我们又不追求世俗金钱和名利 即便身在闹事 也该有淡泊安然的境界 长风表示 师父教训的是 心里却不满了敌骨 这话说的 也不知道是谁 昨天非要我去捞那张银行卡 而不远处的中年男人 一脸惊喜走过来 真的是云大师 您还记得我黄德发吗 听闻唐明盛世 请到了明开始布局 没想到是真的 能再见到 您我真是太幸运了 再说雪儿一家 他们来会场的时间还算早 此时正在场外走动 想要攀附各个上流民事 好交换名片 结果就看到黄德发 一脸激动地询问一个道长 是不是云大师 雪儿妈心底一喜 连忙拉住雪儿爸朝那边走去 是云大师 雪儿爸问道 就是四老太太说 把四小少爷从鬼门关 拉回来那个云大师吗 听说不管跟云大师求什么 都会得偿所愿 只是一般人找不到他 没想到 今天有缘在这里碰见他 我们男家的机会来了 两人压着心底的激动 也跟着上前 俗话说 越有钱越幸运 他们都对云大师很敬畏 纷纷表达自己的尊敬 雪儿爸慌忙地挤了过去 表现得殷勤又热情 云大师您好 久仰大名啊 他又是给云大师递名片 又是让雪儿妈给云大师倒茶 雪儿乖乖巧巧地捧着茶杯 云大师请喝茶 昨天我跟四老夫人聊天 他还提起过您 说多亏了您 才把四小少爷 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 我们今天就是代表四家来的 四老夫人还让我们见到您 后跟您到个县 一听是四老夫人 云大师就瞧了雪儿一眼 鬼话连天地赞叹道 你们这孩子有福啊 本到昨天还看四小少爷 命格难出其二 不想今天就看到了第二个 这孩子跟四小少爷的命格 实乃天作之和 若能在一起 必定双方都冲上云霄呀 文言雪儿爸妈顿时高兴坏了 因为能和四家联姻 那他们以后还愁什么 与此同时 众人听着孩子 将来会跟四小少爷在一起 便觉得这个时候最容易拉近乎了 于是黄德发连忙拿出名片 一脸讨好的递给雪儿爸 就在这时 工作人员将云大师交代的东西 准备好送了过来 雪儿故作天真的问道 云大师 这些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些都是为开示所用 他忽然看到 外面被东摩一尺的仪式球 又挪回来了 负责现场布置的工作人员说是 上面大领导叫挪的 一听这话 长风就不悦了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大领导 既然请了我师父来 就该尊我师父的布置 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叫你们挪动仪式球的人 他懂什么是风水吗 他话音刚落 就听苏一辰冷冷的声音响起 是我让挪的 你有意见 看到苏一辰 长风的话便戛然而止 突然素宝看到刚刚的那只恶鬼 飘在雪儿和云大师的头上 他便伸出小手指着他们的方向说道 师父父你看那只恶鬼在这里 这是一只虚微鬼啊 我们在外面这么久没找到 原来是躲这里来了 现在人多不太好收 反正他还没宿主 暂时别管他 小素宝点了点头 忽然又一了一声 这不是那个 说要吃十斤臭臭的小哥哥吗 你后来回去吃了吗 倒立吃屎 会呼到脸上吧 能咽下去吗 有没有撑到小嘟嘟呀 素宝又伸出手笔话 昨天素宝问了和问哥哥 他说 十斤大概有这么一大桶 如果这位哥哥能吃下这么多 那真是太厉害了 胡扯 怎么可能吃了下这么多 素宝用一脸崇拜的眼神 看着长风 也就是说 哥哥真的吃了对吧 你果然好厉害 长风一时尽无言以对 而边上的云大师 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又是这个小东西 他到哪里这小东西 就跟着到哪里 简直阴魂不散 于是不满地说道 小小年纪口出粗笔之言 成何体统 素宝点头 是啊 好大一体统 骗子大师 你也吃了吗 记长忍不住地扑一声大笑 我的小徒弟 怎么这么可爱呢 女孩居然拿着个小乌龟给人算命 就在众人半信半疑之时 招摇撞骗的师徒二人 便被穿着制服的两人抓走 就在不久前 云大师被说是个骗子 于是不满地反驳 不敬天不敬地 对事物毫无敬畏 老道看你这面相 实乃天煞孤星也 这句话他听明白了 在邻嫁的时候 后妈经常说 妈妈是被他克死的 爸爸也说是他把他公司克破产的 素宝赌气道 素宝他不是天煞孤星 素宝有福着呢 这时素宝成面如寒霜的冷冷说道 没错 我们素宝是小胡宝 这两个骗子是谁请来的 然后示意工作人员报警 将这两人抓走 此时的云大师 还十分刚硬不屈的样子 让长风收拾东西 还说了一句 从等苦主不就也罢 他说这话 就是让人觉得 苏家是不识好歹 长风哼了一声 我们不计前嫌 来帮你们挣场子 你们却这样对我师父 以后你们出了什么事 可别去求我师父 众人连忙你一句我一句的劝解 苏总别生气 云大师的徒弟是耿直了一些 但没有恶意 是啊 云大师人很好 报警不至于吧 而云大师在众人的劝解中 却还是坚持要走 本道不愿与人争辩 今日就这样罢 眼看云大师一身硬气要走 这是一直不吭声的雪儿 做出着急的样子 大师父 你不要走 素宝妹妹还太小了不懂事 她不是故意惹大师父生气的 她仗着自己刚刚和云大师聊得来 抓住云大师的衣袖 然后看向素宝 素宝妹妹 云大师父很厉害的呢 素宝妹妹快和大师道歉吧 雪儿脸上着急 心底却偷偷得意 有了素宝的对比 她就是最好的 此时的恶鬼 飘在雪儿的头上 觉得这孩子不错 为了满足一点点虚荣心 就表现得这么卖力 却不想 苏逸诚会站出来说道 你算什么东西 站在哪个立场 有什么资格要我家素宝道歉 雪儿一将 委屈的道歉 对不起苏叔叔 雪儿只是不想大家吵架 是雪儿太笨 惹灵生气了 雪儿妈见此情景 也连忙跟着道歉 毕竟云大师和苏家 都是谁也得罪不起的 记长都无语了 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养出这种虚伪毛病的 她摇摇头 忽然眼神一转 素宝 师父教你 于是素宝 就把师父刚刚说的话 复述了一遍 问云大师 你这么厉害 能不能算出自己的命运 云大师冷眼看着素宝 医者不自医 算命看不清自己的命运 这你都不懂吗 素宝不懂 素宝只是个小孩子 大师算不出来 所以大师也没那么厉害了 云大师被刺激的脱口而出 那你又懂了 你有本事你算啊 说完就想寻着机会逃走 谁知众人连忙上来劝阻 不要跟个小孩子计较 总有人不知道 云大师您的厉害 您就算算让他们见识一下 云大师见众人的目光 也只好硬着头皮算了 本倒会遇到些小麻烦 不过深圳不怕影子邪 并无大碍 乃至素宝却说 你算错了 素宝来给你算 说完 他在他的小夸包里掏鸭掏 掏出一只老乌龟 老乌龟出来的时候都猛了 他一把将老乌龟甩了出去 看好喽 说完就蹲在地上 眼看老乌龟打了一圈的滚 撞到边角墙壁上又弹回来 D66在素宝脚边停了下来 素宝盯着老乌龟 小脸上都是严肃 就听到小奶团子说着 原来如此 大师骗了好多钱钱 等会儿会被好人叔叔抓 而且还一辈子都会愁吃饭了 可是吃食的小哥哥 就没这么幸运了 只能吃十年 不是 你就抛个乌龟 你明白什么了 长风大怒 我师父是得到高人 橘子里的领导都请过他 怎么可能会被抓 你这样能算命的话 那人人都是大师了 正说着 就见侧门那边 走来两个穿制服的 还静止来到他们面前 你就是云大师吧 跟我们走一趟吧 长风一愣 你们干什么呀 凭什么抓我师父 你们知道 我师父是谁吗 警官冷笑 怎么会不知道 你师父余荣坤 某某小学毕业 毕业后在电子场拧了五年罗斯 因盗窃罪被判两年 出狱后 在天桥底下算命骗钱 将一个老大姐 三万块治病的救命钱骗走了 他一边说 一边出示文件 现在还敢在这里招摇撞骗 带走 众人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 如果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那岂不是说 云大师根本就是个骗子 被抓的云大师又气又急 那都是他以前干的事 后来他得到成仙了 现在不一样了 他好不容易才经营起来的一切 都被速保毁了 本到昨天刚救过斯佳的小少爷 斯佳知道了 你们这样对我是不会绕过你们的 本以为可以利用私家 就能逃过一劫 马同想一个冷力的声音传来 他没有救过毅然 就在这时 一个气场强大的男人走了进来 身边还跟着一个小男孩 男人阴沉着脸继续说道 反而我该问问云大师 昨天骗走我母亲的一张银行卡呢 小女孩在沙发下面捡到了一颗糖 那颗糖的甜 让速保一下子就记住了 因为生活在原先的家庭里 真的很苦 云大师怎么也没想到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斯佳亲自站出来实锤他了 这还要怎么狡辩 雪儿爸雪儿妈 连忙一脸讨好的 跑到思叶面前打招呼 思叶直接给了他们冷眼 然后向苏怡晨道歉 我母亲老糊涂了 别人一哄她高兴 她就把邀请函 偷偷给毫不相干的人 无妨 我刚刚就叫人把他们赶出去了 只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们还在这里 这对话 由一个巴掌 打在雪儿一家脸上 众人意味深长地呕了一声 原来是骗来的邀请函 我就说呢 刚刚怎么跟骗子一唱一喝的 把自己都捧上去了 原来也是骗人 太可恶了 居然骗老人家拿邀请函 说是思先生委托他们来管理 脸皮也太厚了吧 如果让他们知道 这邀请函是他们偷来的 众人又该做何敢想了 雪儿爸和雪儿妈帐红的脸 原本是要来拓宽人脉 给自己脸上镀金的 没想到被思叶直接打脸了 苏怡晨都懒得跟他们废话 冷着脸质问工作人员 刚刚是谁做的接待 为什么蓝家人还在这儿 他气势可怕到了极点 接待的工作人员 实在雪儿一家狼狈至极 雪儿他接受不了 刚刚云大师还说 我未来很与众不同的 甚至和思家小少爷是一对啊 为什么转眼就被这样赶走了 好难看 雪儿眼泪汪汪地看向 身后一直不说话的思亦然 可是思亦然冷着一张脸 看都没看过他 反而盯着素宝 然而素宝盯着雪儿头上的恶鬼 那只恶鬼跟着雪儿走了 闹了这一出 公司上市 剪彩真的很忌讳顺不顺 现在不仅出了两个骗子 还错过了及时 就算以后公司顺利上市 但心底也有个疙瘩了 一旁的工作人员 戒嘴巴巴地说道 苏总 刚刚这么一闹 原定的及时已经过了 您看剪彩的是该怎么安排 苏一辰还没想到 怎么解决之时 素宝把老乌龟捡起来 揣进了包包里 大舅舅别担心 素宝来帮你算一算 说完素宝就捏着手指 学着技长的样子 小模样看着头头是道 十点十八分 会有祥光从天而降 是良辰及时欧 众人无语 什么呀 这不是闹着玩的好吧 孩子就是孩子 能懂什么呀 苏一辰二话不说 就对着工作人员吩咐 那就十点十八分 不管有没有天降降光 都是我家素宝说了算 众人一时都不知道 该摆什么表情了 都说苏家很宠溺素宝 看来是真的呀 这么大的事 也能任由他胡闹 显然 没人会信素宝说的话 一事即将开始 大家都在英诗生的引导下 在自己位置上坐好 素宝抱抱着自己的吸管水杯喝水 这时思叶带着思一然 往素宝那边走去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思一然的小脸越绷越紧 素宝一抬头 就看到了思一然 小哥哥 坐这边呀 小奶团拍了拍身侧的位置 思一然非常冷淡的样子 嗚了一声 然而却同手同脚的 走到素宝身边 忽然思叶看到儿子 走路有些僵硬 可今天早上没发现这个问题 该不会是有什么后遗症吧 素宝好奇地看着思一然 小哥哥走路好奇怪 坐下来之后 也是板板正正的 小奶团子叹了口气 小哥哥小小年纪就变成大人了 心里静静地躺着一根水果糖 这是给素宝的吗 思一然点头 素宝想了想 素宝和小哥哥是两个小朋友 糖果却只有一颗 万一素宝吃了 小哥哥哭了怎么办 小奶团觉得自己 还是问清楚比较好 小哥哥 这个糖是专门带给素宝的吗 思一然扭过头 才不是 我只是刚刚在门口顺手拿的 素宝呜了一声 确认思一然不吃 才伸手抓起了糖果 他动作飞快 还偷偷瞧了前面一眼 大舅舅和思叔叔正在说话 趁着他们不注意 小素宝赶紧把糖果纸拨开 迅速丢进嘴里 然后做得端端正正的 小手手放在膝盖上 目不斜视地看着正前方 动作好快 思一然他垂眸看了看自己的手心 怎么样 好吃吗 素宝将食指放在嘴巴上 做出不许说话的动作 要是被大舅舅发现 就不给他吃了 思一然沉默片刻 又忍不住低声问道 一看你大舅舅 素宝咬着水果糖 不浓到 才不是怕呢 就是素宝的牙齿坏了一颗 早知道这样 就不该给他拜糖来 那你还是别吃了 素宝立刻捂住嘴巴 进了素宝嘴巴 就没有吐出来的骨头 思一然嘴角一抽 是没有吐出来的道理 素宝嗚了两声 进了素宝的嘴巴 就没有吐出来的道理 糖糖很甜 素宝最喜欢糖糖了 要是被发现 推也得吞下去 思一然又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你怎么那么喜欢吃糖 素宝抱抱起自己的吸管水杯喝水 一边说道 因为糖甜呀 生活苦 糖甜 思一然愣肿 很难相信 这话能从素宝嘴里说出来 他的小脸蛋很纯质 以前素宝被小妈打 爸爸又不听素宝的解释 素宝觉得很难过 那种就是苦味的 后来素宝在沙发下面 捡到了一颗糖 那时候的素宝很饿很饿 可那颗糖的甜素宝 一下子就记住了 你知道蛋糕跟初恋一样甜吗 别人问他 你一个四岁小女孩 知道什么是初恋吗 小女孩是这样回答的 上集说道 因为一场闹剧 导致错过了剪彩一事 素宝帮大舅舅掐指算出 今天有详光 我倒要看看这个时间 能有什么详光 我把话放这了 本会要真的出现详光 那就让我涂光好了 众人窃窃私语 都忍不住偷乐 也不知道那小丫头 是看了什么电视剧 学得跟着小神棍似的 素宝上台剪彩前 他摸了摸素宝的脑袋 乖乖跟屈想叔叔待在这里 别乱跑 似乎是为了证明 自己一定不会乱跑 素宝还转身抓住了 助理屈想的胳膊 屈想先是一愣 再看眼前的小萌娃 心底都不由得柔软起来 苏总放心 我会照顾好素宝的 苏义晨点头 随后走上台 简单说了两句之后 便拿起了剪刀 随着一声礼炮响起 台下众人热烈鼓掌 剪刀咔嚓一声剪断了红头 就在这时 太阳正好升到会场东 上方照在了主持台上 这一刹那 以仪式求为中心的主持台 笼罩在了一片七彩祥光里 台下一片哗然 错愕又难以置信地 看着台上的祥光 真的有 这光是哪里来的 他们抬头顺着 祥光散发的方向看去 阳光刚好透过会场 厅上的七彩琉璃玻璃 照在了主持台上 刚刚下读是说 自己突光的人难难自语 不可能 这绝对是之前就设计好的 他旁边的人也说道 这不过是阳光碰巧透下来 没有什么人为痕迹 那人看了看时间 正好十点十八分 又看向素宝 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说是巧合 那怎么掐得这么准 正好是十点十八分啊 要真是算出来的 那苏家那个小小千金 暂时出不来 思叶这样的大人物 自然也被围住了 思叶叮嘱思亦然 看好素宝妹妹 思亦然小脸上 没有多余表情 只是默然回答知道了 思叶都无语了 刚刚跟素宝说话很专注 跟自己老爸说话却很敷衍 这边素宝拉着驱向 叔叔快点 素宝要吃蛋糕 思亦然酷酷的单手插兜 默然跟在素宝后面 素宝点起脚伸手 去拿茶点台上的小蛋糕时 但是不够高 却想正要帮他拿 旁边却伸出一只小手 思亦然把小蛋糕 拿下来递给素宝 素宝高兴地说了一声 谢谢小哥哥 就小心翼翼地捧着小蛋糕 在一旁沙发椅坐好 熬五咬了一口 真甜呀 甜过初恋 驱想扑吃笑出声 你知道初恋是什么吗 素宝嘴里吃着蛋糕 含糊不清 不及倒呀 素宝是看卖西瓜的爷爷 都这么说的 于是他学着大爷的样子招手 快来啊 新鲜的大西瓜 甜过初恋的瓜 吃了大爷的瓜 忘了那个他 驱想一愣 忍不住哈哈笑起来 素宝你真的是太可爱了 思亦然转过脸 是很可爱 不过也就这样了 素宝吃得很开心 一边吃一边 歪头看驱想 忽然问道 叔叔 你为什么叫七响 你是不是出生的时候 想了七生 所以叫七响 驱想嘴角 笑得都要找不到了 跟亲妈似的 拿湿纸巾 帮素宝擦掉嘴边的奶油 一边说道 是驱想 不是七响哦 七一曲 素宝问道 七一曲又是什么 思亦然插话道 是汉字拼音 素宝恍悟 哦 拼音 思亦然以为他懂了的时候 素宝又问 什么是拼音啊 果然是幼儿园 都没上的小朋友 小学的知识 一点都不知道 去想忍君不惊 等素宝上学的时候 就知道了 素宝点头 明白了 小哥哥那么厉害 就是因为上学了 还有何问哥哥 实际史具体有多少 他也知道 因为他也上学了 上学真棒 素宝握紧小手 那素宝也要上学 好呀 等会我们跟你大舅舅 说一下好不好 小奶团暗自 把上学两个字记下 思亦然漠然不语 见素宝把手里的 小蛋糕吃完了 又拿来一个给他 素宝吃完 这才意犹未尽地说道 小蛋糕真好吃 以后素宝天天 跟大舅舅上班 这样就每天 都有蛋糕吃了 曲响打趣道 刚刚素宝不是说 要上学吗 素宝一愣 顿时小脸上都是纠点 对啊 要上学 怎么上班呢 那周一到周五上学 星期六星期天上班吧 小奶团很认真的私服 曲响忍不住 笑着这个敬业的小素宝 只因这个小男孩 喜欢上自己四岁的外甥女 素大影帝 就像防着情敌一样的防着 来参加剪彩仪式的名媛 看到素宝就围了过来 其中一个名媛 捏着嗓子问道 你好呀 你叫什么名字呀 素宝礼貌地回答 我叫苏子素 素宝 那名媛一愣 苏子苏 怎么会有人取名叫子苏 却不想素宝 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看着她 是苏子苏 又转过头问小哥哥 苏用拼音怎么说 斯毅然教了她一句 素宝立刻转过头说道 斯勿素 知道了吗 阿姨你是不是也没上过学 所以不懂听音 小奶团一脸同情地 看着眼神的阿姨 这么大了还没上过学 太可怜了 明媛愣了愣 捂着嘴笑了笑说 素宝你真可爱 却不想素宝问道 阿姨 你嗓子里是不是卡了东西 是吃什么没喷下去吗 你的声音很奇怪 好难听 阿姨你是不是有病了 所以才不能好好说话的 小奶团一脸认真 是真的问病 而不是骂人的那个有病 明媛顿时一脸的尴尬 周围的人却暗爽了 觉得素宝说的太对了 这个明媛叫周宇 说话时夹着嗓子不说 还又点又做 就在这时 苏洛走了过来 她头发梳成一个大背头 依旧带着她那副 标志性的金丝边细矿眼镜 衬衫领口还十分不羁地 向两边敞开 搭配着银灰色 还会闪光的外套 好像个大坏蛋 看到四舅就来了 素宝连忙把剩下的一口蛋糕 塞进了嘴里 苏洛轻笑一声 我们的素宝在偷吃什么呀 素宝猛地摇头 没有偷吃 素洛伸出手指 擦掉她唇边的奶油 小条皮都露馅了 失误 以后再偷吃 一定要记得擦嘴才行 一旁的周宇 不动声色地朝素洛凑近 苏大影帝的性格 果然跟她的外表一样 又病又坏 真是让人很难不心动 而且她还是苏家八子之一 那可是真正的豪门 要是能嫁进去 想到这 周宇眼眸微闪 娇声地说道 苏老师 素宝好像很喜欢吃蛋糕呢 要不要我再去给她拿两个 苏洛一将把素宝抱起 抬手接过去向手里的湿巾 漫不经心地给素宝擦嘴 不用了 再吃下去 小肚皮都要撑破了 小花猫 偷吃要学会收拾干净 知道了吗 素宝乖巧地回答说 知道了 周宇见素洛对素宝这么宠溺 立刻表现出很喜欢小孩子的样子 素宝好萌呀 来姐姐抱一个 说完就伸出手 阿姨 你嗓子里是不是卡了一口痰 周围人一愣 看着素宝认真的小脸 很快滴滴地笑起来 而周宇的脸色微僵 素宝你太逗了 素宝小眉头紧皱 似乎又像是明白了什么 然后说 那就是卡了一个拖鞋 思义然站在边上面 无表情地纠正她 这叫做做 听明白了吗 素宝重重点头 周宇委屈极了 还想要解释时 但素洛根本没看她 抱着素宝便离开了 周围人吃笑 哎呀 小孩子真的是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人家思小少爷也没说错 我一直都觉得 某人好恶心 周已摇头 我真不是 我声音本来就这样 素洛根本不想理会她 直接带着素宝 往会场后面的花园走 否则一段她 很快发现不对劲 一回头 发现思义然一声不吭地跟着 你还跟着我们干什么 思义然回她 我爸让我看好她 这样 素洛转头朝前面走 心想思家的小少爷 性格比他爸还冷 不愿意做的事 谁都强迫不了她 所以他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听话了 这小子 从小就得防 三人坐在秋千上 你怎么知道 十点十八分有祥光 鬼知道他刚刚看到 那道祥光的时候 有多震惊 素宝正扒着包包 看里面的乌龟爷爷 一边说道 素宝不算的 文言素洛来的兴致 你怎么算的 素宝一下子把乌龟爷爷 拿了出来 就是这样 思舅就看好了 素宝给你演示一下 素洛顿时目瞪口呆 这小奶团 还真把家里的老乌龟带来了 放在包包里 也不怕被闷死 而地上的乌龟 早已被转得头晕目眩 你算出了什么 素宝竖起一根食指 严肃地说道 四舅舅 你会有桃花运哦 最近出门要小心哦 四舅舅会被妖精收了 素洛一愣 什么妖精 素宝回答是魔人的小妖精 素洛滴滴笑起来 桃花结 还被收了 天上砸下一坨鸟粪 把他脑袋砸开花 都有可能 桃花 不可能 他魂不在意地说 那可真是麻烦 素宝附和着 很大很大的麻烦 四舅舅会很惨 素洛吃笑一声 真是越说越离谱了 素宝来 四舅舅帮你重新编调 好看你的辫子 他把素宝乱糟糟的头发剪下来 毕竟做影帝的 经常要打理自己 帮素宝梳理个小辫子 轻轻松松 不多时 素宝乱糟糟的头发 变成了两个可爱的鱼骨辫 虽然没有用梳子书那么正气 却显得更自然 素宝笑着说 谢谢四舅舅 四舅舅 四舅舅不经意地瞥了素宝一眼 只见他眼睛都弯成了月牙 咧嘴一笑 可爱极了 素洛正要说什么 肆意然却慌忙收回了视线 难道不知道我最讨厌拍照吗 一个反派一样的男人 却专注地给一个小奶团子编辫子 这画面太具有冲击性了 被一个狗仔拍下来 你是谁 在那里偷拍什么 难道不知道 我最讨厌拍照吗 男人连忙道歉 素老师 我是个记者 我一时没忍住 想拍下来 作为独家画面来着 您放心 刚刚拍的我一定全部删掉 我这就走 谁知刚转身 就被身后的苏大影帝给叫住 谁让你走了 要拍就过来好好拍 把我家素宝拍漂亮点 记者那双眼睛 顿时就像通了电的电灯泡 素老师这是你外甥女吗 太可爱了 素宝小姐看这边 素洛随意地坐着 原本我最讨厌拍照 但要是跟小奶团子一起 那勉强可以接受吧 况且 我们素家最宠爱的小公主 就该让全世界都知道 就要这么高调 正想着 没来由一尘 要是素宝说的桃花就是他 老子就连夜把人砍了 周宇走到素洛旁边 一脸诚恳地说道 素老师 刚刚人家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不过有 那人家给素老师道歉 文言 素洛眼底露出一丝肌子 没人说你很烦吗 周宇脸色一僵 是因为我的声音吗 素老师 这真的是我原本的声音 您要是不喜欢 我今天就开始训练声色 素洛不置可否地吃笑一声 记者立刻咔咔拍照 什么情况 这照片要是发出去 接下来一周的话题都有了 素宝若有所思后 悄然问一旁的思义然 小哥哥 这是不是就叫做阴魂不散呀 思义然嗡了一声 素宝点头 嗯 又学到了 阿姨 你真是阴魂不散 周宇尴尴尬地笑了笑 素宝不可以这么说姐姐 其实周宇就是想炒作 眼前记者还在咔咔拍照 再坚持一下就好 只要有了跟素洛的绯闻 在捆绑上苏家小千金 我一定能迅速活起来 然而下一秒 却听到素洛冷淡地说道 你今天拍的照片 给我发出去一张 说到这儿 他皮笑若不笑地 抬手推了推金丝边眼睛 记者顿时觉得 后背凉嗖嗖的 连忙说好的苏老师 那刚刚您和素宝小姐的照片可以吗 这个可以 记者恍恶地看向周宇 苏颖帝以前走红毯 话动上来 都不会拒绝女明星的合照的 他到底有多讨厌周宇啊 苏洛不等周宇在说什么 直接转身走了 本想放个疯 被他这么一搞 全没了兴致 他抬手揉了一把 司翼然的脑袋 走了 司翼然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 顿时被揉乱 他小脸臭臭地跟在后面 而素宝趴在苏洛的肩膀上 哥哥地笑起来 小哥哥 你头发像鸡窝 记者看到这一幕赶紧抓拍 苏颖帝的绯闻没有了 但苏家和斯家的关系 可以吵一吵 两家 要是真的联手合作 那帝都商界都要递阵呀 苏洛和素宝又回到了会场 素宝是真的贪了 他摸着自己的小肚子 对着小肚子说 乖了 司舅舅不给你吃蛋糕呀 咱能怎么样呢 哦 糖也不给吃啊 饮料也没给喝一口 太可怜了 苏洛想着 小家伙心爱挺多 一大两小还没安静一会 忽然又有人过来套近乎 素宝小姐 听说你擅长算卦 能帮我算算 我家媳妇什么时候生吗 素宝 可以帮姐姐算一下吗 姐姐什么时候能报复呀 素宝一副老成的模样说道 奶奶你孙子三天后就降生了哦 老夫人微愣的 下意识脱口出 胡说 我儿媳才怀孕八个月 离预产期还早的呢 老夫人有点失望 这差得太远了 亏他还真以为素宝有点本事 哪怕他随便多说半个月 他都信了 他忍不住嘀咕抱怨 我媳妇最起码也得一个月后 他生 真是的一点都一不准 说完便转身离开 姐姐你要报复啊 怎么样才算报复呢 女孩说道 就是一夜之间有钱 许多许多 比苏总还有钱 他崇拜地看了不远处的苏依晨一眼 却听素宝稚嫩又严肃的话 那姐姐 你就只能做做梦吗 不可能比大舅舅还有钱的 大舅舅炒机厉害了 女孩一听这话 连忙转身离开 嘴里还不停地碎碎念叨 不准 一点都不准 肯定是炒作出来的 苏罗抱着手臂 吃笑一声 现在是迷信 素宝抬头 好奇问道 什么叫现在是迷信 思义染板的小脸 双手规规举举房子膝盖上 然后说道 比如人做了噩梦 醒来就会安慰自己 梦是反的 但如果做了美梦 就觉得自己会走运 左眼跳时 人们就觉得有好事发生 等右眼跳时 又会安慰自己 只是最近太累了 诸如此类 就叫现代式迷信 他忽然看到 素宝用不灵不灵的大眼睛 看着自己 思义染背脊一僵 怎么了 素宝挖的一声 小哥哥这是你说话最多的一次 好厉害 思义染害羞地别过脸 他以为 他会夸自己堵得好多 苏罗称的下巴 看两个小家伙 小孩子啊 就是幼稚 关注点奇奇怪怪 这个四岁小女孩 他若叫人三更死 绝不留人过五更 貌似只有阎王 才会有这本事吧 唐明圣事的上市仪式结束 素宝便在苏罗的怀里睡着了 素宜辰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 给他盖上 和思义道别后 就开车离开了 思义染静静地看着苏家的车子 渐渐远离 如果下次再见 他会给他带两颗糖 两颗是因为他喜欢吃 不多一颗 是因为怕他蛀牙 思家的车子旁边 站着一个矮胖的男人 他将苏家和思家送走 他紧绷的背脊也放松下来 苏家的小祖宗啊 那可是真的小祖宗 说起来 素宝连命悬一线的思小少爷 都能就回来 老娘那奇怪的病他 是不是也能治好呢 唐甜甜一边往里走 一边吩咐旁边的助理 记住了 以后只要是苏小小姐来 不用报备 直接把省城最好的蛋糕师傅 请来现场做蛋糕 还有 小小姐不能吃太甜 不喜欢巧克力味 喜欢水果蛋糕 喜欢水果糖 把这条写到员工手册里 助理一听 顿时一脸猛 员工手册为啥要写这个东西 睡着的素宝在梦中迷迷糊糊 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 他扭头 却见一个老奶奶 正直勾勾地盯着他 素宝一个惊吓猛地睁开眼睛 一旁的记长吓了一跳 问到怎么了 素宝眼底还遗留着惊吓 师傅 我在梦里看到了一个老奶奶 他眼睛凹陷下去 脸颊也是凹陷的 好可怕 记长一愣 皮股凹陷 眼底发青 死人之相 你以前见过他吗 素宝摇摇头说没有 没见过 已经开始有死魂来找素宝了吗 记长的神色越发的凝重 素宝 以后梦到什么都要跟师傅说 知道吗 素宝奇怪地问师傅怎么了 师傅夫的表情 好像有点沉重 记长神色复杂 你知道师傅为什么来你身边吗 刚睡醒的素宝 还有点茫然 他揉了揉眼睛说道 知道呀 师傅你是不是在考素宝 是妈妈叫师傅来的 素宝都记得了 记长漠然片刻 我原本也以为 遇到素景欲只是巧合 只是碰巧才答应他庇护 甚至需要功德续命 小书包 还记得师傅给你的魂壶吗 素宝举起手 记得呢 在这呢 记长抬起手指尖倾触魂壶 以前师傅一直没告诉你 这个魂壶要装满 如果装不满 素宝就有可能离开 你会聚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再也回不来 素宝的瞌睡虫一下子跑了 睁大着眼说道 素宝才刚认识了舅舅 文言记长探出一口气 小书包啊 这个魂壶之所以叫魂壶 是因为他只装魂魄 素宝啊了一声 那怎么办呢 装鬼魂 装到满就可以了 装油魂也鬼 需要装100个 装利鬼 需要装49个 装恶鬼就厉害了 只需要装18个 素宝凑着葫芦看了一眼 师傅不 那葫芦里的丑阿姨 把葫芦装满了吗 那可差远了 素宝一脸痛心疾首 丑阿姨真没用 这么小的葫芦都装不满 喂喂 你对我的要求 是不是太高了 素宝忽然说道 对了 师傅 雪儿头上那个鬼 也是恶鬼对不对 记长说是啊 素宝顿时高兴了 素宝这就去找和温哥哥 说完 便从床上就跳下来 记长问找他干什么呀 素宝飞快地瞄了一眼记长 师傅处真笨 要找雪儿 当然得去有他的地方找呀 雪儿和和温哥哥一个学校 所以要去找和温哥哥 素宝说完 还同情地看了记长一眼 师傅处一定是死太久 脑子坏掉了 记长嘴角抽了抽 我是不是被一个 四岁的小奶团子鄙视了 素宝是越来越奇怪了 又是逆天的资质 又是需要功德续命 我当初真的只是 恰好遇见刚死的苏景玉 才顺理成章来到素宝身边的吗 他手一挥 面前多出一个册子 只见素宝的名字 下面出现两行鲜红的备注 他若让人三更死 绝不留人过五更 什么鬼 有这种本事的 貌似只有阎王吗 四岁小萌娃 居然让一个女鬼 去监视自己的哥哥 原因还要从素宝 跑到素和问房间门口说起 和问哥哥在吗 里面传来和问的声音 让他进去 素和问皱眉 这次来是问什么 如果又识经时 有多少这种侮辱数学的题目 我不会再回答了 亏我上次还给他 算了整整一页纸 结果他就寄住了一桶 都不经济到多少毫升 素宝抱着小兔子 满怀期待地看着素和问 不是哦 素宝是想来问 明天你去学校的时候 能带上素宝一起吗 素和问面无表情地说 那不可能 我最讨厌的 就是根屁虫了 何况还要上课呢 谁有空带他 素宝可怜巴巴地说 可是 只是话还没说完 素和问不耐烦地 就将他退出门 一边玩去 别烦我 说吧 碰一声关上门了 门外的素宝 看着被关上的房门 觉得自己一定是不够可爱 还是回去换条裙子再来吧 素宝哒哒哒跑回房间 换了一条蓬蓬裙子 又来到和问的房间 哥哥 这回素宝都还没说话 素和问就关上门了 继常见素宝两次被赶出门 就不淡定了 这小子 居然敢这么 对我的宝贝图哦 小书包 你去找外婆 让外婆来说他 他绝对会同意带你的 不料被素宝当场否决 不行的 小孩子的事情 就要小孩子自己解决 动不动就跟大人告状 好幼稚 闻言 继常哭笑不得 那你想怎么办 素和问可不是你能说得动的家伙 素宝板着笑脸说道 小孩子自有小孩子的办法 师父你就别管 那么多了 不一会 素宝手上端了杯果汁 又嘟嘟嘟地敲响苏和问的房门 这回等了好一会 苏和问才猛地拉开门 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刚刚差点就解除 那道一次函数题了 又被你打断烦死了 素宝愣了愣着才发现自己 好像打扰哥哥了 他端着果汁递过去 哥哥 喝果汁 谁知素和问不耐烦地把果汁推开 我不喝 能不能不要再来烦我 装满的果汁顿时泼了出去 撒了素宝一声 素宝脸上的笑见见收敛 够烦人的 于是冷声说道 把果汁给我 素和问以为他是要哭鼻子呢 看到的却是猝不及防 一个大大的笑脸 怎么偏偏是成枝 我最讨厌成枝了 算了 看他一脸期待的样子 我也正好渴了 对 我只是渴了 没有心愿 素和问别扭地说了一声谢谢 喝完这杯果汁 我就不欠你什么了 不管怎样 我是不会带你去学校的 还有我还要解题 你自己去玩吧 说完就见了自己房间 看着素和问一口把果汁闷了 素宝开心极了 哥哥再见 素宝呢喃着 哥哥又关上门了 只是素宝不能再去打扰哥哥 还是等他不忙的时候来问问吧 忽然素宝小脸上一脸纠结 可是素宝怎么知道 哥哥什么时候不忙呢 一旁的记长说道 你让丑阿姨进去盯着他不就行了 素宝双眼一亮 对哦 丑阿姨是鬼 可以穿墙而过 一般人也看不见他 素宝立刻伸手一抓 把女鬼从魂湖里拉了出来丑阿姨 你可以帮素宝偷偷看看 哥哥在干什么吗 女鬼一脸生无可恋 可以是可以 不过在叫我办事之前 能不能把丑阿姨三个字去掉 女鬼念念叨道后 穿墙而过 屋里却不见素和问的身影 他便循着踪迹 往卫生间而去 穿过卫生间门 只见素和问正坐在马桶上 拿着一本数学在看着 拉的屎都是一脸认真 突然 女鬼疑了一声 我的身影怎么会出现在玻璃反射里 就在这时 素和问抬起了头 女鬼也正好下意识扭头 两边视线就这样撞在了一起 素和问下的屁股还没擦 裤子也没捞起来 拉开门 就往外狂奔去 他跑 他追 素和问插翅南飞 就在刚刚 素和问在厕所里 和一只女鬼四目相对了 他被吓得屁股还没擦 裤子也没捞起来 拉开门就往外狂奔去 爸爸救命 素保正在门外耐心等着 突然门咔嚓一声打开 一个人影搜的一声窜出来 还露着半边屁股 见素和问一脸惊恐 他也慌慌张张地跟着追上去 这一追 不敢回头的素和问 更是魂飞魄散 一边往书房跑 一边大喊 爸爸爸 救命 素一辰刚躲出书房 就看到提着裤子飞奔的素和问 以及在后面 追着的素保 他接住扑到自己怀里的素和问 旋即闻到一股美妙的气味 这是上厕所没擦屁股 素和问惊魂未定 有鬼 素保气喘吁吁地追上来 哥哥 没有鬼 素保是人 不是鬼 素保疑惑地想得 丑阿姨才是鬼 但一般情况下人是看不到丑阿姨的 女鬼飘在后面 也是一脸疑惑 咋地 你能看到我 你现在还能看到我 女鬼凑近苏和问 却发现他的目光依旧看向后面 既常觉得这件事越发的诡异了 苏和问将着脸回头 果然看到 素保站在身后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而素保连忙捂住眼睛 哥哥你怎么不穿裤子就跑出来了 他连忙把裤子提上 但感觉这个人都不舒服了 自己长这么大 就没这么丢脸过 我刚刚是真的看到了 一个很丑很丑的女鬼 刚要说话的女鬼 顿时感觉到了一万点暴击 我真的有这么丑吗 苏一辰让和问先去洗澡 他跟着 一起去房间看看 苏和问背脊发僵 可恶 长这么大 就没这么丢脸过 这时 素保问道 哥哥你是不是怕 你要是怕的话 他话还没说完 苏和问就哼了一声 谁 谁怕了 说完硬着头皮就往房间走 素一辰偏过头 素保捏早先回去休息 说完 抬脚跟上苏和问回房间去了 记长一条眉头 眼底意味不明 奇怪了 苏和问到底 怎么看到鬼的 李梅 要不你再进去看看 素保瞪着记长 师父不许使坏 苏和问的房间里 等他洗完澡出来 都没有再看到什么 苏一辰问道 刚刚你真看到了 苏和问闽纯小声说道 可能我看错了吧 苏一辰正要说话 但不知想到了什么 只是说道 你记住了 不管什么情况下 都要保护好你妹妹 可是素保说 明天要跟去学校 苏一辰几乎没有什么迟疑就说道 那你就带他去 素保不是无理取闹的孩子 他想跟着去 肯定有他的道理 苏和问不满的问道 老爸 你就不怕把素保 也宠成寒寒那样的 苏一辰站起来说不会 明天的事我会安排好 你把素保带好了 苏和问撇撇嘴 不知可否 妹妹什么的 果然最讨厌了 苏一辰回到书房 就打了个电话 通知五项国际小学 送一套校服书包过来 还有 加强学校安保 一日 苏一辰叮嘱到 到了学校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旁的苏老夫人 不放心地唠叨着 要不我跟着去吧 这么小的孩子 她不由得吃笑一声 我们都行 妹妹怎么不行了 就妹妹娇贵 想着以前自己 这么大的时候 妈妈也是只宠的妹妹 我这边就从来 都没人管没人问 她面无表情地 转身直接上车去了 还说什么男子汉搭丈夫 没有黏着妈妈的道理 就算半夜惊醒了害怕 妈妈也只会无情地 让我自己锻炼胆子 其实说到底 能得到关心 得到爱护的 永远只有妹妹 苏子曦透过窗户 看了一眼 被重心捧约的素保 哼了一声 眼底有不爽是真 但羡慕也是真 忽然 外边的素保回头看过来 苏子曦立刻收回视线 拿出手机打游戏 苏一辰把素保送上校车 她问 需要大舅舅一起去吗 素保白白小手 不用不用 素保自己可以搭 不过大舅舅 今天要记得带素保去逛街啊 想到昨天吃饱睡着后 都忘记去逛街了 素保还要买银针 给外婆治病呢 苏一辰温生道 好 中午大舅舅去接你 先上车的苏和问 扭头看向素保 冷着脸说道 好的哥哥 他板着小脸 把素保牵着往后面走去 素保乖乖地跟着哥哥 众多小朋友纷纷探头出来 稀奇地看着矮蹲蹲一只的素保 纷纷惊讶 这么小 你会上学吗 另一个同学说道 苏和问 你怎么脱了个小尾巴 素保一抬头 就看见坐在最后一排的思义然 顿时绽放出一个笑脸 嗨 小哥哥 思义然抿着唇 小脸冷肃地嗡了一声 素保好奇问道 小哥哥 你不高兴 思义然扭头 没有 心里很少呢 今天没有带糖 那我该怎么跟素保相处呢 素保有些奇怪的 看向思义然 小哥哥今天是怎么了 他每次都是坐私家车上学 却和两个小跟班 谎称自己是坐校车上学的 只因校车用的 都是特制的装甲材料 随行老师也是特种部队退役 主要是每个月的费用就达十万 而且 他们学校能坐得起的 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所以 他害怕被人看到 别人会嘲笑 他是坐不起校车的孩子 他每次都和校车一起到学校 他从旁边路过 到时候 别人就会以为他 也是坐校车来的 不知情的小伙伴们 看到都会露出羡慕的眼神 雪儿的虚荣心 也会被大大的满足 此刻没人看见 雪儿的头上 飘着一个恶果 他黑黑的笑了一声 这么小的年纪 却有这么大的虚荣 真是我最好的养料啊 大口一张 从雪儿身上 吸出一道黑气 另一边 素保正乖乖跟在素和文后面 哥哥 素保总会跟你一个班吗 可以跟你坐一起吗 还有还有 你知道雪儿是那每个班的吗 素和文终于不耐烦地说道 闭嘴 他只觉得好尴尬 别的小朋友都是自己来的 他却带着一个小尾巴 丢脸死了 素保立刻捂住嘴巴 小小声说道 好吧 对不起 小奶团眨巴大眼 看着素和文 小手手把嘴巴捂得严严实实的 见素和文看来 还飞快地放开嘴巴 说了一句 哥哥你放心 素保不吵你了 素保会自己找肥羊的 肥羊肥羊 我的肥羊 你在哪里 素保这看他那看看 素和文顿时嘴角一抽 就叫他不要来吧 在学校里 他去哪里给他找什么肥羊 素和文在楼下 和自己弟弟妹妹分别 蛋蛋说道 素和文 我们上去了 看好他 知道了 看着自己哥哥潇洒地离开 素和文羡慕得不行 想麻烦惊 我才不想管那 看着小蠢货还站在原地 素和文没好气地抓住他 牵着他的手上楼 刚进教室 班上的其他同学纷纷看来 都是哄笑着 拿素和文开玩笑 素和文 这是你妹妹 你怎么把你妹妹都带来学校了 别人是奶爸 你是奶哥 话音刚落 同学顿时大笑出声 素和文只觉得丢脸至极 他在心里默默地发誓 以后再带妹妹来学校 他就是猪 他就尿尿尿不远 他就叽叽歪歪 他就吃饭吃一半 发现有半截青菜虫 素保刚进教室 一眼就看到了雪儿 师父你看 雪儿在哪里 他脖子上 坐着好肥一只羊 哦不 好大好大一只恶鬼 记长低声说道 果然在这里 小书包 今天就看你的了 让师父看看你有没有长进 这是一个女老师走进来 看到素和文和素保 便笑眯眯问道 你就是素保吧 老师听说了 素保今天跟哥哥 来提前体验小学生活了 对不对 素保用力点头 嗯啊 素保是来上学的 他不能说是来抓鬼的 不然老师 也被吓得光着屁股 从厕所里跑出来就不好了 就跟和文哥哥一样 女老师被素保呆萌的样子 逗笑了 那素保和哥哥一起坐吗 素保忽然指着雪儿旁边的位置说道 老师 我想和雪儿坐 老师恍无道 对对 雪儿的同桌 正好今天请假没有来呢 一旁的鸡肠眉头一挑 这是什么狗屎运 此时的雪儿脸色不太好 每次有素保在都没好事 他才不想和素保一起坐 这时雪儿前面的女同学 不然回头惊叹一句 雪儿你不仅和私家关系好 和素家关系这么好呀 雪儿心底的不情愿顿时消散了 那种虚荣的满足感 让他立刻扬起了一个笑脸 也没有了 只是恰巧之前和素保一起去路过营而已 素保妹妹来姐姐这边 雪儿拍拍身边的小椅子 素保背着小书包 哒哒哒跑到雪儿旁边 坐下 雪儿正想和素保掏近乎 却见素保从书包里摸出一只老乌龟 雪儿愣住了 女老师也惊呆了 素保 你这是 老师放心哦 乌龟爷爷不会说话 小乌也不会吵的 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 素保来学校了 他们在家会很孤独 所以他们吵着要跟着素保来 女老师俯了 嘴角直抽抽 乌龟和鸟 他们能知道什么孤独吗 不对 他这么小的奶娃子也不知道吧 素保呀 我们这是课堂 要是他们影响上课 老师就需要把他们带走 可以吧 素保双眼不灵不灵地看着他 乖巧点头 好的 四岁小女孩跟着哥哥来到学校 提前体验小学生活 刚上第一节课 就奶兄奶兄地威胁别人 你放学别走 小树零剑 因为他看到 女孩头上正飘着一只恶鬼 而这只恶鬼 是因为女孩虚荣心太强 才缠着他的 恶鬼警惕地看着季长 可眼底却是疑惑 他没能从季长身上感受到任何阴霞 分辨不出季长到底是什么鬼 季长正在跟素保科普 这是一只虚荣鬼 小树包 本会你把雪儿约小树林 咱收了他 素保悄悄点头 好搭师傅 素保小脑袋透镜 脸上的表情学到了季长三寸嚣张 你放学别走 小树林剑 奶兄奶兄的 雪儿正认真听课 文言愣了一下 第一节课很快就上完 女老师笑容满面地走向素保 素保 刚刚有没有听懂 他一点都没指望素保能说懂 却见素保点头 听懂了 是吗 那老师来考考你 工人叔叔要修一条长100米的路 第一天已修好64米 剩下的要6天修完 平均每天修多少米 素保回答6米 女老师一愣 不由得惊叹 素保 你好厉害啊 素保却一脸困惑 可是老师 工人叔叔第一天就能修好64米 为什么后来每天只修6米 他就不能一天修完吗 对呀 做了这么多年老师 我竟然会回答不出一个四岁小孩的问题 太尴尬了 正在他为难你 不知道怎么回到的时候 隔壁同个办公室的数学老师也过来了 我们的小小素保同学 今天有没有听懂老师说什么 素保又点头说道 听懂了 女老师跟进来的数学老师介绍 素保特别厉害 刚刚教的他都记住了 然而那个数学老师来了兴致 他惊奇道 素保这么厉害 那老师考考你啊 小朋友口袋里有50棒棒糖 70个棉花糖 100个水果糖 小朋友吃了50个棒棒糖 60个棉花糖和100个水果糖 请问小朋友还有什么糖 素保摇了摇头 小朋友现在有糖尿病 心想就像外婆一样 外公说 外婆就是偷吃太多糖才有的 两个老师皆是一愣 旋即哈哈大笑 这个答案好像也没毛病啊 雪儿看到两个老师都围在素保旁边 脸上笑呵呵的 心底就有点不开心 素保妹妹不对哦 棒棒糖和水果糖都被吃完了 还剩下的是10个棉花糖 不是剩下糖尿病 雪儿很努力地表现自己算术厉害 说完还特意看向老师 暗自期待着老师的夸奖 但老师注意力都在素保身上 竟都没有回应雪儿 明明我的回答才是正确的 为什么就没人理我 顿时觉得又尴尬又丢脸 老师揉了揉素保的脑袋 叮嘱他有什么需要 就去找老师 然后出去了 同学们立刻围上来 看着素保桌面上的乌龟 素保 你怎么带乌龟来了 干嘛让他这样躺的呀 素保解释道 因为翻过来的话 乌龟爷爷会嗖一声跑出去 又有人问道 刚刚你那只小鹦鹉呢 素保蹲在书桌面前 小脸蛋贴着抽屉看着 小五在里面 他怕陌生人 那要怎么样他才不怕 他吃不吃面包啊 翠绿翠绿的虎皮鹦鹉 听说虎皮鹦鹉很聪明 素保一下子就成了班宠 雪儿气急了 以前下课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围到他这边来 跟他聊天 现在全都跑素保那里去了 除了雪儿 同样不太爽的 还有苏和问 明明只是个凡人的妹妹 下课了却 不来找我这个哥哥 搞什么呀 他把书本啪一声收起来 雪儿温身看去 看来和问哥哥也不喜欢素保 他眼神一转 走向苏和问 和问哥哥 大家都好喜欢素保 素保好会说话 不像雪儿 雪儿嘴巴笨笨的 雪儿暗响 和问哥哥肯定会说 素保那种小孩 有什么好喜欢的 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吧 万万没想到 小理工男素和问 从小就有了钢铁一般的意志 直接戳破雪儿的虚伪 干嘛 你才几岁就学到白莲花的精髓了 来我跟前装什么呢 你才几岁就学到白莲花的精髓了 来我跟前装什么呢 雪儿眼眶一红 和问哥哥 你怎么这么说我 素和问没好气的说滚 他冷漠的看着还没走的雪儿 不耐烦的说道 白莲花你滚不滚 再不滚毛动手了 恰好上课铃响起 同学们赶紧回座位吧 下课十分钟 素保就认识了很多朋友 他很高兴 忽然一张小纸条 从后面扔到他的桌子上 素保奇怪的把小纸条打开 一脸认真的念 素保 你吃饭了吗 哦 没吃啊 等会可以跟我一起去吃鸡腿嘛 一旁的技场嘴角一抽 小学生一年级 字还没学全 有的字还是拼音代替 素保在书包里摸呀摸 摸出一支铅笔 他趴在桌上认真的回复 好呀 我也喜欢吃鸡腿 等会一起吃鸡腿吧 既常看他嘴里念念有词 但在小纸条上 却是乱涂一通 看着素保画好后 把纸条折起来 递回去给后面的小伙伴 一旁的雪儿突然举手说的 老师 唐子行和素保上课传纸条 他知道 王老师最讨厌别人上课说话传纸条 所以 素保一定会被骂 讲台上的英语老师被打断 看向素保和他身后的男同学 老师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中年女人 他伸出手力声道 拿出来 唐子行小脸惨白 把手里的小纸条交给了王老师 他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 视线落在素保身上 校董会那帮人 整天就知道 巴这大股东苏家 还想让我特别照顾一下素保 想得美 我今天就要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规矩 王老师居高临下地看着素保 你们两个拿上东西出去站着 素保没上过课 但懵懵懂懂地意识到 自己好像错了 老师 话没说完 老师就把尺子 在素保桌面啪地抽了一下 住口 我不管你是谁家的小孩 家里多有钱 在我的课堂上 就要遵守我的规矩 素保想说不是的 他只是不知道 上课不能传纸条 还有 他是想道歉呀 可是再看看这个老师 眉毛直立 颧骨高高凸起 嘴唇薄色淡 这样的面相叫刻薄之相 素保没有再道歉 背上自己的小树包出去了 雪儿高兴地差点笑出声来 却不知道他头上的虚伪鬼 深吸一口气 喋喋笑着 真让人惊讶 这么快就吸食到了如此多煞气 再要不了多久 他的身体就是我的了 此时的雪儿双眼底下 渐渐浮上一层青灰色的黑眼圈 老师在讲台上说道 都给我记住 我不管你们家长是什么大官 或是什么有钱人 在我这里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说到这里 他忽然看向苏和问 冷笑一声 苏和问 素保是你妹妹是吧 我听说他刚到你们家 就把你二叔二婶闹得离婚了 像他这样跋扈顽固的小孩子 就该有个人教一教 你可不要跟着你妹妹学坏了 文言 苏和问书的一声站起来 手啪一声拍在了桌上 语气冰冷 我妹妹还轮不到你来说 你身为一个教师 不好好教书 却在课堂上说 别人闲话 简直是教师中的败类 化学元素周期表的51号 说的就是王老师你这种人 他背着书包 一边往外走 一边又补上一句 还有 我二叔和二婶离婚 是我二婶自己做的 跟我妹妹无关 我二婶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 王老师你是不是也想进去蹲一下 老师一愣 没料到平时一声不吭的苏和问 居然敢顶嘴 一时间气到哆嗦 经过讲台的苏和问 忽然顿着 冷酷地说了一句 知道51号化学元素是什么吗 是T 元素符号是SD 说吧将书包一甩 搭在肩上 面无表情地出去了 看着头也不回的苏和问 王老师气得尖声骂道 以后你别想踏进我课堂半步 我没有你这种不遵师长的学生 走廊外 素宝头上顶着乌龟 乌龟上面又站着小五 素宝叹了一口气 小五也跟着叹了一声 苏和问就是在这个时候走了出来 见到素宝 居然真的乖乖贴墙站着 不由得无语 走了 你不是想吃肥羊吗 我带你去 素宝移了一声 学校里真的有肥羊吗 虽然有点麻烦 但只要有超能力 别说肥羊肥牛 满汉全息都可以给你整出来 素宝探头从窗户外看了看你 可是 算了 反正雪儿又不是素宝的好朋友 还是去吃肥羊更重要 素和问一脸迷惑 可是什么 素宝笑了笑没什么 他就飞快地拿起小书包 把乌龟爷爷和小五往里面一塞 我们走吧 唐子行看了看素宝 一脸羡慕 但他不敢去 五项国际小学的食堂两边 各有一个小超市和美食街 高级私立学校吃的方面 自然也是做到最好 只不过东西贵也是真的 老板 帮我上一份刷肥羊 再来两个烤羊腿 边上的素宝连忙补充道 还有一只虾和一片苹果 乌龟爷爷和小五也要吃 素和问满额黑线的补充 加一盘活虾 一份苹果切片 老板啊了一声 现在这个点还太早 食材都没 话还没说完 就见素和问拿出饭卡 我出双倍前 老板顿时高兴地连忙说道 好嘞 等我15分钟 素宝瞪大眼睛 一脸惊叹地夸赞 哥哥好厉害 素和问不知道怎跌 竟有一种轻飘飘的自豪感 随即哼了一声 麻烦 还十分傲娇的模样 很快菜都上来了 素宝把小五从书包里掏出来 拿了一片苹果胃在他嘴边 这才伸出小水 轮到素宝吃了 素和问忽然让他等等 素宝疑惑地抬头 只见素和问拿起一边的一次性手套 凑近了一些 给他套在手上 谢谢哥哥 素宝脆声说道 同时被烤羊腿的香味 勾得流下了一滴口水 素和问一脸嫌弃 不要谢了 你口水都流下来了 小男生特别嫌弃地拿起纸巾 给素宝擦了擦嘴 才不是他宠他 实在是让人看到 他妹妹这么大 居然还流口水的话 他的脸往哪里割 素宝一边吃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哥哥 你也刺 素和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化身成服务员 吃你的 别管我 我要是不帮你包好 你得吃到什么时候 赶紧吃完 等会第四节课是语文课 素宝有些奇怪 和问哥哥不是不喜欢语文课吗 素宝记得 和问哥哥喜欢看书 喜欢语文课 和问哥哥喜欢奇奇怪怪的数字才对啊 这边素宝吃得开开心心 那边 没有了素宝和计常的镇压 虚荣鬼越发肆无忌惮 原本坐得直直的雪儿 却感觉好像背着一座山似的 压得他好累 这时候 他感觉到椅子被踢动 回过头一看 后桌的同学被吓了一跳 雪儿 你没事吧 你昨晚没睡好吗 雪儿摇了摇头 接着一张小纸条递了过来 他展开一看 指尖上面歪歪扭扭的 写着好长一段字 忽然他背上的虚荣鬼黑黑一笑 蛊惑道 被人喜欢 是一件多么有面子的事啊 快把纸条举起来 大声告诉所有人 刘子星给你表白哦 雪儿眼底闪过一丝兴奋 没错 我这么受人喜欢 就该要让大家都知道 我要让所有人都明白 最受欢迎的小朋友 不是素宝 而是我 于是举手大声说道 王老师 刘子星给我传字条 坐在最后一排的刘子星 心底一荒 手里的笔都掉 四岁小萌娃给哥哥科普 什么鬼可以白天出来 什么鬼不可以出来 但没人知道 小小理工男苏和问 最怕的就是鬼 上集说道 雪儿告状有人给她传纸条 老师气急道 谁写的 雪儿念出来 雪儿展开纸条 大声说道 雪儿 我想对你说一句话 I love you 她一字不落地 把纸条上的字全都念了出来 念完后 抬着下巴像一只骄傲的孔雀 英语老师冷喝道 刘子星给我出去站着 明天叫你家长来一趟 小小年纪就学会早恋了 你这样的学生我见多了 以后长大 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不是人渣就是败累 刘子星脸色惨白 怨恨地看了雪儿一眼 一声不吭地出去了 雪儿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 虚伪鬼只能影响她的虚荣 却影响不了她的愧疚心 周围的小同学们 立刻围上来 I雪儿 刘子星是什么时候喜欢你的呀 她是癞蛤蟆 想吃天罗肉 不过话说回来 我听说好多人都喜欢雪儿 雪儿抽屉里的情书 是不是都堆满了 雪儿一边谦虚地说着哪有 一边任凭一个女同学 把她抽屉里的情书都掏出来 雪儿的两个跟班 嘻嘻哈哈地念着 雪儿假惺惺地说道 好了 你们无不无聊呀 我是不可能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的了 雪儿的小跟班说道 也对 我们雪儿可是和思佳定了娃娃亲的 以后是思佳唯一的思太太 听到这话 雪儿并没有否认 在众人惊叹声中默认 心底那种虚荣感 更是让她飘到了极点 殊不知 她在她背后的虚荣鬼 也膨胀到了极点 溜达回来的忌常 就看到这一幕 这是吸食了多少虚荣煞气啊 照着吸食速度 不出两天 雪儿就会死掉 必须在她取代宿主之前给收了 不过 小书包去哪了 办公室里 班主任顺嘴问王老师 刚刚你上课怎么样 素包有乖乖的吧 王老师吃笑一声 一个四岁小孩 能有什么纪律 这时候 另外一个老师回来问王老师 我刚刚去教室 素包怎么不见了 王老师皱眉 我怎么知道 下课了谁知道他去哪里玩了 这么小的小孩就贪玩 学校是学习的地方 又不是幼儿园 难道还要我跟在他屁股后面管着他 一旁的班主任善意警告道 王老师 你性子还是得改一改 这次这个孩子可不一样 上课铃声响起 王老师拿起教案 在我眼里所有学生都是平等的 没有贵贱之分 一切都拿成绩说话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班主任都无语了 说什么所有学生都是平等 明明就是拿着成绩稿区别对待 英语不到90分的孩子看都看不起 另一边 素包吃了小肚子圆圆的 满足地打了个宝格 一旁的苏和问满额黑线 吃够了吧 明天不要再跟着我了 是为了吃 是来干嘛 来上课 他才多少岁 说这话看我信吗 没想到素包去摇摇头 不是呀 是来抓鬼的 抓什么鬼 这让苏和问猛地想起 昨天上厕所时 看到的丑女鬼 素包扭头问哥哥是不是害怕 苏和问小脸一僵 硬着头皮说 谁怕了 我就是问你抓什么鬼 素包凑近苏和问 敲声说道 抓恶鬼 那恶鬼就趴在雪儿头上 从他脖子吸煞气 就好像在喝珍珠奶茶一样 苏和问一下子 就联想到别人喝奶茶的样子 忽然他不知道咋的 就感觉一阵阴风吹过 自己脖子凉凉的 他下意识地捂住后脖梗 都没察觉自己脸上带了些紧张 问素包 那恶鬼白天也能出来啊 素包掰着手指数 世上分三种鬼 但不是每种鬼都能白天出来哦 像丑阿姨这样的 叫有魂业鬼 非正常死亡的 不能好好去投胎 就在人间飘呀飘 这让苏和问瞬间想到 把自己吓得家断时的女鬼 脸色糊得一白 然后还有利鬼 就是那种死得可惨可惨的人变得 会突然出现 把人吓飞魂 苏和问小脸又是一白 最后还有一个叫恶鬼 很凶的 会吃人 有魂业鬼和利鬼 白天都不能出现 但他可以哦 他非常强壮 忽然苏和问捂住素包的嘴巴 好了 你别说了 他四处看了一眼 心想这大太阳的 怎么可能会有鬼 然后他放开了素包 素包飞快地说道 哥哥 你就是怕嘛 没关系的 害怕不丢脸的 我什么时候怕了 不会说话就不要说 可是哥哥这么厉害 为什么会怕鬼呢 不应该啊 其实鬼鬼不可怕的 跟人一样 除了眼珠子会突出来了 还有手掌会断掉了 下一秒 苏和问也不知道 哪里拿出来的一块糖果 塞进了素包嘴里 这时素包终于安静了 小男孩不想去上学 只因妹妹告诉他同班女生 头上顶着一只恶鬼 但是他一想到 会被妹妹嘲笑他怕鬼 于是硬着头皮也得上 这时候 班主任终于找到了两人 苏和问 素包 你们去哪里了 上课铃声都响了 素包挫着糖 含糊不清 素包肚子饿了 哥哥带素包来吃东西 苏和问却哼一声 是王老师把我们赶出来的 这件事当然不能这么算了 苏和问 只想给自己老爸打个电话 让他来接他们回去 想起素包说的 雪儿头上趴着一只恶鬼 他就不想上去了 听苏和问说 要手机联系苏一辰 这种事 怎么能让苏总出面 于是连忙劝道 和问啊 老师还赶着回去上课呢 你先带妹妹回教室去 好不好 苏和问还没说话 就见素包十分乖巧地举起小手手 好的老师 素包和哥哥去上课 说完 就牵着哥哥往回走 苏和问不情不愿地跟在后面 他没办法呀 要是不上去 那岂不是要被妹妹嘲笑他怕鬼 吹过的牛 硬着头皮也得上 进了教室 苏和问条件反射一般看向雪儿 只见雪儿刚好抬头 见他看来 咧嘴对他笑了笑 苏和问顿时觉得惊悚 眼前的雪儿 两只眼睛下面 扶着一层青灰色 脸色也阴沉沉的 两只眼珠子直勾勾盯着他 这么一笑 还有些莫名诡异 刚刚雪儿到他面前装的时候 还不是这样的 难道真的像素宝说的那样 雪儿身上有恶鬼 想到这苏和问 立刻收回视线 僵硬着后背 不受控制的同手同脚走回座位 此刻虚伪鬼正盘在雪儿头上蛊惑道 看呀看呀 苏和问看你了呢 回到教室第一个看的是你哦 他肯定也喜欢你 哇人人都喜欢雪儿呢 雪儿一路盯着苏和问 心底都是骄傲 像我这么优秀的女孩子 果然小男生们都会喜欢自己 这时素宝回到了雪儿旁边 歪头看了一眼虚微鬼 你也吃饱了呀 他嘀咕道 这么大的鬼鬼 应该能把魂壶装满一点点疤 雪儿疲倦的扭头 什么吃饱 他跟他才不一样 他来是好好学习的 不像素宝 满脑子都是吃 这时候班主任走了进来 好了同学们 我们开始上课 今天我们上的是村居 这首诗比我们之前学的 都要长一点点哦 话音刚落 雪儿立刻举手 老师 这首诗我早就会背了 班主任顿了一下 看向雪儿 那好 雪儿来背看看 雪儿把手付在身后 他一字不漏地背下来 字正腔圆 感情丰沛 就好像登台表演的朗诵一般 同学们挖了一声 纷纷说好厉害 班主任也汗手夸赞 很不错 坐下来的雪儿一愣 为什么就夸了他三个字 他明明背得那么好呀 老师为什么不问他 课外是不是自学了 他还想顺着说 平时自己也很努力呢 雪儿有点不满足 他身后的虚荣鬼 也有些不满 素宝瞪大眼睛 雪儿和恶鬼之间 有好多吸管 纪长正好飘了回来 正看到雪儿和虚荣鬼的不满 素宝 你跟老师说你也会背 素宝把小手手高高地举起来 老师 素宝也会 班主任愣了一下 那素宝来背一下 素宝站起来 养着小脑袋背道 草长英飞二月天 绑着两个小啾啾头发的小团子 摇头晃了 有些字发音虽然不是很准 哪声哪气的 也没有雪儿 那样的自证腔圆 心都不知不觉融化了 素宝真厉害 这都能背下来 平时有在学吗 不是呀 素宝才刚学的 其实 素宝是师父父刚刚教的 素宝只是跟着念 不过念过之后 素宝就记住了 此时的雪儿 她眼底都是难以置信和不服气 素宝背的明明没有她好 为什么老师 却夸了那么多 她背下这首诗 还花了半个晚上的时间 素宝居然说她刚刚才学的 就是撒谎 雪儿心底很不平衡 觉得老师看素宝 是苏家千金才这么夸的 她要是苏家千金 那她岂不是比素宝更好 雪儿眼底闪过一丝极度 心底一直想着一个是 要是把素宝给杀了 那她就是苏家千金了 上集说到 雪儿因为自己的虚荣心 居然想要杀了素宝 她不受控制地伸出手 狠狠一推却扑了个空 哐当一声 撞在素宝的椅背后面 班主任问她怎么回事 雪儿连忙作证 可是她动作迟缓 显得很疲惫的样子 说自己没事 恶鬼暗想 再给她两天时间 她一定能取代雪儿 可不是她 素宝压低声音问师傅傅 她这么胖 可以把缝壶装满吧 季肠眼底意味不明地盯着恶鬼 不能 素宝叹气 这不白膨胀了 真没用 季肠拿出来一本册子 一边翻看 一边漫不经心地问恶鬼 你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吧 要成为恶鬼 条件还是蛮苛刻的 小书包 认真听 首先恶鬼死的时候 就得是惨死 这惨死不是一般的惨死 跳楼摔断手脚 被车压飞投掠这些 都不算惨死 只能在原地不断地重复死亡过程 日积月累的积怨 因 煞 呃 才能成为恶鬼 季肠抬眸看了一眼恶鬼 我很好奇 你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恶鬼脸色难看 她虽然看不出 季肠属于什么鬼 但对方却带着一种 令她心惊的气息 素宝歪头看向恶鬼 对啊 怎么死的呢 怎么死会死得这么膨胀 像个大气球呢 恶鬼完全没把素宝放在眼里 不过警惕季肠 但想到自己 已经是鬼中最凶杀的恶鬼 还怕她不成 终于熬到了下课 突然雪儿咬牙质问着素宝 你刚刚就是故意的是不是 竟然故意在自己推她的时候让开 让我出了那么大的丑 还故意抢我风头被尸 素宝奇怪地问故意什么 雪儿气急尖叫出声 故意抢我风头 周围的同学差一回头 惊恶地看着雪儿 雪儿一惊 这才发现自己 竟把心底话喊了出来 她连忙收拾书包 你不是说小树零剑吗 谁不来 谁就是小狗 说完 她背起书包走了 素宝立刻把乌龟爷爷和小五 又塞进书包里 然后拉着苏和问 哥哥 我们也快走 苏和问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去哪里 抓鬼鬼啊 话落不由分说的 拉着苏和问就跑 苏和问心中暗想 他才不要去 去抓鬼什么的 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他在后面一直叫着等等 可素宝根本不听 反而拉着他跑得飞快 苏和问刚踏入小树林 就看到不远处雪儿 垂头站在那里 微微弯着腰 双手也直直垂着 见他进来 他缓缓抬头 直勾勾盯着他 苏和问只觉得汗毛一束 整个人都裂开了 素宝问哥哥是不是害怕 要不哥哥先回去吧 打退堂鼓翔走的苏和问 又站住脚 硬着头皮说道 笑话 我会怕 我要镇定 这个世上没什么能吓到我 正这么想的时候 突然不知道 哪里传来一声尖叫 苏和问瞬间跳起 素宝连忙拉住了 往外狂奔的苏和问 哥哥 是小五 只听书包里的小五正在唱歌 后面的鸭变成了尖叫 这时雪儿轻飘飘地走过来 他脚步虚浮 好像垫着脚尖似的 和问哥哥 你也来了 苏和问的泪水顿时憋了回去 画成了寒毛植树 素宝拦在苏和问面前 小奶团子此刻一脸人素 有什么事冲我来 别吓我哥哥 师父父 快过来 师父父 素宝四处张望 还师父父呢 苏和问再一次见到小阿飘 师父忽然出现 伸手在素宝脑袋上揉了揉 喊什么呢 素宝疑惑地看向他 师父父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总是不见人影 不对 是不见鬼影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他疑惑地问师父 雪儿他这是怎么了 恶鬼 应该还没霸占雪儿的躯窍才对 可他怎么觉得 雪儿已经不见了 寄常解释 这叫鬼踢身 虽然鬼附身和鬼踢身 只差一个字 但却是不一样 鬼附身鬼附在宿主身上 影响着宿主 而鬼踢身 是鬼试图操纵宿主 但却又没能完全占领宿主的躯窍 素宝连连点头 原来这就是鬼踢身 苏和问小脸 坦白地问什么叫鬼踢身 素宝照着寄常所说的解释了一遍 哥哥你瞧 他指着雪儿点起的脚尖 鬼踢身 就是有鬼在操纵宿主 现在雪儿身上就趴着一只鬼 双脚垫在雪儿侥心下面 代替雪儿走路 苏和问师又害怕 又控制不住自己的视线 果真见雪儿垫着脚尖 脚背成一条直线 以常人无法做到的动作点脚站着 素和问又想跑了 素宝却又说道 所以当我们周围有鬼的时候 千万别跑 人是跑不过鬼的 而且跑起来 脚心会大大朝后抬起 容易被鬼趁虚而入 素和问说 那他该怎么走 素宝认真的继续科普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尽量不要让脚板离开地面 比如挪着走 或者直直跳着走 或者倒退走 当然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鬼鬼打死 素和问说 打死 你认真的 素宝拍了开小胸脯 哥哥别怕 素宝厉害着呢 这样的鬼鬼 都不够素宝塞牙缝 一旁恶鬼听到素宝的话 忍不住吃笑 就凭你 我唯一忌讳的 就是你那个师父而已 他控制着雪儿的身体 问季长究竟想干什么 季长说带徒弟 练练号 顺便解决一下 被压在操场底下 18条人命的事情 恶鬼脸色一变 陡然露出獠牙 我的是你少管 井水不犯河水 大家都是鬼 与此同时 恶狠狠地朝季长扑去 素宝忽然抓住恶鬼的脚踝 喝一声 把恶鬼朝后扔了出去 大家都是鬼 但师父父可不是恶鬼 拜马 原来被小徒弟护着 是这样的感觉啊 季长眼底露出一丝顽裂 素宝摔塌 好的师父 一旁 苏和问早已傻眼 随着素宝把恶鬼摔出去 只听轰的一声 躯体膨胀地 犹如一个相扑的巨大女鬼 显现在他面前 他又见鬼了 苏和问双腿颤抖着 正想扶住一旁的树吻一下 一抬头 怎么这里也有 见他看来 季长疑了一声 你能看见我 他刚想哭 就被季长用一张 看不见的黄符 给封住了嘴 让他现在别吵 安静看着 恶鬼被素宝很摔出去 整个鬼也是傻的 他竟然被一个 四岁的小屁还给摔飞了 他死死地盯着素宝问他 究竟是什么东西 素宝认真纠正 我是人不是东西 不对 我是人 是个东西 也不对 小奶团说到后面 发现怎么说都不对 顿时瞪着恶鬼 脸颊鼓鼓的 你才是东西 你全家都是东西 恶鬼咋了一声 小东西还生气了 话音刚落 就被素宝拎起来 摔得七昏八速 这就生气了 他不过随口一说 至于吗 该死 我最瞧不起的小东西 居然这么厉害 恶鬼忽然大喊 你等一下 你是不是忘了 我现在可是复在雪儿身上 再这么打下去 你就不怕把你的小伙伴 打成重伤吗 他怕了 于是想用雪儿做挡箭牌 沉默两秒的素宝忽然摇头 他才不是素宝的小伙伴 打伤就打伤吧 总好过被鬼吸干 死拉低好吧 四岁小萌娃 一手拽着小女孩的脚腕 将她当玩具一样摔来摔去 只因小女孩的虚荣心 招惹到一只虚荣鬼附在她身上 如果不及时将她除掉 小女孩将有生命危险 所以就看到了这一幕 素宝又是一拳 砸在虚荣鬼的身上 她眼看打不过 咬牙看了看技长 又看了看素宝 果断要跑 素宝手腕上的红绳 发出一道微弱红光 支撑着她 又把虚荣鬼拉了回来 小奶团使了吃奶的劲 左摔右摔 作为虚荣鬼的宿主 雪儿也被连带着左摔右摔 要不是因为素宝抓着的是恶鬼的脚 而不是她的 这么大的力道 早就将她摔成肉泥了 不过她也没好到哪里去 最后一下的时候 只听喷的一声 素宝终于把虚荣鬼 从雪儿身上摔了出去 此刻的雪儿翻了个白眼 已经趴在地上 不省人事 素宝呼了一口气 小手擦了擦额头的汗 抓鬼鬼 原来这么累啊 师父父一点都不靠谱 就教她这一招 这一招太吃力了 不过总算出来了 然后呢师父 一旁的季长和苏和问 目瞪口呆 全都呆住了 苏和问一脸茫然和震惊 太厉害了 原来她的妹妹 不是的凡人的小哭包 而是一个暴力催瘦的小萝莉 季长也没想到 素宝居然天赋神力 对付鬼的神力 硬生生把恶鬼摔了出来 就算是她 也得花费点功夫 才能使恶鬼和宿主分离 小叔包居然靠摔的就做到了 她这力气在活人身上 没怎么体现出来 却在鬼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简直是天生就为此而生 季长压住心底震撼 对素宝说道 师父之前教你的收鬼符 还记得吗 素宝点头 记得啊 虽然师父画得跟狗啃一般 但素宝记得了 季长嘴角一抽 你说记得就好了 后面那句大可不必说 她让素宝试试用收鬼符 把她收到魂湖里去 只见素宝挥舞着手指 笨拙地画出收鬼符的纹路 虚空中显现一张黄色的符文 便将虚荣鬼罩住 猛地朝红胡拉去 虚荣鬼挣扎大喊 我不要进去 我不进 为什么她这么努力 还是这样的下场 素宝才不管你为什么呢 你先进来 虚荣鬼挣扎 素宝只好一脚踩在虚伪鬼身上 然后使劲往后拉 记长无奈 这傻徒弟踩在虚伪鬼身上 自己跟自己较劲吗 素宝 接下来问问 他是怎么死的 收鬼不仅仅是收 还需要问 弄明白恶鬼怎么死的 对你以后的认知和经验都有好处 素宝乖巧照做 胖阿姨 你是怎么死的 虚荣鬼吃红着眼 瞪着素宝 你才胖 你全家都胖 素宝立刻说道 反弹 记长看他一时半会 应该不会说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一弹手指 将虚荣鬼收回了魂壶里 魂壶晃了晃 一心能听见虚荣鬼的怒吼 放我出去 素宝拍了拍魂壶 胖阿姨你安静一点 跟丑阿姨在里面待着 小奶团欣喜地晃了晃魂壶 师父师父 这个鬼鬼这么大 素宝的葫芦准备装满了吗 师父教你看 他抓住素宝的一根手指 按在葫芦身上面 让他凝神 素宝聚精会神 忽然间 他仿佛看到了 葫芦里面的空间很大 像一个大大的房间 丑阿姨烫在里面 百无聊赖 胖阿姨跺着脚 依旧在怒骂 刚刚看着这么庞然大物 却不够葫芦塞牙缝 小奶团哭丧着脸 这要什么时候才能装满呢 记长勾唇 恶多剧一般说 师父也不知道 要不让你哥哥给你算一下 师徒俩扭头 看向一旁的苏和问 小男孩头皮麻麻的说 别问我 让他计算女鬼 他宁愿放弃自己 心爱的树里画 去肯又愁又硬的文科 素宝去问他为什么呀 哥哥你算术不是很厉害吗 苏和问连忙所绝 不 他不厉害 素宝蹲在地上 在地上画着 哥哥你看 这就是葫芦房间 里面是丑阿姨和胖阿姨 房间那么大 胖阿姨这么大 丑阿姨这么大 请问需要多少个胖阿姨和丑阿姨 才能装满葫芦房间 苏和问告诉他 这还不简单 假设胖阿姨等于X 丑阿姨等于Y 不是 他才不要算啊 可苏和问的手 仿佛有自己的想法 看到算术相关的就想算算 他拿起了一根树枝 在地上写写画画 很快他给出了答案 所以需要胖阿姨大约19个 丑阿姨大约100个 苏和问算完 一声不吭地把木棍扔了 假装自己从没算过 素宝一脸认真 不断点头 嗯嗯嗯 明白了 一旁的寄长心想 他不早就对素宝说过了吗 苏和问撇开视线 问他为什么要把葫芦装满才行 只见素宝脸上的笑容 慢慢地消失了 如果不把葫芦装满 素宝就会被带走 苏和问一愣 被带走 带去哪里 素宝低头拿树枝 在地上东画西画 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再也不能回来 也就是说 填布满魂壶的话 素宝有可能就会死 他久久都没有说话 好久才问到 刚刚那个胖阿姨 那样的鬼还有吗 如果有 请快抓了吧 哥哥 是在担心素宝吗 他否定的说才不是 他只是好不容易算了 X和Y 总得要验证一下结果 看算的对不对吧 忽然 继常凑近素和问 对了 你怎么会看得到我呢 素和问下一条 正要说话 却忽然发现 眼前的白袍男子 渐渐淡化后 很快就消失不见 他人都傻了 左右看了一眼 问素宝 你那个师傅 不是要问我什么吗 怎么突然走了 素宝看了看他旁边 没有呀 师傅就在你旁边呢 素和问顿时 感觉脖子边上冷缩缩的 仿佛有人搭了一只手 到他肩上 刚服贴下去的寒毛 又一根根炸了起来 他不敢转头 这简直是看不到 比看到还恐怖 继常觉得有些奇怪 怎么会忽然一下子 看到一下子看不到的 他做鬼几百年 还没见过他这样的 就在这时 小树林外面 传来嘈杂的声音 很快 素一诚和几个老师 等人出现在面前 素一诚大步走到素宝面前 视线在素宝身上 转了一圈 问他没事吧 素宝摇头 表示自己没事 身后的王老师 喋喋不休 我都说了 我不知道 跟我没关系 他们自己 跑来这里躲起来 这怪怪的别人 还非要拉着我一起找 雪儿妈一眼就看到 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雪儿 她连忙上前 把雪儿抱起来 雪儿满身都是泥土 头发乱糟糟的 她差点没认出来 雪儿悠悠转醒 便忽然挖一声大哭起来 妈咪 好疼 雪儿妈这才发现 雪儿脸上都是伤痕 手臂 小腿上也全都是擦伤 鼻青脸肿 门牙掉了一颗 眼眶也是黑的 比猪八戒还要丑 这是怎么回事 谁打的 是我们雪儿做错什么了吗 雪儿妈说话的同时 视线落在素宝身上 下一秒 苏和温就站在了素宝面前 我打的 雪儿妈愣住了 又问她为什么 苏和温双手插兜 哼了一声 她惹到我妹妹了 举报我妹妹上课传纸条 下课了又把我拉到小树林 来表白 小小年纪 就跟着千年白脸老妖似的 还胆胆喜欢我 这不打留着过年 苏和温先是说了一个 人尽皆知的事情 掩盖掉一些痕迹 免得别人怀疑 不过都是把矛盾重点 往自己身上拉 雪儿妈急到 就算是这样 也不该打得这么厉害吧 被人喜欢不是见好事吗 怎么还打人了 一旁的王老师也对着她说 雪儿举报你上课传纸条有错吗 你这是什么歪理 自己做错了 还打举报人 苏和温冷笑 没错了 举报肯定没错 但我就是要打 怎么的 王老师被罪得哑口无言 唐子行一脸佩服 牛蛙牛蛙 以后苏和温就是他大哥大 本来嘛 他不过是传个纸条给素宝 结果就被雪儿大声举报 罚站了45分钟 小心眼的唐子行也不爽 苏一辰淡淡说道 打人的确不对 这件事我们会负责 他看向一旁的趋向 公开道歉 就说兰家小姐 拉我们苏家小爷 到小树林里表白 苏小爷气性大打了他 我们苏家道歉 并赔偿医疗费 及精神损失费一千万 这对苏家来说 扔进水里 都只是听听想出跟乐趣 雪儿妈连忙说道 不用不用 小孩子嘛 打得闹闹很正常 没事的 要这么一公开 他家雪儿脸还不得丢光了 但偏偏人家 又是公开道歉 又是赔钱 他根本挑不出任何错处 苏一辰淡淡道 那好 男女士后续要是后悔了 随时联系我助理 雪儿哭着说 妈咪我没 雪儿妈压低声音让他闭嘴 别说话 王老师骂了一句顽固子弟 这时 苏一辰瞥了一眼王老师 然后盯着李校长 问他打算怎么处置 王老师心底顿时咯噔一声 有没有搞错 他只不过没有去烟腹市 苏家居然还牵入到他头上 不过问题不大 他可是全校英语出成绩最好的老师 校长就算表面硬核 肯定还是会护着他的 一旁装死的李校长没办法了 连忙说道 这次王老师确实不对 不由分说就体罚学生 按照规定应该处罚 此刻王老师难以置信地看着李校长 他只是尽一个老师该尽的责任 也是对学生负责 才会罚他 然而苏一辰却说 他只是不由分说体罚学生 还依据学生成绩 给学生划分三六九等 把学生成绩名字贴在黑板上 公然歧视地打击学生 他这样也叫负责吗 而王老师认为 自古学生都是打骂才变得优秀 他也都是为学生好 其实说白了 他们不就是因为素宝才处罚自己的吗 苏一辰文言却笑了 他示意去想 把刚刚查过王老师的资料念出来 两年前 王老师向科主任送礼行贿被拒 被记过处分一次 去年九月以来 王老师借职务之便 给校外辅导班介绍生员 同中收取介绍费 苏一辰冷逆着李校长 这种品德的老师 李校长不便处理也没关系 我会投诉到上面 还有 关于本次建校投资的事 我将重新考虑 老师不仅不由分说体罚学生 还依据学生成绩 给学生划分三六九等 把学生成绩名次贴在黑板上 公然歧视 打击学生等等 最终狼狈地被赶出学校 周围的家长齐刷刷看来 都对他议论纷纷 他只得落荒而逃 这次 他不仅仅被开除 还被依法撤销了教师资格 这边 素宝欲言又止地告诉大舅舅 他其实也没被罚占多久 相反 他还跟小哥去大吃了一顿 苏一辰语气稍缓地安慰着他 这和素宝没关系 他的态度就摆在这 谁敢欺负苏家的小千金 他们苏家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走吧 大舅舅带你去逛街 素宝不是说要买东西吗 素宝顿时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 没错 素宝要去买银针 给外婆置脚脚 让外婆能站起来跳光长舞 突然他想到什么 忙问大舅舅 他们不坐校车了吗 可爱柠檬黄的校车都要开走了 素一辰看着校车边排队上车的思义然 不坐我们直接去逛街 思义然背着书包 远远看了素宝一眼 小奶团笑眼弯弯 就在他出神时 忽然看到素宝看过来 还冲他挥了挥手 思义然一愣 下意识摆手 然后走路都不太会了 直直地上了校车 一旁 唐甜甜终于逮到机会凑上来 苏总请等一下 苏一辰面无表情的偏头问什么事 我听说 素宝小姐就回了昏迷的思小少爷 所以想求素宝小姐一件事 苏一辰皱眉 素宝好奇问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我家老母亲也是昏迷了好久 看着唐甜甜的脸 不知道怎么的 素宝一下子就想起了 梦里那个穿着氨绿色糖装的老太太 师父父 我觉得是 她的脸和老奶奶的脸好像哦 长得鬼斧神功 记长嘴角一抽 看了看唐甜甜 的确鬼斧神功 那你答应她 于是素宝点头说 明天去看看 唐甜甜旋即惊极了 没想到素宝真的答应了她 另一边 离开的雪儿 她在自己妈妈怀里 哭得可伤心了 妈咪 我又没做错什么啊 是不是素宝妹妹不喜欢我 跟和温哥哥说了我什么坏话 她才打我的呀 雪儿妈叹了一声 只能让雪儿忍忍 苏家 他们可能是巴结不了了 现在看来 斯家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要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雪儿跟苏和温表白被打 以后雪儿怎么跟斯亦然在一起 这次明显就是 她被欺负了 可素宝有人宠着护着 她却要忍 凭什么 她现在是恨透了素宝 另一边 素宝跟着大舅舅 在街上逛了一圈 最后买了银针 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素老夫人见到素宝 便让她去吃饭 素宝却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 素宝已经吃了十碗饭了 素老夫人又好笑又无奈 素宝 说谎可不好 外婆 那你别骂我哦 其实我吃了一个冰淇淋 两个慕斯蛋糕 两盒草莓 小奶团掰着手指 把自己吃过的数了一遍 眼看素老夫人要生气 素宝飞快地瞥了素老夫人一眼 外婆你说过不生气的 素老夫人安慰她 外婆不生气 不过下次不许这样吃了 小孩子就是要好好吃饭才可以 素宝高兴地剥了素老夫人一口 这么好的外婆 她一定要快点学会中医 治好外婆的腿 小奶团开开心心地上楼了 素老夫人眼神柔和地 看着素宝回房 一转头 把素一辰给数落了 你也真是 得小孩子吃那么多零食 小孩子不懂事 你一个大人也不懂事吗 素一辰无语 吃是素宝吃 骂是她挨骂 是素宝自己要吃的 再说 小奶团眼巴巴地看着她 大眼睛不灵不灵的 这谁能顶得住 素老夫人继续批评 你得学会拒绝 一点原则都没有 素一辰咳了一声 我还有个会议 说完不等老夫人开口 便立刻转身离开 素宝到底说了什么 会让哥哥惊吓得魂都起飞了 不久前素和文 漫不经心地走出房间 下楼喝了一杯水 然后又漫不经心地上楼 不一会 又下楼拿了一瓶牛奶 坐在一楼沙发处的素和文 看得直皱眉 你是不是想去找素宝 想去就去啊 素和文切了一声 谁要去找她 我就是口渴了找喝的 我才不可能想要找她 素和文静静地看着她嘴硬 随便你 我回去了 走来走去的 看得她头晕 终于 在素和文溜达来溜达去 溜达到天色见黑的时候 敲了敲素宝的门 素宝奶生奶气地让她进去 素和文跟着地下挡街头似的 紧张地左右看看 这才飞快地推门进去 走廊上素和文面无表情地举着手机 让她嘴硬 素和文搞不懂 素和文才跟素宝一起半天 回来怎么就变了 妹妹这么烦人 亏她还溜达来溜达去 换成是她就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蠢事 素和文进门的时候 看到素宝躺在床上 她的小脚压举得高高的 看着自己的脚趾头跳舞 于是问她在干什么 素宝黑幽黑幽地摇晃着小短腿 说自己在减肥 你才几岁 小孩子哪里要减肥 要是把圆嘟嘟的小脸 减没 就不可爱了 现在多好 像个西红柿 文言 素宝把腿放下来 好吧 那不减的话 我等会勉强只能再吃一碗饭 一点都不吃的话 外婆会担心的 素和文震惊 你还想再吃一碗饭 好家伙 别人减肥是为了苗条 她减肥是为了能吃更多 素宝四氧八叉地躺在床上 戳了戳圆滚滚的小肚子 有点苦恼 哎呀 为什么肚子就那么小呢 为什么脖子以下不能全是肚子 素宝忽然抬起头 对了胖阿姨 你是怎么死的 这么膨胀 不会是撑死的吧 素宝看的方向 是素和文后面 素和文背脊一将 胖阿姨在哪里 素宝指着他后面 就在你后面的头顶上 用着最纯质软萌的表情 说着最令人惊悚的话 素和文几乎是搜一声 就窜到了沙发上 板板正正地坐着 素宝吓了一跳 哥哥 你很害怕 素和文敏唇 没有的事 我就是站得太累了想做一下 素宝一副看破不说破的模样 哥哥你下次再觉得累就直接说哈 素和文为了掩饰尴尬 默默地问素宝有没有问出来 胖阿姨是怎么死的 说到底 素和文心底也压不住好奇 从那天晚上见到丑女鬼开始 感觉世界观都被颠覆了 又害怕 又忍不住想知道 此时此刻 虚荣鬼正被季肠压制着 他的嘴张得老大 面目猙獰 季肠抬手一拉 就把女鬼李梅 从他嘴里扯了出来 素宝的嘴巴张成了个欧字形 哇 还真的能拉出来啊 素和文疑惑道 什么拉出来 素宝说是胖阿姨把丑阿姨吃了 师父父刚刚把丑阿姨给救了出来 但素和文误会了 他现在又看不到鬼了 自动挠抬了丑女鬼 被虚荣鬼拉出来的场景 莫名想到 那天自己上厕所加断的事 此时 被吐出来的李梅挖的一声大哭 愤愤不平地告状 他把我吃了 他居然把我吃了 大家都是被抓的鬼 他这是搞零霸 虚荣鬼被无形地压制 安在一边动弹不得 冷冷笑道 要杀药寡给个痛快 否则下次就不是吃个鬼这么简单了 他双目赤红 阴狠地盯着素宝 只要我还在你们手上 我会让你们永远都不得安宁 忽然 季长一抬手 在他脑袋上 削了一记暴力 本大人的徒儿 你也敢威胁 虚荣鬼的脑袋 被这么一削 顿时飞了出去 咕噜咕噜地滚到苏和文脚下 素宝视线跟着胖阿姨的脑袋 最后落在苏和文的面前 苏和文咽了咽口水 你在看什么 素宝说胖阿姨的脑袋掉了 滚到你脚下了呢 苏和文立刻跳起 椅子不太舒服 我还是换的地方吧 她是最低层的打工妹 却拥有一个白富美好闺蜜 这也让她享受到了 她原本做梦 都不敢想的生活 看闺蜜买东西 全凭喜好 眼睛眨也不眨 而她跟在旁边 却能一同享受着 别人羡慕的目光 仿佛自己也是个白富美 也是因为有这么好的闺蜜 她才丢了性命 最后才变成了 虚荣鬼落在了季长的手里 于是素宝和又耸又爱看的哥哥 听起了睡前故事 就在虚荣鬼不肯说 自己是怎么死的时候 纪长这才转过头对素宝说 小书包你来 把她打到说为止 虚荣鬼瞬间就想起 被素宝摔沙包一样摔大的场面 说话就说话 动什么手 她说还不行吗 一想到要是落在小奶娃的手里 根本没有还手的力气 虚荣鬼只觉得憋屈不已 无奈说自己叫李若平 以前是一个很有钱的富二代 素宝质疑地看向她 虚荣鬼又继续说 她努力工作成了有钱人 素宝和纪长 一脸不相信地看着她 素宝看出 虚荣鬼是在撒谎 纪长则是无语 不愧是虚荣鬼 都现在了还这么虚荣 在两人的压迫下 虚荣鬼只好实话实说 她生前其实是一个印刷厂的女工 每天都是车间里度过 有天她加班晚了 刚好碰到厂长的女儿 好心送她一程 自那之后就和她成了朋友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还成了闺蜜 她还经常带自己回家吃饭 那时候她才知道 原来牛肉是另外一个味道 虾的肉原来是满的 以前她一直以为虾是半空的 纪长大概明白 她说的应该是不新鲜的死虾 素宝问她 然后呢 闺蜜会把她不穿的衣服给自己 还有一些包包首饰 那时候她真的挺开心的 即使是她不要的衣服 对自己而言 也是一辈子都买不起的 其实闺蜜的爸爸 不仅仅是她这个印刷厂的厂长 还是一个大集团的总裁 因为有了这个闺蜜 她享受到了 自己原本做梦都不敢想的生活 她白天在印刷厂上班 下班后和闺蜜逛街 跟在闺蜜身边吃香的喝辣的 还能一同享受着别人羡慕的目光 仿佛自己也是个白富美 有一次 她在闺蜜家玩 某品牌的店长 亲自把他们 当即所有新品送上门来 给闺蜜挑 然后她在那天一口气 挑了200万的衣服 剩下不喜欢的 店长微笑着点头哈腰的拿子 她这才知道 原来有钱人是这样买衣服的 店里卖的奢侈品 都是有钱人们挑过之后不要的款式 然而因为那批衣服 她又接手了闺蜜 刚买不久的一些奢侈品牌裙子 她穿着名牌的衣服 提着限量版包包 手上还拿着月爸爸 虽然这已经花了她一天的工资 但那也值得 因为这样的生活 她开始觉得 厂里那间十人间的宿舍 根本不配她的身份 一旁既常听的一阵无语 真是衣服穿久了 就忘了自己是什么品种的王八 而素宝像是跟听故事似的 问她然后呢 后来她就想在外面租房子 租房子的时候 中介看她穿的都是名牌 于是十分殷勤地 给她介绍高档公寓 而她在中介的夸赞声中 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白富美 于是 她花了一个月五千的价格 租下了一座小公寓 可是签合同的时候 她又后悔了 但是又没办法 中介就那样殷切地看着她 要知道十几年前厂里的工资 拼命加班 也才三千多一个月 一旁的素宝掐着手指算 工资三千 租房子五千 还差 边上的苏和问说 还差两千 听得素宝一点惊讶 还差好多钱 胖阿姨 你去哪里要钱哦 只见李若平苦笑一声 是啊 那套公寓压一负三 一下子就要拿出两万块 去哪里要啊 终于等中介奖完合同 她也没有理由再拖下去了 只好借口接电话 硬是跟高利贷借了两万 她也知道 以后要是还不上钱 高利贷是真的敢砍了她 但她已经顾不得太多了 当签完合同后 中介竟然对她点头哈腰 跟那个品牌店长 对她闺蜜的态度是一模一样 刚借了高利贷的不安和恐惧 瞬间被这种尊贵感取代 那时候能住五千的公寓楼 可是所有人都敬佩地存在 即便那个晚上 她偷偷在高档的公寓里面吃泡面 听到这素宝好奇地问她 那你的好朋友那么有钱 你为什么不跟她见呢 她觉得 闺蜜之所以跟自己做朋友 就是认为她纯质朴实 又应跟闺蜜谎称过 自己家里有重病的父母 还说过 只要她爸妈好 自己再苦再累 也没关系这样的话 一旦闺蜜知道 她借钱住五千租金的公寓 肯定对她大失所望 以后便 不会再跟她做朋友 那她还去哪里 要名牌衣服包包 听到这里吗 让季长想到了雪儿 终于明白 虚荣鬼为什么非要巴着 雪儿不可了 不仅极度虚荣 还极度虚伪 既然住了高级公寓 那自然不可能 再去印刷厂上班 这跟她如今的身份 已经不符合了 但没有学历和经验 体面的白领工作 她又根本应聘不来 好在这时 她看到了一个事业单位 招聘临时工 他们看她善良可怜又真诚 就招了自己 季长文言吃笑 装出来的吧 这个单位什么都好 一说出去 别人就很羡慕 唯一的缺点就是 一个月工资 只有一千块 可那又如何 有了体面的工作和住所 每天穿着名牌衣服 跨着名牌包包 即便背负的高利贷 越来越重 即便一包泡面 掰成两顿吃 但她活成了 所有人羡慕的对象 不过很快 这就不能满足 她的虚荣心了 于是她无意中透露 自己是某集团总裁的女儿 来上班就是体验生活 还让人发现了 她和闺蜜爸爸的合照 就这样 她冒用了闺蜜的身份 在她顶替着闺蜜的身份后 她才知道有多爽 所以 有钱就是好啊 明知她这某集团 总裁女儿身份是造假的 可居然没人来查她 之后所有人 都来巴结她和奉承她 于是自认为 自己终于真正活成了白富美 素宝听得更认真 然后问她 所以你是吹牛吹太厉害 腾胀死的 李若梅悠悠地说 怎么可能 当时她一直以为 闺蜜送自己衣服 是因为对她好 可等自己 也学着她的样子 把衣服送给别人的时候 才知道这其中 不知道有多少优越感 所以 她对自己这么好 一定别有目的 就是用自己来衬托她的优越感呗 素宝反问她 你怎么知道 又是这样的呢 因为自己送别人 不要的名牌衣服的时候 看别人一脸惊喜和感谢 心底就很抵意 这香巴佬 只配捡自己剩下的东西 所以 闺蜜送她旧衣服的时候 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否则她那么有钱 干嘛不直接给她买新的 听到这话 师徒俩都无语了 所以你就把她杀了 操场下埋着的 十八具白骨里 有一句和其他的年份不一样 应该就是她吧 闻言 李若梅眼底变得癫狂 高利贷都拿着砍刀 架在自己脖子上了 她能怎么办 自己也是被 只有杀了她 然后趁虚而入 哄好她的父母 彻底取代她 自己才能还完百万高利贷 才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听到这素宝之摇头 这人没救了 记长冷冷地问她 然后呢 李若梅眼底有些呆滞 她先哄她们 想让她们从南过里走出来 可是她们根本不领情 她这么努力讨好 她们却一点也不将她 当做女儿 更过分的是 当她们发现 是她杀了闺蜜 他们便亲自 把她送到了高利贷手里 她们怎么可以这么残忍 明明可以报警 把她抓了 她们明知道高利贷 杀人不眨眼的 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此刻素宝恍恶 所以 你就是这么死了吗 可为什么会这么膨胀呢 小奶团疑惑地看着胖阿姨 她真的很胖 皮肤都被吹成一个气球似的 李若梅陡然抱抱 红着眼睛幕后 她们把她拖回印刷厂 塞到机器里 一遍一遍折磨 拿着机器对着她的嘴 她们大笑着 说她不是喜欢吹牛吗 所以她们 把她荡气球吹了起来 不听她求饶 也无视她的绝望 最终把她血管都吹爆了 血浆炸裂 成了印刷书籍的红墨水 直到她死后 都还被当做一个皮球 膨胀得比原来大十倍 终于砰一声 跟个气球一样炸裂 李若梅又狂盗又不住地哭泣 她们怎么可以这样 即便她做错了事 也是闺蜜先拿旧衣服就包包 羞辱她再先啊 她也很后悔杀了闺蜜 既然死了都不可能再回来 为什么不能把自己当成她 这十年 她们知道她是怎么过的吗 她一遍遍 重复着死亡过程 日日夜夜嘶吼 鲜血四溅 却没人能听到 恶鬼之所以成为恶鬼 至少需要在十年的时间里 因意外被困在死亡地边 不间断地重复死亡过程 女鬼就这样炸了一遍又一遍 早已怨气横生 随着虚荣鬼的狂暴 她身上的煞气也如数喷出来 整个房间都被煞气遮掩 她突然看向素宝 都怪你 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干涉我 虚荣鬼尖锐大叫 不像素宝 你这个小东西 也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有钱的娇娇小姐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才是最虚伪的 只见虚荣鬼面露增物 裹挟着煞气裹冲向素宝 上集说到 虚荣鬼面露增物 裹挟着煞气裹冲向素宝 边上的技长正要出手 却忽然看到微弱的绿芒闪过 素宝身边似乎有什么东西 拦住了煞气 与此同时 苏荣问怪叫一声 连连后退 可怜的小哥 以为坐在素宝身边就没事了 哪知道一抬头 就看到面目猙獰的女鬼扑上来 他吓得差点原地飞声 这时只听一声轻斥 素宝拦在了他面前 砸出一记小粉拳 不许吓唬哥哥 这个胖阿姨 太坏了 好朋友对他好 他却怪好朋友 还把好朋友给赶了 于是乎 苏荣问就看到了自己娇软可爱的妹妹 骑在胖阿姨身上一顿乱颓 这一刻 素宝在素荣问眼里 已经不是什么烦人的妹妹了 而是奥特曼 哦不 妹妹是女的 所以她是奥特之母 她忍不住呐喊助威 素宝加油 然而虚荣鬼却恶狠狠诅苏宝和他的全家 素宝却说反弹 虚荣鬼气急 竟冒出一句 反弹无效 素宝又说 反弹 再反弹 超级无敌大反弹 下一秒 无数的煞气涌入魂湖 虚荣鬼被越垂越弱 渐渐恢复成了正常人的模样 只见他兽骨如柴 还一脸的生无可恋 不公平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明明错的是他们 是这个社会 刚开始他来到省城打工的时候 明明也是那么的赤诚 满怀希望 要不是身边的人嫌弃他是农村人 他又怎么会变成这样 所以不能够怪他 要怪就怪这个不公的世道 怪这个世界上那么多有钱人 偏偏他是穷人 怪他闺蜜 让他见识了有钱人的世界 而他却又永远无法过上那样的生活 一切的一切 都是他们造成的 最后只听咔嚓一声 虚荣鬼彻底化成一缕煞气 被魂湖吸收了 济长摇摇头 真是乱花见玉迷远眼 偏激的虚荣 恰恰硬唱了自卑到极点的内心 素宝晃了晃魂湖 师父父 我感觉魂湖里好像有水 以前他感觉魂湖是空的 现在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奇怪感觉 济长告诉他魂湖就是这样的 装满机圆满 他又问道 小树包 你那只刮造的鹦鹉怎么了 白天在小树林里嘎嘎的 现在却出奇的安静 素宝转头张望 发现鹦鹉在一棵树下面睡觉 你今天怎么睡这么早 不唱歌了吗 小五似乎被惊醒 歪了歪头 用他那双卡字兰绿豆眼看着素宝 忽然翅膀扑腾 嘎嘎唱起来 小脑袋跟街舞似的转圈 一边唱 一边左摇右摆 有点像金森鹦鹉 这时鹦鹉忽然扑腾着翅膀 嘎嘎大叫 咬人了咬人了 只见老乌龟正狠狠咬着他的羽毛不松口 于是素宝连忙走过去 让乌龟爷爷放开小五 一旁的苏和问痴笑一声 他能听懂你的话才怪了 其实乌龟有一种特性 就是咬到东西之后 绝不会轻易松嘴 然而下一秒 却见乌龟松开了小五的羽毛 他张着嘴巴脑袋甩了几下 仿佛都能听到呸呸呸的声音 苏和问瞬间惊讶地看着 这都行 就在这时 苏老夫人在外面敲了敲门 喊素宝下去 吃也削了 素宝应了一声 开开心心地往外跑 刚刚打了女鬼一顿 他肚子也确实是有点饿 这让他觉得这个比减肥运动好使 苏和问一步一驱 坐在餐桌边 一边喝水 一边看素宝吃 他怎么什么都吃得那么香 终于 再吃掉最后一口米饭 打了一个饱格 苏老夫人看素宝忽然不吃了 便想让他再多吃点 你瞧瞧你就吃一点 半夜饿了怎么办 有一种饿了叫外婆觉得你饿了 素宝摸着自己的脖子 外婆 素宝真吃饱了 你看食物都甜到这里来了 看苏老夫人还要说什么 视线看向一旁的高汤娃娃菜 他立刻站起来跑得飞快 外婆我不吃了 小家伙现在有点调皮了 跑着还要回过头来做一个鬼脸 这时 继常让素宝明天找个借口 让国际小学把足球场挖了 素宝点了点头 房间里来了个新鬼 当看到眼前的一幕 素宝只觉得寒毛一炸 差点魂飞魄散 房间里有个女鬼 她的头发盘着 几缕碎发落在额头前 在她的脚下 还趴着五只鬼鹰 见素宝看来 女鬼喉咙里发出呵呵呵的声音 嘶哑喊着 素宝你回来了 还认得我吗 她诡异地笑着 牙齿发出咯咯咯的声音 你这个小东西 日子过得不错呀 成了素家的掌上明珠 过上了公主一般的生活 而她却被凌峰一脚踹死 死得那么憋屈 即使她把凌峰给吓死了 那她第二个 就要拉素宝下地狱 她不好过 谁都别想好 素宝不由地后退一步 不过很快又镇定下来 不怕 她才不怕 她有了好厉害的师父 还有一条能变得大力的手绳 再说 胖阿姨都被她揍扁点了 她还有八个大舅舅 还有外公外婆 还有哥哥姐姐 已经不用再怕后妈了 素宝这么想着 渐渐地觉得浑身充满力量 她盯着自己的后妈木庆星 忍不住钻紧的小拳头 一边 即常看到 素宝钻紧拳头 一动不动的模样 立刻伸手搭在素宝肩膀上 暗自将自己的力量过度给她 一边缓声道 小书包 别怕 可怜的小家伙 被吓傻了吧 毕竟木庆星是烙印在她灵魂里的深刻记忆 这种阴影 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吧 只听木庆星尖叫一声 猛地朝素宝扑去 我这就让你来陪我 小奶团忽然哈了一声 素宝才不怕 素宝要锤翻她 说完 陡然抓住木庆星 那双涂着红指甲的手 喷一声将她摔飞 直接被摔得七运八速 素宝主动出击 勇敢地上前去 迫着木庆星的一只脚踝 把她从翻滚的阴煞气中拖出来 木庆星本就没血色的脸 现在更是惨白 随后就跟个沙袋似的 被左右摔打 无数的小粉拳砸在脸上 碰得她惨掉连连 一旁的技长嘴角一抽 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自己自作多情了 这小奶团子 哪里是害怕的样子 明明涌得很 这一顿锤 锤得木庆星音煞气全都跑出来 被魂壶吸收了个干干净净 怎么会这样 她是厉鬼啊 可以锁命的 素宝为什么不怕她 还能揍她 木庆星仿佛一个被掏空的破步带 明显没有多少力气了 素宝这才放了她 后退两步 捞过自己的小兔子抱紧紧 这十五个鬼鹰发出音音音的声音 都朝着朝木庆星爬去 木庆星狠狠地把怀里的鬼鹰拍到一边 用尽力气嘶吼道 别碰我 素宝顿时心里明白过来了 这只鬼鹰 就是后妈为了陷害她 而摔下楼流产后 无辜死掉的弟弟们 但是 其他的四个是怎么回事呢 素宝疑惑地问师傅 为什么阿姨会有这么多个弟弟妹妹 阿姨肚子里能装那么多吗 这么大的肚子 光装孩子太可惜了 其实可以装鸡腿啊 猪体啊 好多好多好吃的 想到这里 素宝忽然猛地摇头 不对不对 装小孩也是要的 只是装完小孩后 还可以留着装食物 技常解释道 他肚子里只有一个 其他那些 应该是很早很早之前就流产的 那些婴儿满怀着出生的希望 却被无情地打掉 所以 不甘心的婴灵 还会留恋在人间 他们一般不会乱走 而是趴在母亲的身上 直到母亲死亡 或者他们烟消云散 他又对着木庆星问道 你已经死了 为什么不去投胎 还变成了厉鬼 这是有多大的怨气 木庆星恨恨说 他不投胎 他为什么要放过林峰跟素宝 说完他喋喋笑着 素宝 记得你爸爸吧 哦不 他不是你爸爸 你爸爸和你妈妈没有领证 也没有举办过婚礼 唯一有的 就是一个结婚仪式 就是这样一个唯一 那天晚上的洞黄花烛夜 还是我取代了你妈妈 我赢了 你妈妈输了 他还被我扔给了七八个老男人 只可惜 他竟然没有被折磨死 但是苏锦玉得不到的 他都得到了 他胜利了 从小三转正还领证了 可是为什么费尽心思抢到的男人 却是个垃圾 但那又如何 素宝你就是一个 不知道哪个丑陋老男人 生出来的孩子 就算你是苏家的千金又怎么样 你骨子里流的血 还不是肮当的 这话让素宝不由地 抓紧了怀里的小兔子 他有些听不懂 不过不妨碍他理解了关键信息 他的爸爸 不是原来的爸爸 他的爸爸 是一个又老又丑的老男人 还七八个 那素宝真正的爸爸是谁呢 上集说到 变成厉鬼前来索命的木庆星 告诉素宝 林峰不是他爸爸 其实他爸爸另有其人 木庆星本就心怀怨恨 说的话又恶毒又直白 无所顾忌 季常弹了弹手指 飞出去一张黄服 把木庆星嘴巴封了 然后让素宝先去洗澡睡觉 这里他来处理 方才木庆星厉鬼的阴煞气 已经被魂壶吸收 剩下的魂体 还是直接灭掉永绝后患的好 素宝想问什么 最终没有说话 乖乖巧巧地点头 季常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木庆星 他很好奇 木庆星是怎么死的 还有他刚刚说把林峰弄死了 林峰又是怎么死的 木庆星把头扭到一边 季常冷喝一声 还挺硬气 本大人只是好奇 也不是非要听不可 既然不说 我就送你上路 他倒是想说 前提是把他嘴上的黄服揭开 季常忽然恍悟 忘了 你嘴上还贴着黄服 嘴上的黄服被揭开 木庆星也没什么力气抱起了 如死于一般坐在地上 黯然回顾 其实他是被林峰一脚踹死的 林峰把一切都怪在他的头上 于是一怒之下踹了他一脚 他的头刚好撞到什么尖锐东西 好巧不巧 直接弄破了炉内动脉 他就这么被一脚踹死了 如果他不死 他最多因为散布谣言关几天 等他出来 他还可以去整整龙 换个身份 之后再应聘苏家的保姆接近苏宝 以他对苏宝的了解 拿下苏宝还不简单嘛 然后想办法搞定苏洛 那样他就是苏家的四夫人了 但他却这么憋屈地死了 听到这话既常吃笑 继续问林峰是怎么死的 林峰在里面本就过得苦不堪言 苏家花了钱让人照顾照顾 他被欺负得可惨了 喝水只能喝马桶里的水 吃饭只能吃别人吃剩下的 就在林峰精神恍惚之下 他几次险行 就把林峰吓得大小便失禁 最后拿了个砖板 活生生把自己砸死了 既常看素宝快要出来了 这也差不多说完了 那他也没有什么留着的必要了 穆庆星却不甘心 为什么他什么都说了 他还不放过自己 既常挑了挑眉 眼底流出一丝脾气 我说过要放了你吗 不等穆庆星说什么 既常谈了个响指 他顿时魂飞魄散 天地三界从此都不会再有 穆庆星这个人 地上的鬼鹰还在茫然的乱爬 素宝洗完澡穿着睡衣 然后移了一声 小妈呢 走了 他不可能再危害谁 就算不抓过不了几天 也会魂飞魄散 不用理他了 倒是这些鬼鹰要收一下 暂时收入魂壶 等有机会投胎再下去吧 素宝点了点头 好吧 素宝本来还想问问他的 这小家伙 刚刚是想问自己 爸爸是谁的吧 被那样恶劣的 说成小野种 就算是不安适适的小孩 心底也会受伤的 于是 既常拿出自己的册子 找爸爸 这个简单 只要查查资料十秒 就能给他找到 他名神俱气 平日里只能翻开一半的册子 打开了后面那一半 既常额头上 青筋微微抱起 终于翻开了属于素宝的那一页 这册子 除非他自动翻开 否则每打开一次 都要损耗他大部分精力 然而艰辛地翻开了册子 他合上册子 算了 找什么爸爸 咱不需要 素宝疑惑地问师父怎么了 既常回他没什么 快睡觉吧 这晚素宝睡得很沉 他在梦中身处一片森林里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呼唤他的名字 并且还让他过去 爸爸 素宝下意识脱口而出 迈着小短腿 不停地朝那片森林走去 就在这时 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喋喋的笑 他顿时吓一跳 回头就看到一个 身穿绿色糖重的老太太 在他面前直勾勾地盯着他 咧嘴发出黑黑的笑声 你找爸爸呀 我知道 我告诉你呀 下一秒 素宝不知道怎么的 一下子就吓醒了 忽然睁开了眼睛 嘴上还喊着爸爸 又到了最令人开心的周末 素和文在一楼座的笔直 小脸上都是素人 假设能见鬼的词通量 确定在某数值 要达到 对面正在看 莎士比亚文学的素和文抬头 他在算什么鬼 平常你不都是待在房间里算吗 今天怎么跑这来了 难道是又在等素宝 素和文头也没抬 脱口而出胡说 你昨天在那里走来走去 还说不是找素宝 我都看到你走过去了 素和文耳根一热 面不改色的说道 你哪只眼睛看到了 我没有找素宝 我就是经过他房间门口不行 素和文一点都不给自己弟弟面子 将手机视频点开 举到他面前 那这个你怎么解释 素和文顿赶脸有点疼 不过他很快就哼了一声 没错 我找他的怎么的 素宝那么厉害 去找他很丢人吗 打脸就打脸吧 他乐意 反倒是他哥 以后要是发现素宝那么厉害 岂不是要跟他抢 那不行 妹妹是他的 素和文一脸警惕地看着素和文 不是 他一脸防着他的样子 是什么意思 搞得他好像要跟他抢素宝似的 可能吗 正在这时候 素宝抱着小兔子 揉着眼睛下楼了 素和文一愣 立刻放下了自己手里的算术本 妹妹 你怎么起来了 一旁看书的素和文 心里鄙夷 都喊上妹妹了 素宝委屈地看向素和文 嘴巴一扁 小哥 我梦到鬼被吓醒了 文言 他不由自主地想起 昨晚素宝抓鬼时候的彪悍样子 他还能被鬼吓醒 素和文正要细心安慰几句 余光却看到素和文好像在看着他 他硬生生忍住 不怕 鬼没什么可怕的 他本来想说 世上没有鬼 还好及时反应了过来 这时 素老夫人从厨房那边端着东西过来 看到素宝差一道 素宝 怎么起来那么早 素宝摸了摸小肚子 外婆 素宝饿了 原来素宝是饿醒了呀 哎 外婆刚做的馒头 素宝立刻往楼上跑 我去刷牙了 素和文只觉得很不理解 以前素和文沉迷算术 就算雷劈到他面前 他都不会动一下 现在居然因为素宝 去帮奶奶摆桃摊 素和文也和上书过去帮忙了 看着从楼下哒哒哒下来的素宝 素和文发现 就是这个妹妹来了之后 家里无形中改变了那么多 正这么想着 素宝突然脚踩空 一个劈叉巴唧一声摔在地上 鹦鹉一个 没杀住脚 嘎一声踩在素宝头上 素和文吃笑一声 蠢 素宝抱抱着脑袋 呜呜一声 小五你猜我 鹦鹉耸着翅膀 在素宝面前转圈圈 一边转圈一边喊 对不起 再来一次 素和文连忙上前把素宝拉了起来 问他疼不疼 素宝摇头 不疼 我轻功好着呢 素和文忍不住想笑 那叫功夫 皮差应该算功夫吧 素老夫人端着一碗面条又过来了 素和文心疼奶奶 这些事叫阿姨做就好了 素老夫人说却没事 动动筋骨也好 不一会 阿姨就把早餐都端了过来 素宝不挑食 给什么吃什么 腮帮子鼓鼓地吃起来 素和文目不斜视 按道有这么好吃吗 他十分绅士地端起小碗 当食物塞在嘴里时 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真的挺好吃的 似乎跟以前吃的所有东西 味道都不一样 吃过饭 小奶团换了个熊喵虫 背包就出门了 依旧是把乌龟爷爷放在里面 素老夫人问素宝 这是要去哪里 素一辰说去唐家一趟 素宝看外婆疑惑的样子 解释道 就是前段时间剪彩 大舅舅带我去的 那个唐明盛世的唐家 他白了素一辰一眼 自己工作狂就算了 还要把素宝带着 小孩不懂事闹着去玩 你也要带着吗 万一你谈工作的时候 素宝无聊了怎么办 素一辰无语 怎么他又挨骂了 素和文 今天没有去兴趣办 而是像那小跟班似的 跟着素宝来了这边 唐田田一早就等在门口了 终于盼来素宝 满脸堆笑 素宝小姐 各位里面请 素宝正要进门 忽然似有所感地抬头 就看到对面的 别墅二楼阳台里 飘着一个 穿绿色堂装的老太太 那个就是素宝 在梦里见到的老奶奶 见素宝看来 她咧子一笑 这个小女孩 居然恶狠狠地手指着 楼上老奶奶 并说我认你很久了 只因前一晚 小女孩在睡梦中 不仅被这个老奶奶吓醒 还被吓哭了 也就在这天她 前来看望唐田田母亲 却在这里见到了这位老奶奶 于是素宝气势汹汹地 朝着对面别墅走去 唐田田见状 心底咯噔一声 坏了 是什么 惹小祖宗不高兴了 素宝站在对门别墅面前 小手插腰 对着楼上说道 楼上的奶奶你好 不是 楼上的奶奶你听着 我认你很久了 唐庄老太太直勾勾地盯着素宝 脸上露出一个诡异的笑 唐田田只觉得莫名诡异 头皮甚是发麻 她该不会是看到了 对门的老太太吧 素宝小姐 这家的老太太去年去世了 素宝忽然回头问她 这边也是你的房子吗 她看了看唐田田的脸 再看她二楼上 盯着她的老奶奶一眼 这两张脸真的太像了 唐田田一愣 不是的 那边那户是关家的 说起来 这家也是挺可怜的 她说到这里 不由得顿住 素一诚问她 这家怎么了 唐田田叹了一声 十几年前 这家有个女儿 被她好朋友给害了 听说方法很残忍 最后只找到皮肉 找不到骨头 关家就只有一个女儿 老太太受不了打击 当场疯了 在凶手被抓捕前 却发现她惨死在印刷厂 听说是关家的老爷子 找了人把她给死了 不过最后结案的时候 因为找不出证据 所以关老爷子也没事 那老两口也可怜 就守着这座生前 有他们女儿栖息的别墅 寻找他们女儿的尸骨 可怎么都没找到 然后一年前 老太太撑不住先去了 现在这座别墅里 就只有关老爷子一个人 苏一诚又问 那她没问骨头下落 唐田田摇头 肯定是问了 但不知道怎么的没问出来 一旁的技长抬头打量 没猜错的话 这里应该就是那个 虚荣鬼闺蜜的家了 好巧 巧的总觉得 有点什么事情在里面 素宝着急的问大舅舅 她想进去 可以敲门吗 唐叔叔的妈妈在上面哦 唐田田一愣 素宝比划长 老奶奶的脸 跟你长得很像 都很鬼斧神功 唐田田一听这个形容 几乎是立刻就确定了 小奶团看到的 真的是她老娘 她按了很久门铃 里面没有人回应 唐田田只好自己上去喊 关叔 是我啊 我小棠 开开门 喊了好久 视讯通话门铃里 才传出一个 有气无力的声音 什么事 她忽然发现 不知道拜访理由是什么 总不能说自己老娘 在你家楼上嘛 素宝对着门铃说道 关爷爷 我知道姐姐的骨头在哪里 下一秒 大门啪的一声轻响 自己打开了 一行人跨进别墅院门 苏和问悄悄咽了咽口水 最终抬手 捏着素一辰的一丁点西裤 这是她最后的倔强 感受到裤腿被揪住 苏一辰垂眸看了苏和问一眼 害怕什么 苏和问还嘴硬的说她没有怕 话虽如此 但抓着 苏一辰西裤的力道更紧了 素宝将门推开 然后试探问 可不可以打开一点点窗 床上的人 气若油丝的说开 趋想连忙走过去 拉开了一点窗帘 只见床上的人脸部凹陷 瘦得皮包着苦 眼皮搭拉着睁不开眼睛 关叔撑着自己的身体 微微颤颤的想起身 唐甜甜有眼见利 不等别人反应 就连忙过去把他扶起来了 关叔 你怎么一个人在家 你现在的身体 恐怕自己都照顾不了 他有点不淡定 虽然是活人 可咋觉得那么恐怖呢 关叔咳了一声 要什么照顾 将死之人 他浑浊的目光扫射一圈 然后落在素宝身上 是你说找到男男的尸骨了 素宝看着眼前的老爷爷 眼底有些难过 他刚进来就看到老爷爷头上的音箱 只剩下好短好短了 师傅傅说过 头顶音箱 向然玩人也就死了 要赶紧让老爷爷打起精神才行 下一瞬 却见素宝走了上去 伸手抓住了老人 如扑树一般的手腕 他手腕上的红绳 发出一圈微弱的光芒 微不可查地过渡到老人身体里 老人眼睛微微睁开了一些 那种沉闷的死气 似乎被驱散了 小女孩将手放在这个老人的手上 他手腕上的红绳 发出微弱的光芒 过渡到老人身体里 只见这个将死之人的那种沉闷死气 似乎被驱散了 爷爷 姐姐的骨头 在学校的足球场下面 姐姐叫关义男 姐姐的闺蜜叫李若平 对不对 素宝知道 姐姐是个好心的人 她把许多不要的漂亮衣服 都给了好朋友 可是好朋友却害了姐姐 关书一愣 瞬间老味纵横 哆哆嗦嗦想起来 扶我过去 她要去接男男 十几年了 她等了十几年 以为这辈子都找不到男男了 没想到临行前却还能听到消息 素一诚看了驱向夜 猛逼的驱向回神 连忙拨打110号 一旁既常看到关书头上 音箱的燃烧速度有所减慢 便一目了然 唐甜甜见状 连忙让关书别着急 她过去了也迷路 那边也不会让人靠近 素宝也让老爷爷放心 有她在 关书垂眸盯着她 忽然收回视线 颓然靠在床头诉说着自己 她这辈子 不管是做事情 还是做企业 从没有过违背良心的事 就算是员工父母生病 她不仅给补贴还出医疗费 甚至还帮邀请国外的专家 她一生行善 唯一做的坏事 就是杀了那个小姑娘 唐甜甜暗自诧异 那小姑娘还真是关书害的 一旁既常说了什么 素宝点了点头 爷爷 那你为什么没有问出 姐姐的骨头在哪里 姐姐到底是怎么死的 关书常常出了一口气 刚刚才好转的脸色 又形如枯狗 他们从小就叫男男善良 精心呵护着她 她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都给了李若萍 还怕伤李若萍的自尊心 故意把新买来的东西拆了掉牌 说是自己不要的 他们也一直很支持她的善良 甚至还让李若萍随意出入家里 哪里知道 那个善良单纯的小姑娘 竟会是这样虚伪的恶魔 既常抱着手臂 默然听着 关书又道 酒喝六分醉 饭吃七分饱 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 莫以善意度人心 可惜这个道理她 明白的太晚了 在关书的叙述下 十几年惨烈的一幕 还慢慢被揭开 原来李若萍 从印刷厂词之后 越来越沉浸在这种虚伪的生活中 甚至产生了取代关义男的想法 有天他打电话说 在凌晨某医院 给父母买药时 被人骗了 还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对方要一千万 要人亲自送去熟 男男性子软 就这样着急地赶了去 关书很后悔 把男男教育得太善良天真 他也不至于会因此丧命 其实李若萍根本不是被扣押 他当时是在某个黑手连锁的整形医院 他给那家医院一千万 让他们以真皮整形 让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他们还真的敢接 你敢想象 朗朗乾坤之下 会有这样的残忍生意 不仅脸皮 甚至连体内的每一副器官都被预定了 等关书他们得知消息赶到的时候 却已经不见了关义男的身影 只有李若萍哇哇大哭地说着 关义男为了救他 被坏人带走了 他们火急火燎到处找人 这期间 李若萍却住进他们家了 还对他们各种讨论 因此他们才看清这人的真面目 找到关义男的时候 就只剩下皮肉组织碎屑 难以处理的骨架子 却不知去处 评审不一定能判他多少年 可他们却打定了主意 要除掉他 关书眼底闪过一丝狠意 伸出双手舞住了脸 只是用尽了办法 李若萍都说不出什么来 毕竟他不是最后金手男男的人 他又怎么知道 男男骨架在哪里 他半生后悔 后悔的不是除掉了李若萍 后悔的是 他们把男男教育得太过善良 说到这里 关书再也忍不住痛哭起来 也就是说 李若萍也是变成恶鬼后 才知道了关义男埋骨所在 那么操场下的其他17具尸骨 又是什么原因呢